历代三宝纪 凡十五卷 随开黄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费长房传 又坐开黄三宝路 开黄路 三宝路 长房路 房路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九册 本书为佛教传入我国后至随代之弘法记录 亦为一经与著作之目录 此外 令附有佛家传记 全书共分四部分 一 前三卷为一王包括四周至随各朝纪年 乃佛教史大事 如将佛陀诞生之年推定为周庄王十年 六百八十九BC 二 四九卷为各代一皆年史 既有 卷四后汉路 卷五未无路 卷六西晋路 卷七东晋路 卷八前晴后晴路 卷九西晴北梁未齐晨路 卷十宋路 卷十一齐梁州路 卷十二随路 每卷前阶皆有序论 四列经路 依次负一人略传 三 卷十三 卷十四分别为大小城路入藏目录 共收佛点1076部 三三二五卷 四 卷十五未上开黄三宝路表 全书总目录 梁戴森佑所传之初三藏记及详细载路 南朝诸经 相对于此 本书则详载北朝诸经 此为本书之特色 亦为研究随代佛教之重要资料 本书另一特色 于纪年中特从南北朝之齐梁 而匾处北魏 齐边年之先后魏 靖 宋 齐 梁 周 随 此种体力异于资质通建以前之始家 而反映出随人之一般心理 故于历史学上有待补足之资料极多 此外 本书资料有部分物影 且于边选入藏路 大小陈经路等之准则 亦兼有偏误 如大唐内典路卷五级基之围 瓦欲相谬 开原式教路卷十亿平以 事实杂谬 又本书将其前之两大经路 及福秦道安所编之宗里重经目路 梁代僧又所编之初三藏记及所载路 亦千余不知诗亦经典 亦者亦名之经典 大半配属于安世高等古代亦经家之名下 此一作法已超乎长情且证据缺如之故 为现代学者如日本小野玄妙等人所诟病 旭高森传卷二达摩集多传 大藏圣教法保镖目卷九 随书经集至第二十九 唐书译文至第四十九 佛书解说大词典佛典总论 第二部第二章 小野玄妙 参阅 诗意经典 一千八百八十一 批六千两百五十三 历劫未经过结束 乃形容长远之时间 结 梵语高巴之音意 指宇宙在时间上之意成意悔 从成 柱 坏至空继续不息 故宇宙无穷之成悔 称为历劫 又作经节 久远 法华经卷七谱门品 大九 五七下 红世深如海 历劫不思议 世多千亿佛 法大清禁愿 其中 历劫不思议 乃至历经不可思议 无量数之劫 又诸经有各种用语 如历劫修行 历劫迂回之教 历劫之哲 历劫集成之仪等 此外 未不生不灭之真实绝对不变 称为历劫无瑕 大无量寿经卷上 无量亦经时功德品 佛所行赞卷三 于突超卷上 守护国家论 使法界明因果超 P6254 历劫迂回 未见教之法门 以经历劫三阿森指百大劫修行后方使成佛 故称历劫迂回 与顿教之一念成佛相对称 P6254 历燃 极区别分明之意 华与顿经探旋记卷一 大三五 一一九上 一切教法具体真如 不爱是相 历然差别 照论 P6255 历由天竺寄传 请参阅法显传 历原对静修 未修习止观之一 又坐历原对静修止观 原指行 住 坐 卧 坐 言语等六种圆 静指色 身 香 味 处 法等六成静 即行者于行 住等日常一切活动中即成静 常修定 指 会 观 方便 则必能通达一切佛法 称为立原对静修 摩喝止观卷七 大四六 一零一下 观行若明 能立原对静 处处的用 修悉止观坐禅法药 止观辅行传红绝卷二之二 P6255 燕罗经 请参阅阎罗王五天使经 枣豆 洗涤身体 衣服等污秽所用之豆粉 未比丘十八物之一 细由大豆 小豆 磨砂豆 豌豆 加提婆罗草 梨平驼子等磨粉而成 故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一时霸去会调称之为 豆蟹 并未将此豆蟹与土钱 牛粪混合 则称三蟹静开 比丘于摘食之后 以早豆禁手 方可执取金卷 据大威德请问金载 若不以早豆禁手而执金卷 香炉等物 死后将堕于不进地狱 又依食颂绿卷三十九所说 早豆细柱放于木桶中 苏西的杰罗金卷下 五分绿卷二十六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十 食颂绿卷三十八 四分绿卷三十三 摩赫森指绿卷三十三 批六千两百五十五 早平天子 又称作平天子 据佛本行集金卷十四至卷十六 佛陀为太子时 十年于宫内受五欲之乐 作平天子见之 遂以神力 令宫内采女继而所作应声歌曲 自然传述出离五欲 去向涅槃之声 太子闻之 见身燕离之心 其后 作平天子 父以神力 于太子 游观四门时 依次变化为老人 病人 死尸 出家人 令太子彻见老 病 死之乡 而星球出离之道 又作平天子之名 于过去现在因果经作 近居天 批六千两百五十五 泽安宗棚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四十五 日本灵纪宗森 淡马 兵库县 人 俗姓平 自泽安 好东海木翁 名字 曾治大德四餐一宗币 后餐一栋少帝 受其应可 庆长十二年 一千六百零七 任大德四第一座 并领南宗寺 庆长十四年 受赵住持大德四 三日后即归南宗寺 宽永六年 一千六百二十九 因子一事件得罪幕府 被流放至出于山行县 四年后始归江户 宽永十五年 幕府家光于品川开创东海寺 请师任开山第一室 此后曾入京师 于宫中讲原人论 晚年退隐于东海寺 镇宝二年十二月 世纪 世寿七十三 这有明暗双双双极十卷 万松雨露四卷 东海夜画二卷 雨露十一 玲珑随笔各一卷等 东海河上纪年路 大德四世谱 P6255 则当彼屋折古炎洞 一座猴子洞 位于西藏拉萨东南八十公里 则当正贡布山 为传说中观世音菩萨所点化之迷猴 与炎洞女结合繁衍子孙之地 据藏文史籍所在 此处为西藏古代人之发祥帝 则当 藏语意味 游戏之平霸 传说弥猴及其后代 急于此西系生活 洞方圆三平方公尺 岩壁雕有猴像 形态活泼亲切 西藏人视为圣地 P6256 浊世 原止乱世 于佛教则止成世 凡界 乃未充满五浊之恶世 五浊 集结浊 见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又五浊赤圣 浊人乱世 称为浊乱 阿弥陀经 大一二三四八上 梭婆国土 五浊厄世 上济浊人义语 即止凡俗之人 十颂绿卷四十九位人有四种 即粗人 浊人 中间人 上上人 P6256 批6256 浊劫 指浊二之时期 劫 未尝识 即五浊中之劫浊 即止浅劫中人寿二万岁以后 即产生浊 箭等四浊 箭等四浊于此时盛起 法华精卷四券持平 大九 三六下 浊劫二世中 多有诸恐怖 P6256 浊二 指五浊与十二 五浊 指劫浊 箭浊 烦恼浊 众生浊 命浊 盖住劫中人寿减至二万岁以后 即产生此五种浑浊不尽之法 十二 即食不善 指杀 道 淫 妄语 恶口 两舌 其欲 贪 甜 邪剑等十种恶行 五浊与十恶赤圣之时期 称为浊恶式 法华精卷一方便品 大九 一灵上 我出浊恶式 如诸佛所说 我亦随顺行 观无量寿佛经书 至义 P6256 浊恶处 指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为五浊与十恶所行之处 故有此称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 三四一中 不乐言福提灼恶事也 此灼恶处 地狱 恶鬼 畜生隐满 多不善聚 P6256 灼夜 三夜之一 指一贪而生之生 口 一三夜 巨社论卷十五 大二九 八三中 一产生生生与异业 名为区业 产区类固 若一田生生与异业 名为惠业 田惠类固 若一贪生生与异业 名为灼业 滩灼类固 参月 三夜 六百三十八 P6256 赤圣光大威德 萧灾吉祥陀陀罗尼经 全一卷 又称大威德萧灾吉祥陀陀罗尼经 萧灾吉祥经 唐代不空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九册 位于清净处设道场 宋持赤圣光陀罗尼 能驱除金 木 水 火 土等要挟新秀之灾患 令有益者不祥之佛说 大威德金伦佛鼎赤圣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 为本经之同本意义 P6257 赤圣光佛鼎 梵名Prevalloi 乃是加佛之教令轮身 由毛孔流出赤圣光燕 故有此称 种子位 BHR 贝鲁欧 三昧耶行位十二伏轮或三骨处 硬器位二手双合 驱二十指入掌 以二拇指压之 有关此尊之自性轮身有多种说法 或为赤圣光与一字经轮同尊 或以此尊及八佛鼎中之经轮佛鼎 亦有以此尊与光聚佛鼎同尊之说 大妙金刚大甘露君拿力厌满赤圣佛鼎经 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 消灾吉祥经 P6257 赤圣光佛鼎法略称赤圣法赤圣光法 指依赤圣光佛鼎如来之本事 为除灾所修之秘法 于日月时天变的意风雨灾时的修此法 盖赤圣光佛鼎尊自其毛孔流出赤圣光燕 能交令折服具有日月星宿等光耀之诸天 故以之为本尊 此法之道场官位在前截金刚墙内有大海 海中有宝山 山上有宝狮子座 座上有宝莲花 花上有宝楼阁 阁内有无量之庄式舟渣悬列 阁内有大曼陀罗 本尊位上有 B.H.R. 被撸欧 字 字变成金轮 轮变成本尊 毛孔非光散 首观五佛香 二手如释迦 本尊放光照诸尊座位 大威德金轮佛顶赤圣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 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 P.6257 赤圣光曼陀罗即以赤圣光佛顶位本尊所建立之曼陀罗 依经轨而有数种形式 如巨大圣妙吉祥菩萨说除灾教令法轮仔 于静白或静素布上画十二佛轮 轮中心画八叶白莲花 花心画金轮佛顶一字真言 B.H.R. 被撸欧 字后先画赤圣光佛顶 于赤圣光佛顶前格真言字画佛眼部母 赤于佛又敢画文书施力 左边画金刚守菩萨 四尊相对而坐 依赤在画布斯一童子 旧护慧 疲聚之 观自在等四尊菩萨 此八尊外侧画原戒道 戒道上画赤圣光佛眼 文书 金刚守之真言 其外画九直 十二尊 亦说十五尊 于诸天外画戒道 其外在画十二独鼓处为金轮之福 福间共至十二宫 佛背后安置虚夙 佛前安置七星秀 于此十二宫外复安置二十八秀 二十八秀外为画轮圆为车网之行 网上画八方天 空处书斥圣光真言及原生四巨迹 轮外画百八朵青莲花 一一页上书 阿 字 外画方形戒道 戒道上画独鼓处 周渣未结戒 方戒内 轮外四角安置四大明王 另据大妙金刚大甘露君拿立焉满赤圣佛顶经所说之曼陀罗 主尊手持八幅经轮 坐于七狮子座上 身上放出无量光明 周围绕以八佛顶 此类曼陀罗在敦煌千佛动义有出土 A Stein the Thousand Buddhas P6257 赤圣光道场念颂仪 全一卷 颂戴尊世传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细衣消灾及祥经技术 赤圣光佛顶法 弹场级念诵法 祥弹场供养 方法 减重清净 咒法 三页供养 事宜 借劝弹乐等七门 P6258 灯 仪范语 为六种工具之一 参阅 灯明 六千两百五十九 二比喻佛法如灯火之照明破案 大班若波罗密多丁卷四零六 大七 二九上 物佛所言 如灯传照 P6258 灯王及虚弥灯王佛之略称 为东方虚弥乡世界之佛 巨无 知千所意为摩羯经卷上不思义品载 此佛身长八万四千尤盐 其狮子座高六万八千尤盐 高广静好 严是第一 以为摩羯显神通力 故此佛及时浅三万二千尸子坐入于为摩羯仗势 P6258 灯光尘 泛明迪Pavat 因一提婆把体尘 为释迦佛前身从定光佛寿来释成道计之处 又坐阿摩罗把体尘 连华城 泛明迪Pavat 据法宪 玄奘所者有记载 此臣为北印度纳杰罗河国之首府 即古代建陀罗国以西 喀布尔河南岸之加拉拉巴 Jalabat 之地 灯光尘之名建于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 又据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三 则知此臣及金之瓦拉纳西 P6258 灯光泛至 又坐艳光学至 为世尊过去世修饭行时之名 据指官府行传红绝卷二之四所在 灯光泛至于临首监行吉祥苑 经四百二十年后入摩洁陀国 有陶师之女 见其端正 投于其前 灯光为其不乐此欲而聚之 女言若不遂愿则将自害 灯光自念常护戒 若犯者则非吉祥 乃离之七步 然随即生起此心 您自入地狱 不令女死 遂从其所愿 后还俗 晴修饭行十二年 命中之后 身于饭天 会上菩萨问大善全经卷上 P6258 灯来 1614-1685 明末灵纪宗森 四川殿江人 俗姓陈 自尾渡 号三山 十七岁 科举布地 乃丹未禅穴 独具云吹万广针之谷音传 平山路 巴掌和上路 醉心不已 欲未吹万儿孙 三十岁 李吊山南这二出家 一年 欲居四川东明寺 参礼铁碧会基 不弃 返属 后在李会基 顺治十一年 1654 陈寺齐法 立住四川重圣院 兴隆院 武云院 谭华院 浙江天宁院 康熙二十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这有三山来禅师与陆十六卷 五家宗旨转要三卷 高峰三山禅师书与三卷 旭登正统卷十七 批6259 灯明 梵与低帕 八粒与铜略称灯 指于佛前供养或室内照明时所用之灯火 据四分绿卷五十及摩赫森指绿卷三十五载 森房之照明 允许使用灯火 其设备及使用法均有所规定 如需对诸比举提供灯油 灯柱 圣油气等物 规定至灯之处 及席灯 点灯前皆需做预告并唱颂 在佛塔 佛像 金卷前燃灯 能获大功德 于诸经典中之力甚多 如施灯功德精卫 信仰佛法森 布施少许灯明 其所得知福报无限 又为佛陀入灭后 以得明布施塔四 于此事可得三种尽心 命中时 由于善心布施 可得三种智慧 此后则可生于三十三天 法华经卷六要王品于叙述要王菩萨之舍生布施故使中位 然亦至乃至一族只供养佛塔 胜过于用其他财宝之布施 贤于经卷三一言 凭女已至成所献之一灯 永远不灭 王者所见之诸灯则已灭尽 此即所谓 凭者一灯 长者万灯 乃强调成心之重要 又我国佛教必于佛堂或佛坛功登明 即依诸经所说而行 登明依然料之别 分位多种 如法华经卷七陀罗尼品 列举苏灯 油灯 珠香油灯 幽罗华油灯等七种 旧华严经卷十六 列举宝灯 摩尼灯 七灯 省水香灯 一切香王灯 无量色光雁灯等十种 灯明多至于竹台 灯台或灯笼中 又不分昼夜所点之灯 通宵燃明之长夜灯 称为长灯明 或长明灯 点燃众多灯以供养佛之法会 称为万灯会 灯明可破案未明 故经中常将法 智慧比喻未灯 如未以智慧照破于痴暗障 遂有称智慧为无明长夜灯聚者 又法卖一称法灯 师父传法于弟子 称为传灯 臣旭之 称为旭灯 延旭不绝 称为无尽灯 此外 密教更将灯人格化 而作为外似供养之一的金刚灯菩萨 又灯与二家 图香 花蛮 饮食 烧香等合为六种供养 配于六波罗蜜时 灯明即相当于第六至波罗蜜 增益阿含经卷38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21 菩萨本行经卷上 灯指阴元经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13 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下 大制度论卷30 四分律形式超卷下4 禅灵象气间气雾门 P6259 灯指比丘 原为佛世时王舍城中一长者之子 出生之日 其手一指放出大光明 故取名灯指 家业疾父 然以意乐豪奢 父遭群匪劫掠而失财贫困 后因或失保而再度致父 为己 灯指感悟荣乐之不久住 及身厌患之心 后出家的阿罗汉果 佛陀即为诸比丘说 灯指比丘之手指放光 得失保等之溯源 灯指阴元经 法院诸灵卷35 批6260 灯指阴元经 全一卷 后勤约磨罗十一 收于大镇藏第十六册 祭树王舍城长者之子 灯指 出家修道 镇阿罗汉果之因缘 提示众生对书圣福田种下少许善根 即能享人天之乐 进而入于涅槃 P6260 灯灯方圣 系佛陀于涅槃前对佛法中灭所作之预言 为佛法将灭时 反尘蓬勃兴盛之乡 犹如灯火将尽之时 更显光彩灿烂 燃随即驱于暗灭 法灭 法灭 禁禁 大一二 一一一九中 无法灭时辟如油灯 灵欲灭时光明更甚 于是便灭 磨合纸观卷7 P6260 灯节佛供 西藏佛教于灯节 因义菊阿驱八 时所供养物之总称 包括苏油花与苏油灯两种 所谓苏油花系于木架或排方架上 以各色苏油塑造出各形山川 人物 花草鸟兽或传奇故事 造型精巧生动 苏油灯则细于灯碗中 以苏油点燃之油灯 二者皆于葬礼正月十五日夜晚 在拉萨吉塔尔寺 拉布伦寺所举行之灯节中供养成列 其中塔尔寺所制作之苏油花 更被誉为该寺三绝 绘画 堆绣 苏油花之一 P6260 登陆 又称传登陆 只记载禅宗历代传法机缘之著作 灯或传灯 意味以法传人 如灯火相传 辗转不绝 登陆之作 萌芽于南北朝时代 而正师之登陆出现于禅宗成立以后 经历代展转相续 至宋代达于极盛 此后 原明清各代替成传统 登陆之作 蓄而不尽 而禅宗与宗宇耀 聚在诸登陆中 亦以宋代所者之景的传登陆 天神广登陆 建宗晋国序陆 连登会耀 加泰浦登陆等五登位登陆成书时期之分也 一 五登以前 祖航集 二十卷 乃禅宗正式登陆中 现存最古登陆 系五代南唐宝大十年 九百五十二 泉州昭庆寺 静云二诗所编 内容系继承宝林传之统说 以史实力传态度编录诸禅师之语药 并收录寄宋 歌行等禅文学 及朝鲜禅宗之史料 未研究五代历史 文化 思想等之珍贵资料 二 五登时期 一 景德传登陆 三十卷 宋代道原传于景德元年 一千零四 略称传登陆 收于大镇藏第五十一册 内容大帝取材于宝林传 祖堂及诸书 为过去七佛及代禅宗诸祖五加五十二世 共一七零一人之传登法系 细研究中国禅宗史之根本资料 二 天圣广登陆 三十卷 宋代理尊绪编 高宗绍兴十八年 一千一百四十八 堪行 收于万绪藏第一三五册 将本书与景德传登陆比较 知本书所录各宗各世系之禅师增加无几 仅对章节之次地略加变动 人数及与剧略有扩充而已 三 建中禁国序登陆 三十卷 目录三远 宋代佛国为白编 书成于徽宗建中禁国元年 一千一百零一 收于万绪藏第一三六册 为白亦在陈旭道远景德传登陆之作 故称旭登陆 四 连登会药 三十卷 南宋慧翁物名传于孝宗纯熙十年 一千一百八十三 又称禅宗连登陆 收于万绪藏第一三六册 五 迦太普登陆三十卷 目录三卷 宋代雷安镇寿传 宁宗迦太四年 一千两百零四 编程 收于万绪藏第一三七册 吉路诸方宗师 王侯 宫青 尼师等之机缘语药 上纪自景德传登陆至加太普登陆等五书 一总称为五登 五登陆 又五登时其中除上述所列登陆之外 上有下列数种 一 传登玉音集 十五卷 宋代王隋传 景佑元年 一千零三十四 编程 现收于宋藏仪真第三册 台湾新闻风出版社影印刊行 乃山定道远景德传登陆三十卷之拔抄本 二 五登会员 二十卷 目录二卷 南宋普济传 收于万绪藏第一三八册 本书取五登陆等搓其经要 山凡就简 将五登陆共一五零卷之庞大布置所谓二十卷 会为一书 故作此称 自本书一问世 前述之五登陆遂少流通 内外学者无不喜其方便 是为本书特色之一 又五登陆诸书多以南越怀让 清元行思二大师之系统来分序历代世系 以下不再分小宗 故被评委 试次既多 知派繁衍 大宗难以统设 本书之编辑则宗派分明 眉目朗然 言流溯源 所悦即便 故原名以来是代福之好谈禅乐者 无不加有其书 是为本书另一重要特色 三 五登会员不宜 一卷 明代南十文秀 第三百四十五 十四十八 塬 永乐十五年 一千四百一十七 编程 首于万序葬 第一四二册 四 五登会员续略 四卷或八卷 明代远门竞逐众于崇祯十七年一次六百四十四 略称五登序 local age裡 略称五登旭略 藏第一三八册 三、五登以后 一、续传登录 三十六卷 目录三卷 明代元吉居顶边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一册 二、增及续传登录 六卷 目录一卷 明代南十文秀者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二册 三、止月录 三十二卷 明代曲辱纪传 又坐水月斋指月录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三册 四、纪登录 六卷 目录一卷 明代永绝元贤 一千五百七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七 这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七册 五、五登严筒 二十五卷 目录二卷 明代肺影通融 百痴行元和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三九册 六、续登存 十二卷 目录一卷 明代若安通问边 居士师配会议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四册 七、教外传 十六卷 明代梨梅 郭宁之 等边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四册 八、续止月录 二十卷 清爱涅西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三册 九、九、九、九十八卷 目录二卷 清代为中进福编传于康熙十一年 一千六百七十二 十五、全书一二零卷 目录十六卷 清代记文超永编 康熙三十六年 一千六百九十七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零册至一四二册 作者自武登会员等诸传登陆中 山崎凡无 曾所谓被 废时十余年 收录立传记有七千余人 可谓及登陆之大臣 十一、续登阵统 四十二卷 目录一卷 清代别演性统编 康熙三十年 一千六百九十一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四册 十二、黑豆集 九卷 清代新元居士传 火莲居士于乾隆五十九年 一千七百九十四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五册 十三、锦江禅灯 二十卷、目录一卷 清代账血通罪 一千六百一十、一千六百九十三 者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五册 十四、前南会登陆 八卷、清代善意如纯吉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五册 以上所述登陆 资料 批六千两百六十一 灯头 及禅林中司长灯竹之之称 禅院清规卷寺街放水头探头 华盐头条 万续一一一、四四八下、菜街放、匠街放、水头、探头、中略、市外劝 弹月增长福田、内柱禅林滋持道果 禅院清规卷三间院条 批六千两百六十二 灯炉、安置灯火之笼状器具 可避免灯竹为风吹袭、或闻、鹅等小虫进入而为火所伤 又坐灯楼、灯炉、灯吕 其植料除竹、瓦之外 上有以沙格、纸、石、金属等制成 灯炉除卫僧房中之照明器外 后是一转为佛前之工具 巨五分绿卷十八 有布皮奈耶杂士卷十三等载 佛陀允许燃灯以布萨、说戒、燃下夜燃灯一伤小虫 应做灯笼 可以铜、铁、瓦、木等位材料 若隆有孔 应以纸卷及薄物掩盖 以免重入于笼内 故知灯笼之质已存于绿纹中 我国一般习俗 每以农历圆月十五日元宵节点燃各种灯笼 亦有以花及各种形状之灯笼装饰于寺庙或殿堂 称为花灯 于日本 每用于供养神佛 多在佛殿左右各安置一盏 在堂内、寺域内皆可装设 灯笼有长达七公尺 或置于堂内仅长一公尺者 形状有八角、六角、四角、圆形、卵形、菱形等 由于形状与植料之意 而有石灯笼、金灯笼、四角形灯笼、高灯笼、牡丹灯笼等类 另有四角形高灯笼、盆灯笼、细以纸糊塵 广泛,广泛用于鱼蓝盆 在盆会之夜至此类灯笼及种种公物 于芦苇等所作之舟上 任河水漂流 称为放河灯 又日夜不断的燃灯 即称为长夜灯 四分绿卷五十二 法院珠灵卷三十五 珠金要及卷四燃灯圆 要施四燃起金堂条 P6262 烧纸 又称燃纸 即燃烧手纸 表示信仰之成也 佛教有以身体供养佛者 烧纸即属此类 称为烧纸供养 或燃纸供养 据法华经要王菩萨本时品载 要王菩萨在过去是 为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时 曾焚身以供养佛 故未燃手指乃至一族 纸供养佛塔 远圣以国臣 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 山林、河池、珠珍宝物供养者 烧纸之实力 如鸿赞法华船卷七隋惠兵 宋高僧船卷二十三后进席城 唐无染 吉良高僧船卷十二流宋僧庆 旭高僧船卷二十七南起法宁 与北周僧崔等诸师之传记中 皆载有烧纸供养之行 关于烧身、烧纸之赞同与否 颇有论证 以法华文句记卷十下第三十八事 要亡品之记载为例 未有人以律法规定烧纸者得偷懒遮罪 烧纸者得突及罗罪 责难烧身之事 赞同者皆是 小臣以烧身为过 大臣则允之 故泛网经卷下有言不行烧身者 非出家菩萨 认可者即位 此乃一大小二甚即在家之志而有意 法华一书卷十一 法华经三大部补助卷十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 自烧身不合 世事要懒卷中舍身 P6263 烧香 梵与DH Panna 八粒与铜 位于诸佛 菩萨 祖师向前燃烧各种香 又称粘香 碾香 焚香 铸香 初于印度 以后酷热 使人皆涂香 除身上之够臭 具大制度论卷三十载 天寒时多行烧香 涂香则通于寒时 热时 其后 以烧香用于引寝 供养佛菩萨之行事中 诸经中多有烧香供养之记载 具长阿含卷二游行精仔 为如来起大堂舍 整至处所 并撒扫 烧香 具法华精卷四法师功德品爱 受持 读诵 或解说 书写法华精者 当受种种供养 如供养花 香 婴落 墨香 涂香 烧香 增盖 壮番 衣服 祭乐 十种供养 等 具无量寿精卷下载 行者当玄增 燃灯 及散华 烧香 以此回向 愿生彼国 又据宋元明三本之贤于经卷六复那其原品载 复那其与兄伴族供养 持香炉共登高楼 摇向指环金舍烧香 其愿归命佛及圣僧 为愿佛明日凌固该国 开悟于芒之众生 香烟及如其意 尘须空罔至世尊之鼎 香结聚合成一烟盖 巨大日经卷八载 烧香 乃遍至法界之意 如天之树亡开敷石 香气随逆风 顺风而自然遍布 于密教中 胎藏界三部所烧之香有别 巨苏西的杰罗金卷上分别烧香品载 佛不燃烧省水香 金刚不燃烧白檀香 莲华不燃烧玉金香 或混合三种香通用于三部 或以一种香通于三部 亦以知献与朱天 安息香献与要叉 熏露香献与朱天天女 缩折啰嗦香献与的居天 缩落赤香献与女使者 甘陀佛啰嗦香献与男使者等 幼龙脑 甘陀啰嗦 嗦哲啰嗦 熏露 安息 缩落赤 士丽肺色扎家等香 称为七交香 为罪圣上者 和何而烧之 可通用于九种 三部之息灾 增益 降服等三种法 另据瑞系耶经卷中请供养品所在 于一般供养法中 应以白檀香混合 省水香供养佛部 以施力拜色多家 士力肺色扎家 等诸树枝香供养莲华部 而以黑省水 安息香供养金刚部 又以白檀香 省水香 龙脑香 苏和香 熏露香 施力拜色多家树枝香 萨蛇罗沙香 安息香 梭罗指香 乌施罗香 摩勒家香 香妇子香 甘松香 二家多里香 薄木香 天木香 德叶香等 与砂糖混合 称为普通合合 可随意取用 以供养诸尊 据苏西的杰罗金卷上分别烧香品载 因所修之法不同 而于烧香之种类亦有差异 如修善底家法 席栽法 应焚倒完香 修阿皮遮路家法 祥福法 应焚成墨香 修补色真家法 增益法 应焚做完香 据布空三藏之佛 顶尊圣陀罗尼念诵以鬼载 于习栽法应焚省 省水香 于增益法应焚白檀香 于祥福法应焚安息香 于敬爱法应焚酥和香 令于金刚鼎余家牵手牵眼观自在菩萨修行 以鬼经卷下及金刚受命陀罗尼经法等意有上计之说法 此外 秘教佑以烧香与二家 涂香 花蛮 登鸣饮 饮食等合为六种供养 于禅陵中 称烧香为烟香 或铸香 在法会中持香合者 称为烧香侍者 关于烧香之做法 禅院清规卷五唐头尖点条中有祥明知技术 增益阿含经卷十三 三卷本大班涅槃经卷中 观佛三昧海经卷十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 宋以鬼经卷上 代秋三千微以卷下 四分律 四超卷下之三行香 愿法事修 百丈清规卷四西续头首条 南海济规内法船卷 夷受斋鬼则 大宋森十略卷中 愿朱零卷三十六 参月 上香 七百一十八 念香 三千两百六十五 批六千两百十三 烧香侍者 为武侍者之一 又称是香 于禅林中 任此僧职者需于法会中持香和司长烧香洗 记录注持于上堂 小祠 普通 念 诵 劫辣 挂搭等行礼之法语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西续头首条 禅愿清规卷二上堂 批六千两百六十五 喬住十的 全称菩萨喬住十弟 即止三圣共通之十的 此系及喬住之辟欲 以显示菩萨之至断乃初心后心不可得之身指 喬 只能喬之火 比喻无漏至 住 只锁喬之登蕊 比喻所断之祸 十的 指大品班若经卷六 卷十七所列举三圣共通之十的 即干慧帝 信帝 八人帝 见帝 伯帝 黎玉帝 以坐地 辟知佛地 菩萨地 佛地 盖菩萨修行过程中之十的 其断乎之基 已不固定于任何一的 十的之中 一一的皆可达于佛果 又菩萨之断乎 固然始于出发心之一刹那 唯一旦入余时的 则不可谓是由初心或后心而断获者 然亦是不离初心而可断获 亦是不离后心而可断获 此一生指 由如以火燃烧蕊柱 必产生火焰 其中有所谓初焰与后焰之不同 而蕊柱之被燃烧 虽由初焰开始 然不可谓仅由初焰之燃烧 亦不可谓细由后焰之燃烧 是亦不离初焰之燃烧 亦不离后焰之燃烧 大品般若精卷十七生奥品 大八三四六上 须菩提 譬如燃灯 未用初焰瞧柱 未用后焰瞧柱 忠略 菩萨摩赫萨如是 不用初心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不离初心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不用后心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亦不离后心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而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大智度论卷七十五 四念处卷二 四教一卷八 法华精玄一卷四下 摩喝止观卷六上 参阅十的 四百一十九 P6262 燕座 范与Protisoleana 巴利与Pattisole 又坐燕座 乃安禅 坐禅之以名 未济然安息 急于身心寂静中安住坐禅 唯摩精卷上帝子品 大一四五二一下 坐当如法 不于三界现身意 是未燕座 不于内意有所住 亦不于外做二观 是未燕座 忠略 若贤者如是坐 如是利 是未明晓如来做法 又月登三昧 金列举燕座有心不拙 住不放义等实力 令据日用清规所说 古有定志 登床坐禅者 不可垂一 中阿韩经卷二十八 卷六十 十颂律卷二十三 碧言录第六则 P6266 读义法界 为一切诸法 平等真实 无妄无二 义法而容设万法 万法及义法 细密教之语 显教如华言宗则称义真法界 亦及天台宗所言之诸法实相 伊密教所说 独义法界 就法而言 指阿字本不深 亦心法界之体性 就人而言 指本地法身疲勒 这那如来 大日经书卷十七 大三九七五八中 言役者此即如如之道 独义法界 故言亦也 大臣其信论 大日经书卷一 P6266 读一善 系佛陀所说大小臣经典所具七善之一 依法华文具卷三之解释 为佛之说法 唇一无杂 与二圣不共而读为菩萨说 于成时论三善品称之为读法 参阅 七善 108 P6266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为人之生死 但独自一生 无人可待 亦无有雷同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四下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当行志去苦乐之地 其亦同于宗门所常说 个人吃饭个人饱 个人生死个人了 之语 P6266 独行不共无名 法相宗所立四种无名中不共无名之一 为不与贪等聚起 乃与第六意识相应 独行而起之无名 复分为二种 一 主独行不共无名 细语带随八种或 中随二种或聚起 而隐其体用 独险己之体用 二 非主独行不共无名 则语分等之小随或聚起 小随或之体用险 无名之体用隐 成为十论卷五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八 参阅四种无名 一千八百一十五 P6266 独明珠 又作一同珠 畏 顺明珠 又作同一珠 之对称 是摩赫眼论卷二产式真如 生灭二法二门时 共列举十名 其第九名为 中十 一指第一异地 中十又分为等柱中十 别柱中十两种 并分别以独明珠 顺明珠比喻之 其中 等柱中十乃 真如所入 知别明 盖独明珠 系只独一明了 而应照之如一宝珠 即至一切一物于此珠之前 皆应现于此珠同色之色彩 故以之比喻真如所入之法 同理 同一珠即用以比喻 生灭所入之法 参阅 等柱中十 五千一百七十一 顺明珠 五千三百五十五 P6266 读病 及心念法 三种结魔法之一 为比丘忏悔作法之时 若是属即为 或借中无人可作忏悔对象 易得读发心念境 自行口颂而明了举发 则其事成办 参阅 结魔 六千一百三十七 P6267 读空 又作一空 语出大品般若惊 为诸法随缘而皆无自性 如色 心 一 正 乃至圣 凡 果等法 虽千差万别 然其体性必尽皆空 此空里乃唯一无二者 故称易空或独空 一记调因所问金卷五所说 瓦器与宝器之中空 皆为易空 了摩差别 摩赫指观卷七上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 P6267 读谷处 为密教真言行者所持金刚处 范菲特拉 因一把折罗 之一 又称独谷处 独谷 独谷 一谷处 一谷拔折罗 谷 又作谷 谷 乃戒因字 金刚处 原为古代印度之武器 在密教中象征摧破烦恼之菩提心 乃诸尊之持物或真言行者修法之道具 以分叉 以分叉情形又分为独谷 三谷 五谷 九谷等数种 各象征不同之意义 独谷乃标是大日如来独一法界之志 又表精进勇猛 摧破之意 以其两头皆不开插 而为担风之锄状 故称独谷 为密金刚立世 千首观音四十手中之金刚处手及金刚藏王菩萨 一零八臂中右手之意所持之物 乃金刚界曼陀罗贤劫十六尊中之大精进菩萨 二十天中之地是天 胎藏界曼陀罗之发生金刚步菩萨 诸无戏论菩萨等之三昧耶行 独谷令有愤怒行与普通行之两类 亦有一把手中央之作鬼木或鬼面等形状 而称之为鬼木独谷处或鬼面独谷处 密教修大坛时 大坛之西方即至独谷处 与莲华不相应 代表金刚界阿弥陀如来 胎藏界无量寿如来之妙观察制 此外 以独谷处作三昧耶行 或表示独谷处之首映等 皆称独谷印 苏婆乎童子金卷上 吴二平等最上瑜伽 大教王金卷六 阿如来念诵公养法 摸家陀也一鬼卷一 大日经书卷一卷五 大日经书演奥超卷十六末 参阅金刚处三千五百四十三 P六千两百六十七 独餐 学人单独进入诗家之室 乘上自己对公案之见解 称为独餐 细灵纪宗提斯学人之重要方法 其法为学人应诗之幻中 一日中或朝课或周霸或要时后入室独餐 P六千两百六十七 独眼龙一一般只秒一目者于禅灵 则特指虽仅具一目而学得出类拔萃之人物 以龙古来即为我国传说中的四灵之一即为尊贵 从荣禄第八十七则 大四八二八三中 向后有独眼龙 为子典破去在 二明昭德千禅师之一称 德千系唐末人 俗性 籍贯籍生族年皆不祥 为清圆形思之法系 受罗山道显应可 大力弘扬玄旋指 基法灵活锐利 为其宿 后学所敬畏 曾任乌州 浙江 智者四首座 后驻于明昭山四十余年 一座眼残疾 人称独眼龙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三 联灯会药卷二十五 祖庭誓院卷二雪豆宋谷 P六千两百六十七 读菩萨教 指天台宗所判化法四教之第三别教 天台宗将佛陀一代教法判立位葬 通、别、元四大类 称为化法四教 每一教皆一所化众生之根基而有别 其第三教称为别教 此类教法为不共教 以及非属生文 原觉二圣人所共习之教法 而系单独对菩萨禅说教 理、智、断、行、位、因、果等大乘无量之法 故意称独菩萨教 有别于藏 通二教之通于二圣 意义于原教之佛臣 其教法内容细论说 但中、之理、依之而次地修习空、甲、中之三观 并断尽十二品之无名而达于佛果 四教一卷一、天台四教一、参阅、五十八教、一千一百三十二、画法四教、一千三百二十五、批六千两百六十八 读隐境 法相中所立三类境之一 为一第六意识之妄想分别 浮现使我使法之相 此相非有实体 仅为意识之见分 能照之所愿对境之主体作用 所变现之影像 如现空华 吐角之境 所现之相 多位相分 所照之之对象 乃由于能愿之心所生之妄想分别而见之影像 非有实质 仅为幻象 三类境中 除读隐境外 尚有代直境与性境 读隐境相对于代直境之相分的具有本质而畏之毒 相对于性境之相分的具有实性而畏之影 故读隐境 为一时妄分别之反应 乃情有礼无之法 属于三性中之便迹所执性 为十书要卷上末 大四三 六二零中 读隐之境 为从见分 性 细 种子 皆定同故 如第六 十元归毛 空华 十女 无畏 他界缘等所有诸境 如是等类 皆是随心 无别体用 甲境社固 名为独隐 此境具足三种随心 一 性随心 竟与能愿之心同一性 二 种随心 竟与能愿之心由同一种子而生 三 系随心 竟与能愿心位同一界系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一墨 参阅 三 类镜 六百九十八 批六千两百六十八 独乐寺 位于河北济县西门内 距北平东方约九十公里 寺不知创自河带 有一座上下两极 东西五间 南北八架之观音阁 于辽胜宗统和二年 九百八十四 重修 为我国最早之木造结构高层楼阁式建筑 隔内处立一尊高达十六公尺之尼速观音菩萨像 立在须弥坛上 隔之中层颈骑其腰 上层踩踏胸口 其头顶则伸到隔顶枣井中 为我国现存最大尼速像之一 头顶上有十个小头像 故称十一面观音 两旁各有一尊是立之菩萨 此三尊塑像为辽之原作 保存唐代遗风 面部丰满 依者缘和 造型优美自然 此格历经多次地震而无恙 为建筑房镇之重要历史实物 由明代王红座所传之 修读乐记 可知此寺之宏伟 又由乾隆皇帝之玉彼赐俄 可知当时之龙圣 中国佛寺至基辅范沙至 P6268 独头无明 二种无明之一 五种无明之一 又称不共无明 无明 即痴之别明 只无法照了诸法事理之案遁兴 于滩 甜 吃 慢 疑 二见六大祸中 无明 吃 独起 不与其他五祸共起 故称独头无明 反之 与其他五祸随夷共起之无明 则称相应无明 独头无明 既与六大祸中之五大祸不共 故意不与五祸以外之诸或聚起 宗静禄卷七十四 参月 不共无明 九百六十七 P6269 独头义士 法乡宗所谓八十中 第六义士有名了 定中 独散 梦中义士等四种之别 其中之定中义士 独散义士 梦中义士 因不与前五十聚起 乃独起而原始 八戒 故称独头义 成为时论卷七 翻译明义及六星义士法篇 参月 义士 五千四百四十九 P6269 独阵字式三昧经 请参月如来独阵字式三昧经 独觉身 华言经所说容三世间十身之一 华言宗位原教之菩萨以真实之智 是解召见法界时 所触目者 无论万有万法 皆是为佛身 简约其类别 分为十种 总称为容三世间十身 其中 观十二因缘而求涅槃的 即称为独觉身 参月 容三世间十身 六千两百八十七 P6269 独觉 独觉舍悲障 为独自修行 觉悟而离生死之人 徒能自度 难以生起大悲心 兼济一切众生 则无法争于佛果 故为之舍悲障 P6269 独觉菩提 又作原觉菩提 乃三菩提之一 为独觉之人自发菩提心 而不劝化众生发菩提心 亦不惜学大臣经义 以此因缘独得解脱 故称独觉菩提 即缘觉之静至 具舍论卷二十五 瑜伽论计卷八上 指观辅行传红觉卷九之三 三藏法术卷九 参月 三菩提 六百三十一 原觉 六千一百三十二 P6269 独觉印 观音三十二印之一 为观音菩萨印独觉人之鸡类 是现独觉生而教化之令的解脱 参月三十二印五百一十一 P6270 佛又作专佛专佛 细以泥土烧制而成之小型浮雕佛像 亦有狮子做 天盖等造像 多做方形 长方形 自北魏时代已十分盛行 约于唐代传至日本 现存有东魏星河五年 五百四十三所造之观音像 而西藏地方至今人行专造佛像 据大唐西玉求法高僧船卷下僧哲船所在 东印度之三摩亚扎国国王 每日造拓摩尼像十万驱 独大班若十万颂 上述之尼像即指此类佛像 又于缅甸兰贡郊外 有若干佛涅潘像 皆以炼瓦构成而上夫精博者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 批六千两百七十 卢智 亦为佛是时舍为尘中之长者 又坐卢智 是称卢智长者 卢智长者或流智长者 原为千贪之人 虽拥财万贯 依然者必依 石康菜 常为世人所孝 某日 城中有节会 人人皆言是宅舍 饮食欢宴 卢智则开宝库 仅取五千够 酒集 至城外境辟处 独饮而醉 其而歌舞 并未于此节庆会 送酒大欢乐 于过皮沙门 亦胜天地事 十指天地事 网易佛所图中 遂以神通化作卢智 至其家开宝库施与众人 呆卢智返家 竟遭驱逐 便至波斯逆王处 请求相助 王毅无法分辨真假卢智 遂共往佛所 佛未说法度之 终于得到 卢智长者因缘经 法院诸灵卷七十七 二级楼智佛 未贤解千佛中之最后佛 参阅楼智佛 六千零九十五 批六千两百七十 卢智长者经 全一卷 全称卢智长者因缘经 译者不详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内容计数千瘫之卢智长者得到之因缘 开元式教路卷三 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五 批六千两百七十 卢行者 及禅宗第六组会能禅师 俗姓卢 出在齐州湖北 黄梅平茂山五祖 红忍门下修道 称为卢行者或卢居士 行者 为代法之修行者 景德传登陆卷三 五祖章 大五一二二三上 附问 依法谁得耶 诗曰能者得 于是众义卢行者名能 寻访祭师 大会普诀禅师书卷上 批六千两百七十 卢舍纳经 为江南闽法师所立二教之一 与释迦经相对 华言五教张卷一列举十种 对佛陀一代言教之叛事 第八项即闽法师之教叛 细就能说之教主而言 卢舍纳经 即指华言经 乃卢舍纳佛随顺法性 自在而说之教 释迦经 则指法华 涅槃等经 乃释迦佛应众生之基根 所说全巧方便之教 与敏法师之二教相关者 系唐代应法师所立之区区教 与平道教 亦依释迦佛 卢舍纳佛之所说而叛事 此二教间有四种差别 一 主义 为教主个别 区区教系释迦化身之所说 故义称释迦经 平道教系 卢舍纳佛实身具足之所说 故义称卢舍纳经 二 处义 区区教系于娑婆世界之墓树下 草座上所说 平道教则于莲华藏世界之宝树下 经座上所说 三 众义 区区教系对身文与菩萨而说 平道教则对准菩萨与即位之大觉而说 四 说义 区区区教仅一方之所说 平道教则该通十方同说 据宋代华盐宗森道庭之考证 闽法师及唐代岳周静修四之华盐宗森法名 曾就六十华盐经者有华盐经书七卷 应法师则系闽法师之弟子 华盐经探玄记卷一 华盐玄谈卷四 批六千两百七十一 华盐玉 五百四十二 北魏人 字重如 小字白头 专攻经学 传有周易 上书 校经 论语 礼记等之著书 曾遭高欢 北魏校武帝之丞相 知军队代捕入狱 于狱中莫送高王官是 应经一千遍 受斩刑不死 遂免死罪 以此缘由 该经遂流通于世 令于续高僧传卷二十九僧名传中一数集此事 然以此事件之主爵位定周牧师孙靖德 而非卢锦欲 卫书卷八十四 批六千两百七十一 卢达斯 Elders Heinrich 一千八百六十九 一千九百四十三 德国之东方学 印度学学者 身于卢比克 L Beck 专攻以马名为中心之佛教文学史 印度佛教史 佛教梵语之研究 对印度文化史及文物习俗 亦有很深之造诣 主要著作 VYSA Seek Share 一千八百九十五 Birdy Grantha Recession de Mahabharata 一千九百零一 Varana UND Diewasser 一千九百五十一等 P六千两百七十一 卢哲那 以泛名法Ocona 为佛之报身或法身 又作皮卢哲那 卢舌那 流舌那 敬满 各宗说法不一 如华言宗 以卢舌那 乃皮卢舌那之略称 为报身佛 乃华言经所说 莲华藏世界之教主 令如天台宗则 以皮卢哲那为法身佛 以卢舌那为报身佛 以释迦为应身佛 参与 皮卢舌那 三千八百五十八 二饭与 Rakena 又作卢之那 亦亦狂乱 痴迷 属于茄科 Soloneci 枝草本植物 学名的Turamito 零 全株有毒 可作药用 分布于西部 喜马拉雅山至 是德干半岛西部 惠灵因一卷二十六 大五四 四七二下 卢之那花 中略 此云眼花也 观世音菩萨受寄精 P6271 卢西多家 范语Rahataka 略作卢西多 又作卢西亚家 赤色之意 如卢西多龙王 亦为赤龙 正法念处经卷十八 翻译明义集卷三显色篇 P6272 魔牛 原指晚魔之牛 比喻未聚真修之森尼 晚魔碾雾之牛 日日心情操作 然图未生劳 魔所用心 遂以此比喻修行佛道之森尼 身虽行道 而心不行道者 四十二章经著 万叙无九 三九下 沙门行道 无如魔牛 身虽行道 心道不行 心道若行 何用行道 万善同归集卷二 P6272 魔那 加沙之一种 相传乃高丽所产 以及精致之之物至成 魔 即指子魔 属于灵罗类 六祖谈经宣兆第九 大四八 三六灵上 感河施恩 鼎带魔以 并奉魔那加沙及水晶 令据东坡全集魔那暂序所在 长老佛应大施乐园 由仿经施时 天子闻其名 赐以高丽进贡之魔那 又禅灵象器兼福章门引用基灵智之文 为高丽森者摩那者为禅法师其那圣经好 P6272 魔驱 范明MG 又做魔家 魔家 魔驱 魔家 意义做祭东 星月 七星 七星月 为印度立第十一月之月份名称 盖范宇之MG原为星秀之名乃二十八秀之一 印度于十一月之十五日月亮之此星秀而满 故以此星秀之名为月份名称相当于我国英立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五日 大唐西玉记卷二 大五一 八七六上 东三月 魏豹沙月 摩驱月 陀勒巨拿月 当此从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又宝星陀罗尼金卷四 大一三 五五五下 墨家 唐颜新秀 新生者 若凶弱背而有小油 是善丈夫 能如法行而多获 大等大 大吉金卷四十二 塑药金卷上 大皮婆沙润卷一三六 批六千两百七十二 摩驭 摩驭 又做摩司 摩下 对防 在禅陵有专攻充理摩面之乌院 称为摩驭 掌力摩驭之僧子 则称摩头 禅陵象器兼职位门 批六千两百七十二 摩灭 消灭 消失之意 为一切有畏法西皆无常 世间之物立经碾摩 中至消灭殆尽 准此而知 有畏诸法必因日渐磨损 中至消灭 无有常住者 如中阿含金卷四十三与无量寿金卷下等所说 无人知欲乐 才是等 皆无法长存 随即消失 大宝基金卷九十六 大一一 五四二上 须迷河海禁桥枯 毕竟摩灭归虚空 大乘一张卷九回向一三门分别 批六千两百七十二 摩 为研摩瓦玉使沉静 乃彼欲修道有所欲求则终不能成就 此辟欲出自传登陆 马祖道一静日作禅 欲图作佛 南月怀让禅尸碎于彼安前摩欲沉静 以其中不能成之故 明是道一 摩若不沉静 图作禅亦不能作佛 谨得传登陆卷五 南月怀让章 参月 南月磨砖 三千七百五十四 P六千两百七十三 摩摩加罗 泛于摩摩摩摩摩摩摩之音 以 意意为 我所 乃从属之意 亦只属于我所有者 不离于我者 为执着于我所见的五曲韵之法 又分为以下三者 相应我所 随转我所 不离我所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一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参月 我所 两千九百四十 我所见 两千九百四十 P六千两百七十三 摩头 禅灵中 掌管摩愿之僧职 负责念摩骨 麦等骨粮 又做摩主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列职杂物条 大四八 一一三三上 摩主 兼主对方 米面公众 及有关系 须则有道心人 安小充摩等事者充之 禅怨清规卷四摩头圆头庄主解怨主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P六千两百七十三 摩撒 泛与MSA 巴利与MSA 又做摩沙 摩梭加 泛MAKA 巴M Saka 一一位钱 同钱 为印度古代通货之一 八十倍尺 泛Kaparda 为一摩撒 二十 或十二 十六 四十 摩撒 为一加利沙纳 泛Krpi 在绿典中规定 到取五 或三 四 十 摩撒 即四分之一加利沙纳 以上者 即泛波罗一罪 当并斥于僧团外 上计之加利沙纳 与摩撒之比例 依时代与地方之不同而有益 绿典中如四分绿卷一等 多位一摩撒相当于我国古代之一前 若已到取位数极少之五摩撒 五前 即犯重境言之 其说或有六物 顾唐代慧玲于所转一切精英一卷六十有所批驳 指出一摩撒印相当于我国的八十铜钱 五摩撒则相当于四百铜钱 幼范语M.A. 原为疏痘之名 学名Fausiolus rhodiatus 摩赫森指绿卷三十一 以大豆、小豆与摩撒豆等皆属于生骨 童书卷二十九 以摩撒为八种之一 故推测一摩撒及相当于一粒疏痘大之精的价值 根本萨婆多布绿摄卷二 善剑绿皮婆沙卷八 石颂绿卷五十二 巨舍论宝书卷二十二 玄印英译卷二十一 P6273 沁 亦中国古代乐器 以玉石所致 坐板样中驱 两头垂下 自行 属礼器之一 种类甚多 有玉庆、铜庆、铁庆、鞭庆、鞭庆、深庆、送庆、歌庆、特庆等 二经寺院中以同置于行物 置于佛桌右侧 于法会 刻诵石油为纳施以剖 木制之棒 及名之法器 中国自诵代以后禅灵多用之 其形状有 其形状有匀形、曲形、蝶形、莲花形等 大小不定 就其性质而别 则有大庆、圆庆、贬庆、小手庆等 大庆为直径三十至六十余公分之庆 原庆乃念诵所名 安置于台上 尤为纳主之 凡住持或遵俗示唤等 礼佛皆明三下 贬庆细以十至 行似云板 玄于方丈廊外 有客见住持 知客明三下 小手庆 俗称隐庆 座壮 底部中央冠以纽 父母饼 以小铁符及之 礼佛诵经皆明之 为其旨之节 日本寺院所用之庆大志同于中国 唯以首庆称为零 或以未满一尺之庆称为零 又以 庆、字座、隆 然其原因已不可考 赤修百丈清规卷八庆条 禅陵象器兼背器门 考信路卷一 持宝通缆卷中 P6273 激功 为修行佛道 累积所行之各种功德 善根 以度化一切众生 同意语如激累 激功累得等 法华经提婆平 大九 三五中 南行 苦行 激功累得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中 为众生故 被洪世凯 积累得本 杜托一切 无量寿经卷下 P6274 激聚 已未积蓄收成之谷物 长阿寒经卷二十二 大一 一四八下 由我耳食禁 共激聚故 便生康 二指运 范斯坦特 之意 即有为法之汇集 如五根 五镜等 珠色汇集 之色运 于家师的论卷五十六 大三零 六零八下 问 如说积聚义是运义 何等名为积聚义 耶 答 种种所造体义 更互合杂转义 一类总略义 增义损减义 是积聚义 三堆积之义 华言经卷五十七 大九 七六五下 畅纳自食 入班若波罗蜜门 名差别积聚 四 积聚精药星之略称 指积聚珠精药一之核心 参阅 积聚精药星 六千两百七十五 P六千两百七十四 积聚星 西藏语 State Piesense 大日经卷移住 新品为凡夫之旺星可分别为五十九种 积聚星及其一种 希望以无量为一之星 积学的一法而何具其他一切法之星 参阅 六十星 一千两百四十二 P六千两百七十四 积聚精药星 为摩喝止观卷以上所列三星之一 宗静禄所列四星之一 未能积聚珠精中所有之核心要义 如班若心经积聚大班若六百卷之精药 与大日经书列举二星中之第二 干利陀星同意 然天台宗反对此说 于摩喝止观卷二 为干利陀系真实星而非积聚精药星 翻译明义集卷六星意识法篇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九 参阅 星 一千三百九十五 P六千两百七十五 穆罕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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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教之影响,又因阿拉伯人信仰多神,崇拜偶像,牧师认为唯有信仰一神,使能统一阿拉伯民族。 遂于四十岁时宣称得到真主阿拉之启示,开始传教,称伊斯兰教。 后遭受迫害,遂由麦家陶至麦蒂娜,成为该地之政教领袖,确立各种制度与律例,如废除崇拜偶像及杀死女婴之习俗,限制取妻树木,禁止离婚,改革继承权,取缔奴隶制,帮助穷人,若非防卫及传教之目的,亦反对战争。 此后,牧师开始与犹太人及部分信仰多神之阿拉伯人展开战争。 于西元630年攻入麦家城,部署年阿拉伯半岛已全部信奉伊斯兰教。 参阅,伊斯兰教,2156,P6275。 穆勒,MLLier,Friedrich Max,1823,1900,得意英国自然主义之语言学家,未近代宗教学创始人之一。 其于印度之语言,文学,宗教,哲学,神话等各方面具有深厚之基础。 细诗人威尔赫姆穆勒,Wilhelm M.L.L.L.E.R.之子,生于德国的少,迪斯兰。 曾诗是柏林大学之薛林,Sherling,W.J.V. 博普,Bope,F.两位教授,以及巴黎大学之语言学,东方学教授布诺夫,E. Bone of 杜英,1847,后,堪行离聚费驼拓全集六卷,1849,1875,赴堪行四卷,1890,1892。 自150年至去世为止,历任牛津大学副教授、教授等职,1875年以后,完成东方圣书,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西费陀圣典典,佛经,吉纳典典,乃至可莱经,奥兹,孔子等关于东方宗教典籍之音译文集, 及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等新科学研究方法, 对解明印度学,东洋学有无比之贡献, 如以比较语言学观点,论证印度语系与欧洲语系为同一源头。 为欧洲学术界研究印度文化之启蒙学者,亦可谓英国学术界之范语学元老。 在日本,有南条文雄,高南顺次郎开拓其学,二人即属其门下。 重要著作如下,Buddhism and Buddhist Pilgrims, 1857,History of Ancient Sanskrit Literature, 1859,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 1861,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s, 1866,I'm Light Tongue in Diverglytent Religions with Sunscaft, 1874,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 1878,Demopata, 1881,Biographies of Words, 1888,Natural,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Religion, 1889,1893,Contribution of the Science of Mythology, 1897, 又1881-1885年间堪行之牛经一书, Anecdota Oxonensia, 其内所含大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金刚班若经,班若新经, 法术明集经, 范德尔摩萨格拉哈, 等书, 及赖日本留学生南条文雄, 立元岩寿等人之协助而完成者。 P6275 尹川, 亦河南许州东北, 及后汉域州之尹川郡。 我国三国时代, 首位前往于田国求取范本经典之沙门诸世行, 及身于此。 二湖北京州之尹川, 未遂出天台大师至已知出身地。 P6276 亏姬632、682, 法乡宗出祖。 唐代经照长安, 陕西西安, 人, 俗姓玉池。 自宏道, 又称林姬, 陈姬, 大陈姬, 姬法师, 或丹称姬。 俗称慈恩大师, 慈恩法师, 其宗派则称慈恩宗。 师貌魁伟, 秉姓聪慧。 十七岁出家, 奉赤为玄藏弟子, 入广福寺, 后宜驻大慈恩寺, 从玄藏习梵文及佛教经论。 或为师出具玄藏之命而不断示欲, 行驾三车相随, 前车载经论, 中车自成, 后车载佳记, 女仆, 石传, 岁友, 三车法师, 之称, 然此说孔未而传。 二十五岁参与易经, 显庆四年, 六百五十九, 玄藏义为时论时, 师与神访, 加上, 普光三师共同简文, 转译, 以义不和, 玄藏乃遣出三师而独流窥姬, 岁参柔十大论师之事论而成一本, 即成为时论。 玄藏又为师产说成那之英明正理门论及瑜伽师的论等, 故师通达英明之学与五性之宗法。 龙朔元年, 六百六十一, 玄藏主义变中编论, 变中编论诵, 二十为时论, 义不宗伦论, 阿皮达摩戒身族论, 皆由施比授, 除阿皮达摩戒身族论外, 皆作数计。 后犹太行, 五台山, 宣讲大法, 即反慈恩寺传授玄藏之正义, 著述甚多, 时称百本书主, 或百本论师, 而以为时论卫宗, 故又称为时法师。 永存元年纪于慈恩寺番经院, 是寿五十一, 藏于樊川北原之玄藏塔册。 诗之著作令有法愿意灵章, 瑜伽论略转, 百法明门解, 英明入正理论书, 设大臣论超, 对法论超, 圣宗十句一章, 即法华经玄赞, 阿弥陀经通赞书, 观弥勒上身经书, 金刚般若经玄迹, 说无构称经赞等。 成为时论掌中书要卷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时, 宋高森传卷4, P6276。 小玄, 日本, 修宴道, 行者锁着用之短法衣。 由九块布材质而成, 象征金刚界酒会。 修宴道行者入深山时, 降之者于衣服之上, 以防露水。 后成为装饰性之法衣。 P6277。 父, 梵与 Bentana, 居树之义, 为烦恼之义名。 有下列各种分类, 一, 相应父与所怨父。 不派佛教说一切有不教义之一。 有不主张苦, 即, 灭道四弟及修道所断之有漏法, 自见苦所断法至修所断法等无不知随眠所随增, 比随眠树父与之同时相应之心, 心所法, 令不得自在, 称为相应父, 随眠树父所怨之法, 称为所怨父。 所怨父又分四种, 何称无父。 然辟欲者则认为随眠于所怨, 相应二者无随增之义。 二, 相父与粗重父。 为实宗教义之一。 前者又作相或, 即分别性, 妄之便即所值之自性, 此分别性之或为为或之缘, 即所怨之相分系附见分之义, 故称相父。 后者又作粗重或, 即依他性, 妄之依他起之自性, 此依他性之或为或之体, 能细父众生而感后果, 故称粗重父。 三, 子父与果父。 受烦恼所父者, 称为子父, 受苦果所父者, 称为果父。 四, 贪、 甜、 吃等三父。 贪、 甜、 吃数父众生之心, 使其不自在, 故称为三父。 五, 四父, 即, 一, 欲借众生于五欲顺情等境, 心生贪爱, 起诸或业, 束缚于生而不得解脱, 称为贪欲生父。 二, 若于逆情等境, 起甜惠烦恼而不得解脱, 称为甜惠生父。 三, 本非是戒, 强以为戒, 称为戒道, 又取以修行, 故称戒取, 如外道之机, 苟等戒。 由此邪戒而增长或业, 束缚于生, 称为戒道生父。 四, 于非涅槃法中, 妄自分别以为涅槃, 心生取者, 称为剑取, 一己我剑, 由此我剑增长或业, 束缚于生, 称为我剑生父。 品类足论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二, 卷八十六, 丙婆沙论卷二, 顺正理论卷五十四, 显阳圣教论卷十六, 三无性论卷上, 法华经玄义卷三, 参阅, 三负, 六百八十三, 子负果负, 九百二十一, 五负, 一千两百零四, 四负, 一千八百三十九, 批六千两百七十七, 复日罗, 梵雨费拉之音矣, 又作拔折罗, 伐折罗, 卓家罗, 意义作金刚, 金刚处, 金刚为金中最刚者, 金刚处原系古代印度所用之武器, 行如三股枪, 亦有五股, 九股者, 密教取其催灭敌者之意, 故以金刚处为诸尊之持物, 亦为真言行者修法之道具, 参阅, 金刚, 三千五百三十二, 金刚处, 三千五百四十三, P六千两百七十八, 腹底, 范雨派汤之音矣, 又作波帝, 意义为妻女, 女, 性灵脊卷八, 密葬季, P六千两百七十八, 附加, 范雨飞几亚, 又作波家, 含有张, 不, 品, 严等义, 与拔渠, 范法嘎, 之一同, 据舍论书卷五, 大四一, 五五二上, 范云附加, 此云张, 是全辩中敬义, 如说诸行无常等张, P六千两百七十八, 复除河, 范名FuckU或VAKU, 又作波插河, 婆插河, 婆插河, 婆书河, 乃严福提四大河之一, 我国就称龟水, 乌虎河, 发源于新兜库石山, 由西北流经中亚西亚, 驻入险海, ROC, 若据大制度论等经论所在, 此河发源于阿诺达池之溪, 流入西北海, 另据大唐西域记卷役所在, 则渡霍罗, 土火罗, 等西域二十七国皆属此河之流域, 乃为中亚西亚树大河流之一, 考其位置与历代之记载, 应为金之奥克萨斯河, Oxos, 及阿姆河, AMU Doria River, 其是金卷一言符周平, 阿皮弹皮婆沙论卷二, P6278, 驸马达, 比喻不得要领之回答, 右座顺环达, 据舍论卷八, 大二九, 四一下, 经此所言同父马达, 犹如有问, 父马者谁, 答言, 马主, 及彼父问, 马主是谁, 答言, 父者, 如是二答, 皆不另解, 据舍论光纪卷八, P6278, 父托, 为解脱烦恼之细腹, 冷言经卷五, 大一九, 一二四下, 佛告阿南, 跟臣同源, 父托无二, 实性虚妄, 犹如空花, P6278, 父也费, 泛名非要费, 为封神, 乃一种无父之封天臣, 肺, 表无言三昧, 亦未必进空, 大日经义士卷七载, 此一本来无父, 得真解脱之封天臣, 于必进空中, 旋转无碍, 往复迅捷, 而能普度众生, P6278, 父喝国, 父喝, 泛名波卡拉, 又作不喝国, 宝屈罗国, 西域诸国之一, 或即经奥克萨斯河, Oxos, 南方之巴尔克市, Bulk, 纪元前四世纪末,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后, 奥克萨斯河流域成为希腊殖民的, 称为巴克托利亚王国, Bactria, 我国称之为大夏, 即印度人所谓之于那世界, Yavanna, 西汉寝, 越之西境, 占据此的儿称大越士, 或称赌霍罗, 其首都兰子城以及复合国, 唐代初, 玄奘大师西行求法, 经过此的, 当时该国佛教尤圣, 后见次衰为, 大唐西域记卷1P6278, 傅斯仙, 傅斯, 泛名VSHA, 巴利名VSHA, 又作婆首仙, 六火天之一, 二十八部众之一, 元系印度费陀时代之仙人, 于密教位列胎藏界漫图罗外金刚部之东方, 为裸身仙人, 右手直莲华, 左手持树珠, 盘右足, 抬左膝而作, 三昧耶行为树珠蛮, 另有助于虚空葬院之父思仙, 乃为裸身之苦行仙人, 右手作弹指行, 左手持杖而立, 三昧耶行为仙杖, 中阿汉卷38英五经, 大日经书卷6, 卷16, 大日经书演义超卷53, 批6279, 傅萨罗, 范与法沙, 右座不参, 意义为依, 或特指上依, 上福, 于有不律中, 亦以此语为森依之称, 法华经卷五分别功德品,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破森世六, 瑜伽论计卷六下, 批6279, 静云寺, 位于四川重庆静云山, 建于南朝流宋几平元年, 423, 出名相思寺, 明代史改称静云寺, 建筑规模极大, 华丽庄严, 历代均有修器, 抗战中, 太虚大师创汉藏教理愿于此, 传授佛经教义, 前来受学者甚多, 甚及一时, 四旁有破空和上塔, 附近西全灵时, 各善盛场, 修器得宜, 远近朝败者甚多, 四中大雄宝殿之横额为于佑仁先生所提, 抗战时国府要人, 各界名流, 提勇者甚多, 批6279, 汉林武奉集, 樊六十四卷, 细奉日本后扬成天皇之赤子, 而完成于元和九年, 1623, 之汉诗集, 为, 武山文学, 出其至江户出其集大臣之作, 其中经地院重传之序与刚外令柔之拔军收于大日本佛教全书, 批6279, 新画打众, 禅宗公案名, 戏唐代新画存讲禅师与某僧之机缘对话, 于其中点出直取中道之意, 武登会员卷十一新画章, 万序一三八, 一九六下, 僧问, 四方八面来时如何, 师曰, 打中间底, 森变礼拜, 师曰, 昨日赴各村斋, 途中欲一阵促风暴雨, 却像古庙礼弊的过, 新画借此公案, 为无人在东, 西, 南, 北等四面八方中, 应立于中央而不应偏向任何一方, 借以比喻修道者应远离断与长, 有与无, 苦与乐等各种两端截然对立之差别见解, 而直屈不偏不以之中道, 六祖谈经, 碧言录第六则, P6279, 新画存奖禅师语录, 全一卷, 又座新画语录, 广记大师语录, 唐墨灵祭宗森新画存奖传, 名永乐初年, 1403, 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八侧古尊宿语录卷武, 即录存奖语其施亦玄之机缘问答, 与后唐庄宗之应酬语, 新画四开唐士众法语等, 并于卷墨附录其教堪之灵纪会照禅师塔纪, P6279, 新画语录, 请参阅新画存奖禅师语录, 新世, 指佛之初世, 诸佛出现于世间成佛, 随机视现身灭大法, 拯救众生出离苦海, 故卫兴世, 四分律形式超资池记卷上衣上, 大四陵, 一六五上, 经此且据娑婆所见, 但欲王宫, 验世修行, 降魔成佛, 故云兴世, P6280, 新皇寺, 位于江苏省江宁县, 苏有西梁森道蒙, 于刘宋元家二十六年, 四百四十九, 至今师, 居东安寺, 太史, 四百六十五, 四百七十一, 初年, 明帝于建阳门外创寺, 令道蒙任刚领, 是位该寺之起源, 道蒙曾于寺中讲成时论, 续题之日, 帝亲自灵性, 公亲阶级, 以至四远学兵复制而至, 帝大喜, 照给月前三万, 四立四人, 白布立二十人, 及布于各一臣, 其后, 有道奸, 慧轮, 慧夫, 僧训, 道明, 保治等一相继住此, 各举法画, 陈永定二年, 五百五十八, 法朗奉赤来著, 讲华言, 大品, 四论等, 听众长于千人, 三论宗家祥大师及藏义在其中, 新皇之名岁彰显于天下, 梁高森传卷七, 卷十, 旭高森传卷七, 卷十一, 神仙传卷四, 批六千两百八十, 兴起行经, 凡二卷, 又坐十元经, 严界处元经, 后汉康梦详意于新平元年至建安四年,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九, 间, 收于大阵藏第四册, 内容由孙陀利处元经, 头痛处元经, 目腔刺脚因元经, 苦行处元经等, 十经组成, 叙述佛陀一生中所受十难之因缘, 历代三宝记卷四, 大唐内典路卷一, 批六千两百八十, 新教寺, 位于陕西长安城南约三十公里处, 为唐代樊川八大寺院之一,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载, 唐灵德元年六百六十四, 二月五日一经三藏玄藏世纪于玉华寺, 四月十四日藏于铲水之东, 总章二年六百六十九, 四月八日奉高宗赐命改藏于樊川之北原, 此乃该寺创建之时, 中宗十次语, 大便爵诀之士号, 宿宗则赐塔额, 命名为新教寺, 长庆元年八百二十一, 太和二年八百二十八, 沙门潭景与一灵相继修契之, 今寺内有三座塔, 最高而居中者位玄藏之设立塔, 两侧二小塔, 细玄藏弟子盔基与原侧之塔, 另有大雄殿, 藏金楼, 长方形厂亭等。 由于清同志, 1862, 1874, 年间本寺曾遭火灾, 故除三塔外其余建筑军系静代所建。 民国七十三年, 1984, 十月, 中日佛教界与此举行玄藏大师世纪1320周年纪念法会。 大唐三藏大辩诀法师塔明序, 宋高僧传卷寺, 唐会药, 长安治, 长安古沙提药, 大清一统治卷180, 知纳文化史记解说九, 长盘大定, 官也真, 批6280。 新官, 1634, 明末曹洞宗森, 准郡人, 俗姓元, 是称古言新官禅师。 师出生时, 避口惧不食辱, 母焚香拜祷许以素食, 方食之。 年九岁, 随父李松汝道秘出家。 月三年, 闻道秘世人生禅, 岁日夜参究不舍。 清顺至十三年, 1656, 网参睡翁一和尚于报恩寺, 有所醒悟, 岁便参诸方。 后至天同道稳处的悟, 乃归李坛度一和尚, 并四七法。 出于文书四红法, 后迁至狐心四, 大红法化。 促年不祥。 这有序静待尊素路行事。 增定佛祖道隐卷三, 须云, P6281。 新渠, 梵雨海羹, 为五星之一。 右座新渠, 新旧, 新宜, 行鱼, 行举, 产于新疆和田, 西藏, 印度, 伊朗, 阿富汗等地, 为高达二公尺之草本植物。 根粗如细满精之根, 色白, 其锈如蒜, 可供食用。 若切断精之, 在断口处会渗出液体, 凝固后工作药用, 称为阿味药, 可驱除小虫或除臭。 右聚玄应应一卷十九载, 有以新渠为我国之云台, 十系物传。 宋高森传卷二十九会日传, 参阅, 五星, 一千零九十九, 批六千两百八十一。 新龙, 明末曹洞宗森。 古田, 福建, 仁, 俗姓臣。 是称辩赵新龙禅师。 又习如业, 年二十五出家, 依恒涛大新生究新宗。 后辩参诸方, 李文决禅师于北京, 并蒙其应可, 后归敏的, 成恒涛之命纪长古山, 红法杜弥, 静悦远来。 身足年不祥, 后仍为师立塔于古山。 忠臣于公相往师之道封, 乃之弟子之礼, 为师之语录作续行事。 增定佛祖道引卷三, 虚云, P6282。 兴隆禁寺, 位于台湾高雄左营区。 创建于清康熙二十八年, 1689。 历任住持, 带有新修, 四茂威, 殿宇堂皇, 为台湾南部著名古沙之一。 中日战争时, 被迫拆毁千离, 民国三十七年, 一千九百四十八, 于县纸重建, 同年并建百灵宝塔一座。 五十年天以法师进任住持, 精心策划, 陆续增建, 再赴旧官。 现任住持位新纯法师, 批六千两百八十二。 兴隆禅寺, 位于台湾台南兴营市。 由沈祖, 田水吉, 王子三居士旧姿创建于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里营宋安法师任开山住持。 三十七年十二月, 宋安世纪后, 由弟子为公法师继任住持, 与师弟为顶法师合力策划, 将四茂全部改造, 原有之木造灵骨塔, 改以钢筋, 又增建开山堂, 除世, 水道, 五十二年, 增建规模宏大支大雄宝殿, 扩建七宝塔, 设置火葬场, 并重建地藏王殿等。 P6282。 新圣寺, 位于日本京都府宇治市, 日本草洞宗寺, 山浩佛德山, 道远所开创, 为日本最早之禅寺, 本寺前申源为申草香谷口之旧极乐院, 附建后改称观音导立院新圣宝灵寺, 后音道远前往月前永平寺, 四岁荒废, 故迁至县址, 再度新修。 本寺面临宇治川儿与平等院相望, 环境幽静。 P6282。 新圣国师玄耀广集, 请参阅古山神宴禅诗语录。 新圣万寿寺, 位于浙江于杭西北约二十八公里处之境山山路, 又称境山寺, 能人新圣万寿禅寺, 万寿寺。 唐代天保三年, 七百四十四, 法清禅师入山睫毛, 前陵海令吴某敢其得, 舍山中别墅未立经舍。 法清岁大红牛头宗禅法, 大历, 七百六十六, 七百七十九, 年终赐额, 进山院。 五代后唐长兴,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三, 年间, 五月前世整修, 迎请全载禅师主其事, 更名, 正国禅院。 宋十父更为精明, 立位禅宗武山之首。 历代皆有高僧居主, 寺内之建筑物多位近代所重建。 进山至, 大明一桶至卷三十八, 大清一桶至卷二一七, 参阅, 进山, 四千一百零三, 批六千两百八十三。 新词, 清莫名出身。 浙江天台人, 自观月, 浩天台观月。 松凤天台, 教洪净土, 其法缘普及护, 行, 永一代。 于上海新建法藏寺, 专洪教官, 每日讲经念佛, 数十年如一日。 诗言持戒律, 笃识念佛, 甘守淡薄, 禅静双修, 允卫护上第一遵俗。 诗更学通教官, 行解并静。 民国二年, 一千九百一十二, 编著, 二客和解, 说解详静, 流通极广。 另有, 金刚经义之书, 行事。 批六千两百八十三。 兴福寺, 位于日本奈良市法连寺庭。 日本法乡宗大本山, 又称山街寺, 藤原寺, 中臣寺, 官室英寺。 相对于原兴寺, 南寺, 之称而称为, 北寺。 本位藤原连族草创于山城, 京都府, 山街村桃园之私底, 然邸为陈连族吉末。 游笛是静女王续剑, 此为山街寺之起源。 为九一至飞鸟地方, 称为旧寺。 和同三年, 七百一时, 于建设平成经之同时, 藤原不比等级于县纸大家营建, 且以名为新福寺。 养老四年, 七百二时, 制定, 造新福寺佛殿三司, 成为藤原寺之族寺。 光明皇后亦于此设置诗药院, 悲田院。 为奈良时起法乡, 聚舍教学之中心道场。 随藤原寺之心荣, 心浮四在社会, 经济方面, 皆因而扩充, 且拥有众多庄园, 智有武装僧兵, 称为奈良法师, 对社会颇具影响力, 而为难兜七大四之一。 P6283 兴测, 一亿千六百三十五, 明末曹洞宗森。 济南人, 俗姓魏, 士称亦云兴测禅师。 年十六即有出臣之志, 遂离报恩寺松辱道密出家。 一日, 偶见双天一色, 红雁飞鸣, 顿绝前一宾室, 赋文一尊素举, 苟子无佛性, 知化, 乃得大物。 遂网参坛度一和尚, 得四起法。 坛度门下之杰出者中, 以师谓罪。 初开法于经风, 后牵住石头, 大红禅风。 促年不祥。 增定佛祖道隐三, 虚云, 明代三。 云南人, 俗姓不祥。 自大空。 诗世定堂和尚, 苦行利禅, 弘法化弥, 为四众所倾养。 其后, 至荡山必观前修, 从映光和尚玄严。 后入于诗子山世纪, 身足年于世受军不祥。 三名陌森。 江西人, 俗姓流。 自西赵, 好今兮。 二十岁出家, 诗世江州能人似之鸿绝。 美都佛典, 皆四处所熟人。 一夕于静坐中, 突见大光明现于前, 由此大悟。 清康熙年间,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二, 济能人之席。 后游学上海, 助西夺眼, 以善师化之故, 是大夫登门求见者众, 名震一时。 身足年于世受军不祥。 批六千两百八十四。 新轮寺, 位于韩国庆上北道庆州市, 又称天静临新轮寺。 新罗法新王十四年, 五百二十七, 摄人普燕独语王滋意, 甲吉伏法就行, 显现其锐, 令群臣对佛法身崇敬。 国人葬之, 并创立一寺, 名为拉丘寺。 二十一年, 以天静临, 五世纪时, 阿道和尚弘法所在, 之木材, 大兴土木, 真心王五年, 五百四十四, 落成, 名为大兴伦寺。 后以真心王出家, 王妃亦为比丘尼, 接驻于该寺, 故赐大王新伦四之鹅, 此为新罗四沙之滥伤。 善德王五年, 六百三十八, 以吉欲儿身性佛法, 速成弥陀圣像及左右菩萨, 并采化殿堂。 永秀禅师时, 在每月初五宴独捐躯之日, 于寺中修建法会。 经唐安智时盛之尼宿像, 东碧魏我道, 焰独, 慧宿, 安寒, 异乡, 西碧魏表迅, 蛇巴, 元晓, 慧空, 慈藏等。 锦明王十, 九百一十七, 九百二十三, 遭火灾, 净何, 继二僧墓园重建之。 碧尖化有普贤菩萨像。 金鱼本寺更建一座新唐宇。 三国仪式卷三, 东国通建卷五, 卷九, 朝鲜佛教通史上边, P6284。 新仇, 一千六百三十九, 一千六百九十五, 明莫森。 日本曹洞宗受昌派之祖。 金华浦洋人, 俗姓蒋。 自新月, 浩冬。 十岁落法, 后餐叶翠为唐, 居二年, 唐问, 狗子化, 诗将其口, 唐一喝, 如此反复七, 八次, 他日幼入世, 唐喝出, 岁世平生之一爱, 唐乃富济印证之, 十年三十三。 明王清新之祭, 隐漆于西湖永福寺。 康熙十五年, 一千六百七十六, 六月, 应日本长期新福寺 住持陈宜明森, 知寝儿东渡, 大宏法画。 天河三年, 一千六百八十三, 受水护光之护持居于大德寺, 更寺名为紫园寺。 原路五年, 一千六百九十二, 在紫园寺开堂。 诗姓聪慧, 伯通如典, 善于古情, 并公书, 画, 转刻。 原路八年, 或九年, 世纪, 世寿五十七, 者有东籍一卷。 续日本高森船卷 以批六千两百八十五。 新禅户国论, 樊三卷。 日森荣熙,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两百一十五, 者。 为日本最早之禅书。 荣熙系江陵纪宗黄龙派之禅宗自中国传至日本之第一人, 虽受南都北领诸宗所迫害, 然荣熙未曾屈服, 且以, 正护国家, 新禅护国, 未止去, 而这新禅护国论招事于是, 终令传至日本之禅宗得以兆端。 本书内容分位十门, 即, 一, 令法九柱门, 二, 正护国家门, 三, 世人决仪门, 四, 古德城镇门, 五, 宗派邪迈门, 六, 典据曾姓门, 七, 大纲劝参门, 八, 建立之墓门, 九, 大国说话门, 十, 回向发愿门等。 扶桑禅林书目, 批六千两百八十五。 新险如幻经, 请参阅如来新险经。 新险经, 请参阅如来新险经。 偶艺大师宗论, 凡时卷, 明代陈时编, 又称林峰宗论, 林峰偶艺大师宗论, 偶艺宗论, 此论系编辑偶艺一生之宗论, 凡愿文, 法语, 答问, 谱说, 茶语, 说, 文, 偶录, 书, 论, 辩, 译, 记, 缘起, 序, 提拔, 书, 传, 寿序, 塔志明, 记文, 诵, 明, 真, 词, 赞, 诗迹等。 卷首有秩序之自序即成识之序。 P6285 偶艺宗论, 请参阅偶艺大师宗论。 偶艺秩序, 1599, 1655, 明代森, 无限, 江苏, 目读人, 俗姓中。 自偶艺, 号八步道人。 由于婉居林峰, 浙江航线, 剑寺, 创设, 著书, 故事称林峰偶艺大师。 少好如学, 事灭事老, 偶月著红之字之路, 竹窗随笔, 遂取己所者辟佛论坟之。 福富丧其间, 文德藏菩萨之本愿, 始蒙出家之志。 22岁专志念佛。 一年发四十八愿, 自称, 大朗幽婆赛。 24岁就憨山大师之门人雪岭剃度。 诗常学华言, 天台, 为识, 欲统一禅, 教, 律, 综合佛教诸家体系, 为于实践上侧重念佛。 并肩至儒家, 井教。 主张融合佛, 道, 如三教。 著作极多, 其中阅藏之经, 细解说大藏经之经, 御, 论, 杂等四部。 并融会诸教学, 注视大臣其信论, 大臣止观论。 弥陀, 弥陀经要解一书, 乃条和禅与念佛之作。 门人诚识别编起一文为林峰偶义大师宗论时卷。 宇憨山, 子伯, 连池并称明代四大高僧。 净土圣贤路卷六, 林峰偶义大师宗论卷移, 参阅, 秩序, 5019, 批6285。 环物老人必言录, 请参阅必言及。 环物佛果禅师语录, 请参阅原物佛果禅师语录。 环物必言及, 请参阅必言及。 环物语录, 请参阅原物佛果禅师语录。 环物集结录, 请参阅集结录。 环物禅师新药, 请参阅原物新药。 萧子良, 460, 494, 南起五帝之次子, 封敬灵王。 自云阴, 少师及清廉高尚, 教由天下才学之士, 好学而善解。 博通经, 史, 黄老, 游喜佛典, 严修班若, 圣满等。 永明元年, 483, 召请明僧至帝基, 设奖席于法云经社。 五年, 仁政卫司徒, 宜居基隆山, 于西底会及学士超经。 七年, 于普洪寺, 请僧柔, 会赐奖成识论, 转树成识论要略九卷。 九年, 经亦发生水患, 王开仓震灾, 极尽体恤。 又树渡在底原营半斋戒, 宫亲为僧奉食送水。 王获自身作蒋经, 免人未善, 获造经北兴生, 生自直卢永畅。 如臣颇以为王之举措有失威夷, 而王始终互持佛法, 勒摩卷义。 龙昌元年春促, 世寿三十五, 亦说三十一。 世号, 文宣, 梁高森传卷八, 出三藏祭集卷五星集超经禄, 卷十二旗太宰静林文宣王法集禄, 历代三宝祭卷十一, 南齐书卷二十一, 批六千两百八十六。 萧四, 为寺院之义称。 梁武帝萧眼睹信佛教, 多造立寺院, 而观以己信, 称为萧四。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六三下, 经多称僧居为萧四者, 必因梁武造四以信为体也, 令巨渡阳杂鞭所在, 梁武帝好佛道, 喜造诸浮屠, 并令萧紫云, 南齐高帝之孙, 以非白体大书萧四之名。 批六千两百八十六。 萧长茂, 自云桥, 南朝齐武帝长子, 身足年不祥, 武帝即位, 立位皇太子, 与帝静灵文宣王子梁皆笃信佛法, 据归一高森, 精通涅槃, 静明, 陈时等经论, 与求纳拔陀罗, 僧中, 法院, 僧远, 僧柔等相交圣密。 世号, 文会, 人称文会太子, 南齐书卷二十一, 批六千两百八十六。 萧统, 五百零一, 五百三十一, 南朝两武帝长子, 自得师, 小自为魔。 天间元年, 五百零二, 立位皇太子。 敏锐好学, 五岁能通五经, 一目数十行, 强继无师。 吉长, 至孝宽和, 处政清明, 天下皆称其人。 于己则不续生计, 居长疏实, 所受功赐, 悉仪做法事。 受菩萨戒, 奉持严谨。 辩懒重经, 深达奥义, 赋于宫内别利会议殿, 礼请高森, 于中讲论。 后因母士, 哀痛过甚, 于中大通三年四月促, 适寿三十一, 适号, 昭明, 适称昭明太子。 这有解二第一章, 文集, 文章英华, 文选等。 东宫藏书三万卷, 实为敬送以来之盛事。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梁书卷八, 批六千两百八十六。 肖称, 四百七十六, 五百一十二, 南朝旗, 梁时代学者。 一座萧灿, 蓝陵, 山东, 人, 自艳于, 嗜号, 瓶子。 亚爱音乐, 诗书及纯酒, 能闻且富变才。 受梁五帝所重用, 晚年认金子光陆大夫。 应犯整者神灭论, 否定因果轮回, 故迎其论真。 而肖称一座男神灭论批判之, 并阐阳其所持之佛陀观。 令这有汉书文符, 其梁时宜文集。 梁书卷二十六, 南史卷十八, 批六千两百八十七。 毕师, 范宇佩, 右座毕师, 牌师, 或皮罗师。 异役肉断, 凝结, 软骨, 肉团等。 胃胎内五位之第三位, 即自母体受孕至胎儿成型的五个阶段中之第三阶段。 巨旋应应一卷一载, 胎儿成长至第三个七日, 结集成柔软之肉团, 若为男胎, 成上阔下辖行, 若为女胎, 则成上阔下阔行。 又据于加略转卷义所在, 西域印度一代义称首邪位必施, 以两者相类似之故。 巨舍论卷九, 即义门族论卷九, P六千两百八十七。 荣三世间十身, 华严宗二种十身之一。 又作荣三世间十佛。 华严宗为原教之菩萨以真实之智解照见法界时, 所触目者, 无论万有万法, 皆是为佛身, 简约其类别, 分为十种, 总称为荣三世间十身。 即, 一, 众生生, 指六道之众生。 二, 国土生, 六道众生之一处。 三, 叶报生, 招感生于众生生或国土生之叶因。 四, 生闻生, 观四地而求涅盘者。 五, 独觉生, 观十二因缘而求涅盘者。 六, 菩萨生, 修行六度而求菩提者。 七, 如来生, 于, 因为, 修行圆满之佛身。 八, 至生, 佛身所具能证之实智。 九, 法身, 佛身所具证得之真理。 十, 虚空身, 及周辩法界, 普复群积之实体。 此时生之前三生属染分, 四至九生属净分, 第十之虚空身则离染, 净, 有, 无诸相, 而未染净二分所依。 又时生中第二之国土生, 即国土, 器, 世间, 第一之众生生及第三至六等五生, 未众生世间, 第七至十之四生, 未至正觉世间。 此时生容设三世间之诸法而为疲鲁正觉之体, 故称容三世间时生。 复以此时生为解之疲鲁这那佛觉体所知之境, 又称解禁时生。 旧华言经卷二十七, 十的经论卷十,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四, 华言五教章卷二, 华言玄坛卷三十, 批六千两百八十七。 荣本末分诸臣之对称, 为华言宗叛教之用语, 华言宗将如来一代之圣教大别为三圣与一圣两种, 更于一臣之中分同别二教, 而以法华经会三归一之之捍卫同教一臣。 华言宗三组法葬赋予华言五教章卷一解释同教一臣, 设立分诸臣容本末二门, 以分诸臣张写同教一臣之法体, 而以容本末阐释同教一臣之名义。 所谓容本末, 即同教之名义以一臣为本, 以三圣为末, 而容和三圣与一臣本末二者。 其下复开二门, 一敏权归十门, 敏权归十即一臣, 未向上门, 由, 积, 而去向, 法, 解。 二, 揽石臣全门, 揽石臣全即三圣, 未向下门, 由, 法, 逐, 积, 而下。 敏权而不坏权之故, 三圣即一臣, 而不爱三圣, 懒石之权而不义于石之故, 一臣即三圣, 然不爱一臣。 如是一臣与三圣容设, 其体无二, 此即痛教之义。 同教一臣之容本末与别教一臣该设门之差别, 前者承认三圣一臣之本末差别而融合之, 后者则不承认三圣一臣之本末差别, 而是一切三圣等法本来皆为一臣法。 华严经孔木章卷四, 华严经搜玄计卷一上, 华严经探玄计卷一, 参阅, 同别二教, 2244, P6288。 荣本应身, 日本佛教用语, 指应身之释迦佛容设于本佛弥陀之威德而现之相, 一级无量寿经之教主, 此系日本净土真宗论就所依止之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等三经, 与法身, 报身, 应身等三身之关系时, 所常用论题之一。 P6288。 荣是相入为时, 华严宗所立时重为时之一。 一是是无碍之相所成立。 即理性原荣无碍, 故一理所成之事, 是法相入, 是相别体, 显了分明而互不障碍。 华严经探玄记卷十三, 参阅, 十重为时, 461, P6288。 荣通, 荣会通达尔勒摩至爱, 与相及相入同意。 环物佛果禅师与陆卷十四, 大四七, 七七五下, 得山棒, 灵济喝, 皆彻正无声, 透顶透底, 荣通自在。 摩喝止观卷七, P6288。 荣通妄想, 即想应, 想韵。 唯无妄想之一。 众生之色身为时智, 念律未虚情, 虚实迥益, 而能相识相应, 细有想融合之故。 又心生虚想, 行取食物, 其心, 行义用而能相应者, 细有想互通之故。 此心, 竟相随而无间断, 皆属妄想, 故未未融通妄想。 参阅, 五妄想, 1075, P6288。 荣通念佛宗, 未日本十三宗之一。 全称荣通大念佛宗。 略称大念佛宗。 宗祖为圣应大师良忍。 良忍于永久五年, 1117, 唱十戒一念, 自他融通之念佛。 为一人念佛之功德, 融通于一切人, 一切人念佛之功德, 亦融通于一人。 且念佛义行通于一切万行, 一切万行距于念佛义行, 故一切功德, 于此圆满, 的往生净土。 明治七年, 1874, 公布宗明, 以大坂士之大念佛四位总本山。 本朝高僧传卷五十一, 批六千两百八十八。 融通念佛缘起, 凡二卷。 日本南北朝十良正传。 右座融通缘起, 融通大念佛缘起。 主要叙述融通念佛宗宗祖良忍之传记及宗义要领, 兼有图绘。 乃该宗部教所用。 现存之魔本有二种, 一, 佐俄清良寺本, 传说系字印永二十一年, 一千四百一十四, 起三十年间所制作, 此位后小松天皇, 足利益池等公卿, 将军所作, 图画成于行广, 行秀, 光国, 纪迹, 永春等人之笔。 二, 禅陵四本, 宽正四年, 一千四百六十三, 土佐光信一清良四本所画, 此位后花园天皇以下诸将军所作。 日本印书考卷二, 日本国宝全集第三十二集, 批六千两百八十九。 荣通元门章, 全义卷。 日本荣通念佛宗第四十六代大通荣观者,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四册, 叙述宗宗祖两人开创荣通念佛之因缘, 并解释宗明, 阐述宗义, 为该宗之根本盛典。 批六千两百八十九。 荣西,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九, 广东藩于人, 原籍浙江, 俗姓汤, 自血云, 又好久止投驼。 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以能文善便著称。 未出家前, 曾仁藩于小学校长, 教育厅士学官, 中央法币基金委员会要职, 西南政府政务委员会高等顾问, 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秘书等职。 又组织广州佛教阅经社, 六一佛学研究会, 创立原音乐堪设, 并致力于习禅探议, 护法及保护庙产等。 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师并宾死, 其母带为许愿出家三载, 并果欲, 故信佛一间。 三十六年, 于越北南华四清至虚云和尚, 归一位门下弟子, 法号宽云。 其后, 突受不识之风汉棒及其薄, 昏厥间谎见观音就知, 醒来尽无好法受损, 岁亦全湾竹林禅苑一荣秋法师替度, 好荣西。 一年, 一大雨山林影四灵西法师受据足解。 后英虚云和尚首书, 佛道疑南, 以示之, 岁于四十三年自港复新加坡, 常往返新加坡与吉隆坡兼宏法, 并于吉隆坡创办马来西亚佛学研究社。 四十八年世纪于吉隆坡, 世寿七十二。 这有佛教与禅宗, 隔藤吉, 无相送讲话, 百玉精选讲等形式。 批六千两百八十九。 荣石, 指通达是礼之人。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 大四三, 二二九上, 但资荣石, 绣传登, 批六千两百九十。 卫世渡, 西晋慧帝, 两百九十, 三百零六在位, 十四周吉郡吉县, 河南, 人。 身足年不祥。 秉信安平乐道, 常思佛法。 临终之日, 清静早述, 诵经一千余言, 后安详世纪。 亦有道横斑若金二卷。 出三藏纪集卷十五, 批六千两百九十。 卫元松, 北周时代一周, 四川, 成都人。 精通阴阳力算, 且能闻, 性颇觉诈。 年少时余一周也安四从王明禅师为沙弥, 不耐倾苦, 扬味狂放, 诸森姬齿之, 岁赴长安。 天和年终, 五百六十六, 五百七十一, 造作称伟, 欲言逝世。 又仿效太玄金座, 元包, 一书十卷, 另着有其三教论七卷。 五帝即位后, 元松尚书诋毁佛法, 自此还俗, 并与道士张兵敬严肺毁寺院即僧尼, 帝颇信众之, 遂有毁法之举。 后不知所终。 广宏明集卷七, 旭高僧传卷三十五, 周书卷四十七, 北市卷八十九, 批六千两百九十。 卫塞节, 泛名V.I.卡, 巴黎明V.E.S.卡, 即月圆日之祭典。 右座皮舍区节, 废舍区节, 卫塞日, 八V.E.S.卡, 此日系卫塞月, 八V.E.S.卡, M.S.A., 之月圆日, 以及古印度英历六月十五日。 南传佛教国家于此日圣大庆祝佛陀之诞生, 成道, 涅槃。 如西兰, 金斯里兰卡, 即以此节位最伟大之庆典, 人民网佛寺礼敬, 供养三宝, 并持戒听法, 政府亦禁止杀身, 卖酒, 见或释放囚犯, 僧人则日夜说法, 即念诵守护金以消灾祈福。 西元1950年,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西兰首都可伦坡举行首届大会, 义觉佛陀诞生于西元前623年, 涅槃于西元前543年, 成道于西元前588年, 而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认为佛陀降生。 涅槃皆在阳历五月月圆日, 故此三个节日之会及节庆, 即称魏赛节。 又应同时纪念三世, 故称三祈同一庆。 1954年, 世界佛教徒联谊 被与免首都仰光照开第三次会议, 义觉将魏赛日定为世界佛陀日, 以此一节日显示佛陀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之智慧光辉要全球, 并借以发扬佛陀慈悲平等之教义, 倡导世界和平。 佛陀的年代及三期同一庆, 陈绍英, 吴敬登记刊第48期, P6290。 魏陀吉印, 1888、1958, 日本佛教学者。 大分线人, 毕业于曹洞宗大学, 京都大学, 后又留学西欧, 带回宗学研究之心风气。 历任曹洞宗大学教授, 居则大学教授及校长。 这有宗祖道元禅师, 国义一切精华严精之日义, 大臣其信论讲义等。 P6290。 恒山, 位于湖南衡阳北方, 又称南越, 位五越之一。 南朝臣代之会司, 唐代之怀让, 西千吉明代之德卿等历代高森, 一阶层居此山, 因而持名于世。 山中有班若, 惠日等五封, 或称二十封, 七十二封。 一开元十八年, 七百三十, 知露山寺碑记载, 可知于三国无之保顶二年, 两百六十八, 有法重开山。 山中有万寿寺, 鹿山寺, 圣叶寺, 住圣寺, 及石头西千故地之南台寺, 慧思故地之福岩寺, 另有宇怀让, 马祖道义有渊源之传法院, 附近又有佛果克勤, 无准师范旧居之道零寺。 旭高森传卷十七, 柳河冬极卷六, 参月, 南月, 三千七百五十二, 批六千两百九十一。 横州开封密行忍禅诗语录, 请参月密行忍禅诗语录。 千维, 指马明菩萨降伏诡辩婆罗门之事。 据大唐西域记卷八载, 摩接陀国波扎里子诚有意婆罗门, 誓鬼以求福, 便谈一界鬼力, 故每步与人对面论坛, 为垂为仇怼。 马明菩萨网见对论, 致使婆罗门在围中默然监口, 师乃及千其为而屈之。 批六千两百九十一。 亲友, 指正只有德之人, 亦及能教导正道之人。 又做善之事。 与善友, 圣友同意。 据观无量寿经所在, 释迦如来称念佛行者为人中分佗利花, 观世音, 大士智菩萨为其圣友。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五, 据舍论卷十, 参阅, 善之事, 四千八百八十四, 批六千两百九十一。 亲友七法, 又做善友七事。 只成为正直有德者所应聚足之七种善法。 据世事要揽卷下所列举者, 即, 一, 难做能做, 二, 难语能语, 三, 难忍能忍, 四, 密室相告, 五, 互相附葬, 六, 遭苦不舍, 七, 贫穷不轻。 四分率卷四十一, 批六千两百九十一。 清光, 泛明奔陀, Prabhat或Prabhat, Maitra。 中印度摩基陀国纳烂陀四之学者, 大乘佛教于嘉行派论师。 约生存于六世纪中叶, 相传为护法菩萨之门人, 这有佛的经论。 论中将佛的经科叛位交起因缘分, 圣教所说分, 依教奉行分等三分以注释之, 称为清光三分科经。 此与静带道安, 三百一十四, 三百八十五, 所创, 三分科经, 说相符。 道安之三分科经, 即将经文科判为续分, 正宗分, 流通分等三分。 后为诸家世经者所言用。 解身密经书卷一, 成为时论数记卷一本, 因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参阅, 三分科经五百三十一, 批六千两百九十一。 轻因缘, 即四缘中第一支, 因缘, 未能生起有畏诸法之直接, 亲密之原因。 于为时宗称为轻因缘, 亦未能轻生自果, 便生自体之因缘种子性。 亦法本无自性, 乃依他之轻因缘法而生起, 即种子生现形, 现形熏种子, 三法同时而互为因果, 此为大臣缘起之时矣。 成为时论卷七, 参阅, 四缘, 一千八百三十二,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清理觉, 八种恶觉之一, 即常思义清气相理之年。 据陈诗论卷十四二, 不善, 觉品第一八二所说, 出家人若意念清理, 则生贪者, 由贪者附身守护之念, 故不宜生清理觉。 当念一切众生生死流转, 西皆清理, 无须偏者, 又于生死中未清理之故, 幽悲提枯泪成大海, 若负贪者则苦患无穷。 华严经书卷十三, 参阅, 八绝, 三百一十九,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清所愿缘, 书所愿缘, 之对称。 为时宗将四缘中之所愿缘分为清, 书二种。 与能愿之体不相离, 而未见分, 能认识客观之主体, 等内之所律托, 称为清所愿缘。 称为时论卷七, 参阅, 四缘, 一千八百三十二, 书所愿缘, 四千七百四十,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清迷惑, 于, 见到, 所断食货中之以与五件, 边件, 身件, 斜件, 剑取件, 戒进取件, 等六或, 称为清迷惑, 以皆清迷于四地之里而起诸惑之故, 而有此称,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清教师, 泛语, Opdheia, 巴利语, Yubukya之意义, 略作清教, 因义乌波陀耶, Opdheia之俗语, Bapiocrate 因一位和尚、和尚及清从受教之师 通常指 1. 受戒时之师 亦称戒和尚 2. 在印度指一般师父而言 此外 西藏喇嘛教四种阶位中最上之地四位 称清教师 权力仅次于达赖喇嘛 班禅喇嘛 1. 悬应应一卷二十三 密葬祭 参阅 和尚 三千一百二十四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2. 清圣 泛明 班 忽二 2. 应一叛度势力 叛徒势力 2. 未为实实大论师之一 3. 其世纪不详 传说与世卿卫同时代人 3. 长旧式清之为十三十诵作略是 3. 以妙器作者之义 4. 后代论师皆依据之 4. 然其书经已不传 5. 成为实论数记卷一本 5. 批六千两百九十二 5. 清圆 念佛行者所蒙受摄取之利益 5. 清圆及三者之一 6. 即行者与弥陀间密切之关系 7. 行者日常口称佛 7. 佛即闻之 7. 身常礼敬佛 8. 佛即见之 8. 心常念佛 8. 佛即知之 9. 心常意念佛 9. 佛意常意念行者 9. 行者与佛 9. 彼此之三业不相舍离 9. 此种密切之关系乃称清圆 9. 参阅 三元 6. 六百七十四 9. 批六千两百九十三 9. 清兰 一千一百七十三 1. 千两百六十二 9. 为日本净土真宗开祖 9. 京都人 9. 俗姓藤元 9. 佑丧父母 9. 遂入清联院祠元门下替法 9. 出家后属义其名 9. 既有范燕 绰空 善性 于突清联 9. 后游学于比瑞山 南斗 9. 严习诸宗 然未能满足 9. 见仁元年 1. 千两百零一 9. 二十九岁 9. 仿法然于积水 9. 使达宿治 9. 而致力于念佛他立门 9. 因法然知念佛遭受排斥 9. 师徒皆获罪 9. 后清联或准归经 9. 岁至信农 9. 长野县 9. 下野 9. 木县 9. 长路 9. 慈臣县 10. 等地说法教化 10. 归依者慎重 10. 元仁元年 1224 10. 于长路之道 10. 田草安者 10. 教行信正六卷 10. 成为日后真宗 10. 之根本盛典 10. 后岁 10. 以此年为开宗立派之纪元 10. 六十岁返京途中 10. 于靖江 11. 资赫县 11. 幕布创建景之寺 11. 抵达京都后 11. 辗转于钢旗 11. 集水 11. 五条西 11. 洞院各寺 11. 致力于教化 11. 住宿 11. 红长二年世纪 11. 世寿九十 11. 弟子于鸟边 11. 尖野涂皮之 11. 藏于大骨 11. 赤士 11. 见真大师 11. 幼师入于法然门下后 11. 获法然许可 11. 而取七惠信尼 11. 是为真宗代七智之起源 11. 其子女善乱 11. 义绝 11. 与绝信尼 11. 均注称于是 11. 门下有真佛 11. 信信 11. 为缘等 11. 锁着出 12. 交行信证外 11. 另有净土文类 11. 聚超 11. 于突超 11. 入出二门祭诵 11. 以念多念文艺 11. 唯信超文艺等 11. 及其他赞类 11. 圣多 11. 其会卷传 11. 既有青鸾 11. 圣人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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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赌货罗国 赌货罗 泛名TOKRA TUSDAY KHRA TUSDAY RA 12. 细位于帕米尔高原 西南与奥克萨斯河 Auxus 上游之谷国 12. 又称赌区罗国 土货罗国 都区乐国 都区国 12. 此国地处 东土耳其斯坦至波斯 印度之要冲 该地区原属 波斯帝国之一部分 于西元前三世纪 为亚历山大大地征服后 出现大夏 至前二世纪 为越士 西方人称为TOKRA 所灭 于前一世纪 建立贵双王朝 其后 相继遭受印度 极多王朝 波斯萨山王朝 达西突厥之 侵扰或统治 至七世纪请 曾类赴唐朝 后赴受阿拉伯回 教徒统治 据大唐西玉记卷一载 其地南北千余里 东西三千余里 东陵聪林 帕米尔高原 西街波斯斯 波斯 经伊朗一带 南有大雪山 新兜库石山 北巨铁门 撒马尔汗南方 以东末春初 淋雨不断 故僧徒于12月16日入安居 至3月15日解安居 佛教传播至此的知识代甚早 于阿育王法士 善剑绿皮婆沙卷二等 皆记载阿育王时及浅使至此国 据多罗纳纳他佛教史第五章及第十三章所在 赌获罗王闽纳拉 范米尔拉 或吉纳先比丘 金中之弥兰陀王 巴利名为 米琳达 十 副法藏第五祖提多加 范迪 H 太卡 律五百比丘来此弘法 又加逆色加王时 说一切有不似大论师之一的妙音 藏 Bias Skrabas 亦系赌货罗国人 令誉出三藏祭集卷二 大唐西域求法 高森船卷上及开元式教路卷九等载 佛典之义者多有赌获罗国人 如增义阿含经 中阿含经 阿皮谈皮婆沙恩 无偶尽挂陀罗尼经等之义者皆是 赌获罗国之佛教徒主要往来于加斯弥罗地方 承袭小臣说一切有不知教法 近代于中亚发掘出土若干读霍罗语佛典断片 考定约抄写于六至八世纪间 几乎皆一犯与佛典一出 而其中皆细说一切有不知典籍 尚未发现大臣经典 诱读霍罗语属印欧语系 与临近之印度 伊朗语系不同 此外 依现存于库车附近之规资 Kizil 千佛洞壁上之遗迹 可查之赌获罗国人 亦曾致力于完成此洞窟四肢工作 正法念处经卷六十八 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中 阿皮谈皮婆沙论四十一 大制度论卷二十五 大唐西域记卷十二 往五天竹国传 范宇杂明 北时西域列传第八十五 随书西域列传第四十八 唐书突厥列传第一四零 西域列传第一四六下土火罗 西域佛教研究 与西勒地 宗教研究特辑号 土火罗 舍未考 井上真光 立正大使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史论文集 一千九百六十 批六千两百九十三 帝 范与萨蒂亚 巴利与萨卡 审时不虚之意 只真实无物 永远不变之事实 即真理 增益阿韩经卷十七载 如来所说之理法 真实不虚 称为地 诸经论关于地之种别 有诸多一说 如唯一之真理 称为一地 此外又有真俗二地 空甲中三地 苦及灭道四地 及七地 十地 十六地 二十五地等 据于家师的论卷四十六 开展四地而为七地 十地 依此阐明迷雾 因果之理 其中 七地与四地之关系如下 爱卫地 即 过患地 苦 出离地 道 法性地 灭 圣解地 道 圣地 灭 非圣地 苦 即 十地与四地之关系如下 起初之逼切苦地等五者 系显示八苦 表苦地 其次 业地与烦恼地系表集地 听闻正法如理作异地与正见地系表道地 最后 正见果地则相当于灭地 据旧一华言经卷二十五载 第五的知菩萨教化众生 为令其名了真理 故说十地 即 世地 第一异地 相地 差别地 说成地 世地 生地 竟无生至地 令入道至地 一切菩萨四地成就诸的岂如来至地等 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上则将此开立位十六地 古代印度六派哲学中之正理学派所立十六地 细将认识及推理论证之方式分为十六种 亦称作十六巨义 即量的真治之方法所量知识之对象 以用指动机解疑之作用 欲实力力政西谈立论者之主张之分 论证之形式及五之做法 思则熟律推理 诀断定论意分意坏意四应 立论之根据含有物谬之性质 难难 故意曲解对方之非难攻击而作之非难 政论 相当于十四过类 舵父 论政败备 等 中阿汗卷八重疾经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七 陈石论卷十一 二帝一卷上 摩赫止官卷三上 法华经旋一卷二下 中官论书卷十本 经旗十论 P6294 帝书罗诗 泛明特执 未具有如来无见顶相功德之五佛顶之一 意义做火炬佛顶 光炬佛顶 放光佛顶 火光佛顶 于密藏记 做高佛顶 此尊身成黄色 左手之莲花 尚有如一宝 主以光明设 聚众身之德 大日经书卷五 大日经义士卷七 密藏记卷末 P6295 第善巧 为三圣所修所观之法门 十善巧之一 即观苦地 即地 灭地 道地等四地 即世间 初世间之因果 辩中编论卷中 参阅 十善巧 469 P6295 帝贤 1858 1932 清末明初天台宗明森 浙江黄炎人 俗姓朱 明古须 浩浊三 又见沙门几喜 少师习一 二十岁 玄乎一中 屡未凭者施药 未酒 以七王子死 慈母见辈 岁顿入白云山 依臣道法师出家 二十四岁 于天台山国清寺受巨族解 先后清至闽熙 小柔 大海等诸诗 研习法华 冷言等经 光绪十二年 1886 受瑞荣祖之法 传持天台教官第四十三世 先后眼官三次 专修禅官 历任勇家头陀寺 绍兴借诸寺 上海龙华寺 迎宪观宗寺等住持 其坚映各地僧俗之请 讲经四十余年 宣统二年 1910 于南京设立佛教师范学校 并任校长 明国八年 1919 于官宗寺开创官宗学舍 并讲经红法 后又主讲于官宗学舍 罗智学僧 受以台宗大小诸部 于是人才位起 其僧俗弟子有长兴 人山 显阴 谭虚 介臣 池松 妙珍 蒋维桥 黄绍兮等 对于天台艺学之弘扬 贡献书大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 入记于官宗寺 世寿七十五 这有大佛顶首人 严经指昧书 原诀经讲义 金刚经新书 史中新要解 官经书超演义 教官刚宗讲记等书 后人和即位 帝贤大师 以及行事 批六千两百九十五 帝查法人 三种人辱波罗蜜之一 右座查法人 法司为解人 法司圣解人 通达人 观法人 观察法人 忍 为忍耐为逆之境 而不起甜心 帝查法人 及帝观诸法 不生不灭之真理 心无妄动 而安住于无身之理 解身秘经卷四 成为十论卷九 参阅 三法人 五百七十一 批六千两百九十六 地缘度 合并四地 十二因缘 六度 而称地缘度 天台宗 以此三者 为三藏教 终身文 缘觉 菩萨之所观 所修 八宗 刚要 批六千两百九十六 地听 梵语 瓣语 瓣语 受持经典之十重 法型之一 即从心中明白的 听闻佛法 长阿涵经卷二 圣天王班若波罗蜜 经卷七副主品 显阳圣教论卷二 P六千两百九十六 地观 一朝仙高利森 身足年不祥 精通天台教官 道玉吉慎 颇受高利国王之礼遇 其实在我国 由于唐末五代之战乱 天台宗之典籍大多散诗 无越望前红替玉复兴天台教法 遂浅使至高利 求天台典籍 诗乃于北宋太祖建龙年间 九百六十九百六十二 奉高利王之命 携天台论书诸布莱华 至天台山罗西传教院里夜当代天台宗大师一记 一语清新 岁礼之为师 于罗西居指十年而入记 所这天台四交仪 系天台学之入门书 佛祖统统计卷十卷二十三卷三十四天台四交仪及筑卷三朝显佛教通时下边 二一千九百一十六即民国之眼陪法师 江苏江都人俗姓李 地官为其好 经研天台 中官之学 致力于教学 弘法 著述 有地官全集形式 参阅 眼陪 五千八百二十四 P六千两百九十六 地官全集 凡二十八册 眼陪者 为作者历年之著述及其弘法之讲稿所绘集而成 作者号地官 顾命书名为地官全集 全集采用于体文 由新加坡林峰班若讲堂应行 民国六十七年 一千九百七十八出版 全集分为经事 律试、律试、论试、艺术、杂说等五边 凡七百余万言 其中对于玄奘所义之经典 如解身秘经 巨舍论 成为时论 义部宗伦论等诸书 皆广世之 篇幅约战权 集三分之以可见其对玄奘所义经典用力之深 又所义小城佛教思想论 大城佛教思想论 为关于日本近代佛学研究之作 其他另有天台兴趣思想论 南天油画 泰国佛教的简史等文 P6297 第关录 请参阅天台四交仪 燕文 M、M、李朝是宗时代所制定之朝鲜文字 正式称为 训名正英 燕文系对于汉字而自迁之称 现称Hung、Kra、大字之译 朝鲜与知音节分成出生 头字音、中生、中母音、中生、末字音 三部分 燕文为其中表出生及中生 两者共用同一文字 知识七个字音文字 加上表中生知识一个母音文字 凡二十八字 子音文字中的三字今日不使用 关于燕文之原形 据是宗时录载 传说系模仿中国之古传 燕文之佛典 可分为燕解、燕义、音义三类 其中 燕解是以燕文之注词解说汉文者 燕义是以朝鲜语翻译汉文者 音义是以燕文音义汉字音者 燕义或有交杂汉字之之词译语读 读为燕文之译译 实际上则在译书中同时并用 燕文佛典最古者为 世谱祥节 与月印千江之躯 是组合以上两书堪行为月印世谱 更在即位七年 一千四百六十一时 为汉文及燕文佛典之堪行 设至堪经兜兼 遂开版燕文之首伦严经 法华经 班若心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圆绝经 寓意禅宗勇家及 牧牛子修心诀等 由于堪经兜兼遭执拗之如臣反对 于开创后十一年废止 其后在各地四沙人有燕文佛典堪行 朝鲜佛教通时下边 批六千两百九十七 姿阶 未感叹称赞之语 又坐姿阶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上 舍我得佛 十方世界无量诸佛 不惜资皆称我名者 不取正诀 批六千两百九十七 剑王经 泛名R.J.Volf Gawka 权益卷 留诵举取经生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此经甚短 未平易之散文体 寄述佛陀于舍未果指数 不给孤独猿 为不离仙尼王说法 借鉴笔应以正法 慈心治国 批六千两百九十七 诸上善人勇 全一卷 明代道演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三五策 旧求愿往生极乐 净土之一二五人 自文书菩萨至陶氏十六娘 依次各作七言四句之永赞一首 并略计其身平 其中五人合数 其中五人合数 总卫一二二首 即比丘六十四人 比丘尼三人 幽婆塞三十八人 幽婆仪十人 卷末载有红五十四年 一千三百八十一 大幼之拔 十六年信生之拔 并赴祭送阳次公之念佛愿文一篇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诸天 亦依诸经言 御界有六天 六御天 色界之四禅有十八天 无色界之四处有四天 其他上有日天 月天 维陀天等诸天神 总称谓诸天 据普耀经卷六载 世尊在菩提树下臣道 诸天皆前来庆贺 古今者文集卷二 二于密教 指金刚界曼陀罗外 金刚不二十天 胎藏界曼陀罗外 愿知天龙鬼神 又称普世天 批六千两百九十七 诸天五苦经 请参阅禁除罪盖于勒佛法经 诸天传 凡二卷 南宋行亭传 圣万序 狱藏第一五灵册 提号重天诸天传 改定自神幻所者之诸天列传 计数天台宗加兰 所安置诸神之由来 并依经光明颤法定 其道场列赐 举案天 帝日 文 神 持国 增长 广目 金刚密 摩西守罗 散之大将 大便才天 大功德天 维陀天神 监牢的神 菩提树神 鬼字母神 魔力之天 并附载日公天子 月公天子 缩节罗王 炎魔罗王等 凡二十天 各一经论详其是缘 并加七言二十六巨赞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诸天说 禅说佛教经典者有五种人 诸天即为其一 如帝是天常于善法堂 为刀立诸天演说般若大经 大智度论卷二 参阅 五种说人 一千一百八十八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诸仙 一婆罗门 静修者之专称 法华经续品 大九 五中 最后天中天 浩约然登佛 诸仙之导师 二宋代森 齐县 山西人 俗姓培 法名与申族年军不祥 居于太原先幽四 立百余岁而法由黑 后绝十百日乃化 徽宗次号 诸仙 山西通至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诸仙 诸仙素作宗 古代印度外道十六宗之一 又称无外道 素作外道 素作因论 如离系外道之妄之 认为现世所受之种种果报 皆由于过去之素因 故主张现实苦行精进 即可消灭过去之素因就业 而于未来不受恶果 瑜伽师的论卷七 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一本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诸友 指迷界之万象差别 众生之所作业 由因生果 因缘果报十有不虚 可分三有 四有 七有 九有 二十五有等类 总称诸友 此外 诸友为凡夫众生福 省之生死海 故称诸友海 法华经续品 大乐金刚不空 真实三摩耶经 大臣一张卷八 教行正信卷 批六千两百九十八 朱色 于禅灵 指各种各类之事物 赤修百丈 轻规卷七月分须之条 大四八 一一五五上 岁中 结成朱色不输 又朱色贤人 则指无用之人 批六千两百九十九 朱色座头 指禅门各种工匠 如木工 水泥工 石工 土工等 隶属修造局 职司制造四门之重要器物 监督领导朱工匠者 称为兼作 或以作投物为源头之别名 赤修百丈轻规卷三计刺条 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P六千两百九十九 朱形 亦指一切有位法 所谓形 犯SASKRA 8SAKHRA 即表示由因缘和和而造作者 根本佛教中 朱形与一切诸法同意 然于不派佛教 则认为朱形仅止有位法 而一切诸法 不仅止有位法 亦包含无位法 依存因缘形成之有位法 并非永久不变 而为时常变化流动者 即无常 故为朱形无常 北本涅槃经卷十四所皆之无常计 即以朱形无常 为聚首 朱形无常系三法应之一 为佛教之根本思想 俱舍论卷二十二 中论观行品 法华玄一卷十二 只为达到菩提而于身 口 亦所作之善行为 又作万行 行 乃动作 行为之以 在净土教 将念佛以外之善行称为朱形 亦称定散朱形 于行 而以朱形的往生极乐者 称为朱形往生 日本净土宗派中 又有主张阿弥陀佛本愿之真义即在 朱形往生之说 称为朱形本愿义 仅依朱形 则无法往生之说 即称朱形不生义 是净土群移论卷四 安乐及卷下 P6299 朱形本愿 为以念佛以外之诸善万行为本愿 予出日本净土宗僧长息之念佛本愿意义书 朱形于念佛具为阿弥陀佛之誓愿 而誓为众生往生之因行 念佛往生 系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为基础 朱形往生 则依第十九愿之修诸功得及第二十愿之之诸得本而成 P6299 朱形有味精 泛名阿弥陀佛 全意卷 宋代法天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寄数佛陀余给孤独圆内 说一切行之千流无常 乃至佛本身亦须舍此幻化肉身 P6299 朱形依果 菩萨依菩萨成而修行 所得十种功德之一 以菩萨修习之种类极多 范围圣广 而形形相依互起或相互增长 故有此称 六十华盐精卷三十八离世间品 范围圣 三月十种依果 四百八十八 P6299 朱形往生 为净土宗所立 为念佛以外之朱善万行义能往生极乐净土 我国唐代净土宗 朱大德对 朱善万行 所立之名目有义 如善导于观金疏散善意 称之为杂行 道错于安乐极卷下 称之为万行 故意有万行往生之称 日本净土宗之祖法然以称念弥陀明号之五正行为往生净土之方法 法然之弟子常西则为诸行与念佛应仪式同等 是净土群移论卷五 P6299 朱形无常 犯语 NTSARVA SASKR 为世间一切现象与万物经常转变不息 此系佛法之根本大纲 与朱法无我 涅槃寂静 同为三法应之一 称为朱形无常应 或一切形无常应 一切有畏法无常应 所谓三法应 即得借以判断佛法的是否究竟之三种法门 灭盘经卷下之无常计 大一、二零四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寂灭未乐 日本有一缕播歌 乃唱永词四句之歌 参阅 无常 五千一百零九 一缕播歌 兩千一百五十三 批六千三百 诸佛实乐 即菩萨修学回向道 至远离幽脑 诸根清净之时 更发心回向 愿以所种善根 令诸佛的转更增圣之实乐 此系八十华言经卷二十四所说 十乐即 一、不可思议佛所住乐 二、无有等比佛三昧乐 三、不可限量大慈悲乐 四、一切诸佛解脱之乐 五、无有边际大神通乐 六、罪及尊重大自在乐 七、广大究竟无量力乐 八、离诸之觉寂静之乐 九、诸无爱诸恒镇定乐 十、行无二行不变异乐 P六千三百 诸佛心印经 请参阅诸佛心陀罗尼经 诸佛心陀罗尼经 泛名Buddha,H-Daya,D-H-R-A 诸余卷 诸佛心经 诸佛心印经 诸佛陀罗尼经 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内容叙述佛陀 佛陀为诸菩萨说诸佛心陀罗尼 若至心持诵 的超脱百千劫之生死俱苦 乃至消除一切恶业 经退一切魔君 令有诵代 法天所义之诸佛心印陀罗尼经一卷 为同本意义 然将佛所说分为佛心印陀罗尼 与一切诸佛心印陀罗尼二种 真元心定是教目录卷十一 P6300 诸佛心经 请参阅诸佛心陀罗尼经 诸佛以莲华为床 莲华又座莲花 表示莲华藏世界 此世界未报身佛之净土 故诸佛常以莲花为座床 令据大智度论卷八载 诸佛随应世俗众生 故释现神力 夫作于清净柔软之莲花 尚而不令其坏 又据大日经书卷十五载 莲花表示吉祥清净之意 然以世间莲之相状有种种差别 故意依佛菩萨之等位 床座有白莲、赤莲等分别 页数与开合大小一书 摄大乘论试卷十五 真地义 P6300 诸佛所护念经 请参阅阿弥陀经 请参阅阿弥陀经 诸佛法普入方便 会分别照明持经 请参阅虚真天子经 诸佛陀罗尼经 请参阅诸佛心陀罗尼经 诸佛要集经 泛名Buddha S.A.J.Titanion 凡二卷 略称要集经 西境诸法护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计数佛陀余王舍成庞帝数十世中入定三月 以神通力至普光世界天王佛处 宣说诸佛要集之法 集文书菩萨清其神力 未能动摇离异女 天王如来右侧之女子 入定一世 诸佛所说之要集法有六 一诸法空 二诸法常住 三出发菩萨心 四六度无集五 菩萨时的所入处 有佛不可得 P.6300 诸佛家 指诸佛所住之处所 一集集乐净土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六中 观世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 为其圣友当作道场 深诸佛家 观经书三善意 P.6301 诸佛常住心 及诸佛所证的常住不便之心 此心非心 亦十之心 乃三界为一心之心 故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 墙壁瓦利皆为此常住心 准此 以静诸法界为一心 是故作作进退 亦为此心 P.6301 诸佛鼎 佛鼎 即如来之无见鼎香 乃常人所无法见及之书甚香 具足最上最甚之功德 诸佛鼎 则指密教胎藏界漫图罗中 表示佛鼎功德之诸佛 有多种类别 1.3佛鼎 即表示三不重德之广大佛鼎 即广大佛鼎 无边应生佛鼎等三尊 2.5佛鼎 即表示释迦如来五智之白散盖佛鼎 圣佛鼎 最圣佛鼎 光聚佛鼎 除障佛鼎等无尊 3.8佛鼎 即三佛鼎与五佛鼎之总称 4.9佛鼎 即于八佛鼎之外令加设一切佛鼎 5.10佛鼎 即于九佛鼎之外令加普通佛鼎 又有观八、九、十佛鼎之名称 诸金轨所举各异 参阅佛鼎 2723 P6301 诸佛菩提 即大菩提 通于是理二法乃为佛能得知菩提 未能断一切有为诸法之所支障 而西之诸法之一切种制 大智度论卷4 参阅 菩提 5198 P6301 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泛名Sarva Buddhavatt DHRA 全一卷 又称诸佛集会经 唐代提云般若裔 收于大阵藏第21册 既数佛佛陀怜悯众生不惧生死 而于横迦和叛及十方诸佛 共说习灾严命之咒及谈法 开元世教路卷9 P6301 诸佛华经 请参阅称阳诸佛功德经 诸佛集会经 请参阅诸佛集会陀罗尼经 诸佛经 全一卷 诸佛称阳诸佛义 收于大阵藏第14册 寄数佛陀在王舍陈说过去无数节中有几万千百之佛出世立身 并列举诸佛之名号 此经属于主张多佛出世之经典 P6301 诸佛称赞义 日本净土真宗所立 为的金刚信心者所获现身十种义之一 至心归信阿弥陀佛者于现世即能得诸佛称赞之利益 观无量寿经 参阅 现世利益 4723 P6301 诸佛慧法身经 全一卷 一者不详 约为流诵十 420 479 所以 又称如来至印经 收于大阵藏第15册 本经记载佛魏设利福等大声文宣说至印三昧 令的观佛身 其次说明弥勒对此经之护持及七法八菩提心等 同时劝说书写读诵 又本经之义一本有诵代至吉祥所义至大臣至印经略称至印经 初三藏祭集集卷四 开圆式教路卷五 P6301 诸佛资皆院 又座诸佛称探院 诸佛同赞明子院 诸佛称明院 诸佛称阳院 系阿弥险佛四十八院中之第十七院即是愿诸佛称阳赞叹其名号 无量寿经卷上载有此一誓言大一二二六八上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惜之皆称我明者不取正诀 P6302 诸佛护念义日本净土真宗所立 为的金刚信心者所获现身十种义之一 即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者能受十方横杀诸佛之护念 观念法门参阅现世立义4723 P6302 诸佛称即种种邪剑共计六十二种系古代印度外道之望值 有关其分类于诸经论中所说各异 诸唯摩洁经卷二大三八三四五上 诏曰诸剑六十二诸望剑也 唯摩洁经地子品参阅六十二剑1241P6302 诸剑法界系天台宗修习只观所立使法界之一 如唯摩洁经所说 以邪相入于正乡 即对诸外道之望剑不起动摇而观行三十七道品 是诸剑为不可思议之法界称为诸剑法界 诸唯摩洁经卷二大三八三四五上 大士观诸剑真性即是道品 故不尽舍诸剑而远修道品也 唯摩洁经地子品P6302 诸剑境天台宗所立十种观境之一 略称剑境 为得禅者由观禅定而生协会协解 其猛力之见或妨碍止观 应如摩洁经卷十之一所说 依之更修明诸剑人法 明诸剑发音源 明过失 明止观等四阶段 以剑或未观禁 令达正道而不畏所障 参阅 实境 481 P6302 诸宗 佛之说教 依不同机缘 而说不同之教法 后世传演分宗 各话亦有缘 如印度之小乘二十部 大乘二宗 我国之十三宗 日本则有八宗 九宗 十宗 十二宗等区别 P6302 诸宗 大纲问答 樊四卷 日本洞彻斋者 日本正德六年 1716 三月应行 系以问答方式继续各宗之大药 方便出击 所具出华言 天台 真宗等佛教宗派外 亦包括神道 老庄 儒家 P6302 诸阿舌离真言密教部类总录 请参阅真言密教部类总录 诸法 泛语Sava Darn 又做万法 现代语称之为存在 一切现象等 其意有二 一 指一切有畏 无畏等万法 而语特指有畏法之 诸形 含义不同 此系较为广义之用法 二 指一切现象界之诸法 包含星 色上之一切万法 然如 涅槃 等无畏法则不包含在内 班若波罗密多星经 里去经 巨舍论卷六 P6302 诸法五畏 即以一切诸法归纳为五类 巨舍宗立七十五法 乘十宗立八十四法 为十宗立百法 皆以之统设于五畏 一 心法 能了十世物者 为十宗立有眼 而等八十之心王 巨舍宗谨立为一之心王 二 心所法 与心王相应而起者 三 色法 有物质之行 即以物质为因而生者 一 为十之义 为上纪之心法 与心所法所变现者 四 不相应法 不与心法 色法相应而假施舍者 及有名无实者 五 无畏法 常住而不自因原生者 及上纪四法之实性 此为为十宗 无畏之次帝 为十以为心畏宗 故其次帝先心法 心所法 而后色法 据舍宗之八十四法 无一一记载之明文 品类族论卷 以于家师的论卷一零零 百法 明门论 参阅 五位七十五法 一千零八十九 五位百法 一千零八十九 批六千三百零二 诸法因原生 为诸法 一因原而生 佛教之基本教义为 凡一元起法则所生者 皆勒摩自性 自体 乃变化无常者 无常即是苦 此诸法因原生 一语 即 苦 即 灭 道 四地中 产说苦 空 无常 无我等苦地之计诵 一即法生计之首句 此计又可称为原生计 或原起计 佛陀常以此计解说 诸法生灭无常之乡 佛弟子福一教化 十亿常以此计 既启发他人之正见 如设立符 为归依佛陀前 马圣比丘 阿说是 曾为之说 记 大二五 一三六下 诸法因原生 是法说因原 是法因原净 大师如是说 佛本行集经卷四十八 大制度论卷十一 卷十八 大日经书卷六 批六千三百零三 诸法弹明宗 华颜宗十宗 判世之地六 华颜宗将佛教教义 判世为十类 称为十宗 其中 主张一切世间 出世间之万法 皆仅为一能权之假名 而权魔所权之实体者 即称诸法弹明宗 例如小臣一说 不及属此宗 又窥及与法藏长将 小臣二十部派 依其所奉之主张 而略分六宗 诸法弹明宗 及其宗之一 华颜经探玄纪卷一 华颜五教章卷一 参阅 小臣佛教 九百三十五 五教十宗 一千一百四十六 批六千三百零三 诸法皆空 为一切诸法皆非常助 而系本来空计 与一切皆空之一同 即一切现象 有原因 条件之相关性与相对性 而彼此依存 然其本身并无独自之实体可得 若以现代语称之 则为一切存在皆无任何实体可得 大小臣对诸法皆空之意有意说 小臣以色 新诸法皆一因缘升起 故依依分析而至必尽空 遂说诸法皆空 大臣则从因缘和和之立场而说明诸法皆无自信 亦即以当体即空之意来阻释诸法皆空之理 大臣宗派中 专论诸法皆空之理者为三论宗 故华言三祖法藏于其十宗判世中 将之判位 一切皆空宗 复以其他宗派言之 如天台宗所立空 甲 中三地宗 空地即一般若今而说诸法皆由因缘而生 无有实体可得 故为诸法皆空 道横般若今卷五 大臣度论卷十八 批六千三百零三 诸法皆长宗 古代印度外道十六宗之一 又称既常论 一诗家外道 范K 主张我及世间一切有畏 无畏诸法 皆是常住不便 此即印度六派学中之术论外道 于阿诗的论卷六 显阳圣教论卷九 大臣法愿意零章卷一本 批六千三百零四 诸法相及自在门 华盐宗十玄门之一 华盐宗以十玄门表示 四众法界中世世无碍法界之相 此诸法相及自在门乃就体而言 可分为同体之相及与一体之相及 同体之相及 指意含舍一切或一切舍于一 而不认别体 如金与金色 举体相及 不相舍离 一体之相及 指与法体并存 由多入于一时 多便就于一中 一入于多时 一便就于多中 故意多相及 重重无尽 一尘一切尘 圆容无尽 如一月当空 千将应影 对月即为一 对影则未多 亦多无碍 相及相容 又如狮子诸根诸毛 各射全体 无理眼之耳鼻舌 亦无理耳鼻舌之眼 眼即耳 耳即鼻 鼻即舌 舌即身 诸根相及 无碍自在 故称诸法相及自在门 以破除众身忘直时间 空间不能共同一时 巨显重重无尽之仪 六十华言经佛 不思义法品 十注品 静眼品 华言经文义纲目 驻华言法界关门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六千三百零四 诸法 诸法寂灭相 全称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 为诸法原本之体性 乃言语所不能尽 亦非思虑分别所能知 盖诸法之体性 本来清静寂灭而常住不便 一切生死烦恼等差别相原本不存 阶系现象界上此消彼长 互为因缘而献起之事相 众生观之 妄直未时 然究其本来 既无字 主 信 亦非真实 清静寂灭 非任何思虑所能分别 严权所可乐尽者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卷三药草玉品 批六千三百零四 诸法无因宗 古代印度外道十六宗之一 又称无因见论 无因深论 即主张我与世间皆无因而 起之无因外道 显阳圣教论卷十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本 批六千三百零四 诸法无行经 泛名Sarva Darm Prof TTI Nirde 凡二卷 姚晴揪摩罗十亿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阐说诸法之实相 缘无善恶等分别 同本之意义 有随代舌纳绝多亿之 诸法本无经三卷 宋代少德等一之大臣随转宣说诸法经三卷 接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批六千三百零四 诸法无我 为一切有位 无位法中 并无 我 之实体 即一切法皆依因缘而生 相互依存 无实体性 有位法虽有作用 然不常住 无位法虽常住 然无作用 诸法无我为三法应之一 称为诸法无我应 略称无我应 所谓三法应乃佛法之重要教义 判断佛法之是否究竟 即以此三者来应证之 圣天王班若经卷三 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二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 批六千三百零五 诸法无相 相 指特质 为现象界一切万法皆为因缘 甲合合而生 实无固定不变之相 盖诸法既为甲合 即无自信可言 亦即无有常住性 独存性 实有性 故知宇宙人生之现象万法 并无任何固定之相存在 仅有刹那生灭之不断连续状态而已 世卫诸法无相 批六千三百零五 诸法无证三昧法门 凡二卷 南朝成代会司传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六册 阐说天台宗之禅观 为欲学一切佛法需先持境界 勤修禅定而能得无量佛法功德 批六千三百零五 诸法时相 诸法 世间与初世间之一切万法 乃差别之现象 随缘之事 时相 其真实之体相 乃平等之实在 不变之理 为大臣佛教之表迹 相对于小臣之三法应 而称大臣义法应 根据大品班若经卷十七生 奥品与法华经卷义方便品所说 诸法时相为佛所自证究竟 非名字 语言所能显示 盖外道 声文等一皆其望就诸法 究明其真实相 然班若等经则以彼等所说为达究竟 而已不可得空位第一亿真实体 大致度论卷十八认为诸法时相 及班若波罗蜜 为世俗所说之诸法时相 仅为安国宝家 并非真实 外道所说之诸法时相 皆堕于邪见法中 心有爱者 故非真实 声文法中虽已无常 苦 空 无我等观诸法之时相 然比等仅自求解脱老 并 死苦 不为一切众生 不具足智慧 故未能究竟时相 唯有菩萨于初发心 即发大红世 其大慈悲 供养一切诸佛 以大力智舍弃禁官不禁官 乐官苦官等望见心力之诸官 而观诸法之非禁非不禁 乃智非我非无我 附舍如上诸官 达于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此乃就禁之诸法时相 中论卷三观法评 大制度论卷十五 思维略要法等 意义远离不深 不灭 不断 不常等诸细论 心形触灭 即诸法时相 三论宗家祥大师于大臣 玄论卷四位 时相乃般若时至之所照 天台宗智已于磨喝止官卷一上位 时相乃圆顿止官所观之境 盖中论与大制度论皆说 毕竟空 为诸法时相 而智已却以中道为时相 并于法华经玄一卷八下 卷九上举出十二种时相之一名 例如妙有 如如如 虚空佛信 非有非无中道等 故各宗对诸法时相之解释分云 另如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之名号 为诸法时相 真言宗以阿字本不生 为诸法时相 华言宗以一真法界 为诸法时相 法相宗以原诚实性 为诸法时相 诚实宗以皆空 为诸法时相 有不宗以苦 空 无常 无我为诸法时相 诸大臣思想中 最能独立表现诸法时相 说者 首推龙数系之教义 其下又分立中论与大制度论两派 自列举臣习此二思潮之三论宗 与天台宗以说明之 一三论宗 一般若经说 特众中论 大三灵 意宗 不生意不灭 不常意不断 不依意不意 不来意不出 知八不诵文 认为不可得空位诸法时相 此乃超越肯定 否定的绝对否定之不思议之理 亦即以为破尽一切迷惘时 即见不可得之真理 二 天台宗对诸法时相 有三重解释 一 初重 认为依因缘所生之一切现象 诸法 系依因缘假现而无实体者 因诸法之本质为空里 实相 故称诸法实相 二 第二重 空与有之一切称为诸法 另立超越空与有 而绝对肯定之中道之理 实相 此即为诸法实相 三 第三重 现象世界之一切是事物物器和即空 即假 即中三地之实相之理 此乃诸法即实相 而未诸法实相 以上 上前二重细大臣偏教 偏于一边之教 指小臣及大臣中之全教 之说法 后一重乃大臣原教之说法 此外 禅宗认为 诸法实相 指诸佛或历代祖师悟道表现之本来面目 大宝基经卷七十八具善根品 诸法无形经 佛藏经卷上诸法实相品 坐禅三昧经卷下 大日经书卷一 大臣大义章卷中 诸为摩经卷二 法华义记卷二 四念处卷三 三论玄义 宗静禄卷四十 批六千三百零五 诸法实相一名 于诸经论中 对一切诸法之真实体相 有各种不同之名称 如涅槃经称之为佛性 华言经称之为法界 圣满经则称为如来藏 自信清静心 大品般若经称为般若 法性 人家经称为八十 首冷言经称为首冷言三昧 法华经称为一道 一臣 为魔经称为无助 实际等 又有称之为大菩提 大涅槃 必尽空 中道 即真如 真地 第一异地 真善妙色 忠实理心 为妙计灭等 虽有如上之各种一名 燃食相义礼 大智度论卷三十三 大乘玄论卷三 法华经玄义卷八下 卷九上 批6306 诸波罗蜜 即六波罗蜜 与十波罗蜜之 总称 六波罗蜜 指法界次地卷下 所列举菩萨 修行之 不失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忍辱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定波罗蜜 智慧波罗蜜 等六种 十波罗蜜 乃成为 十论卷九 所列举菩萨时的 知行法 除上计六种之外 令增方便善巧 波罗蜜 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致波罗蜜 等四种 参阅 十波罗蜜 449 六波罗蜜 1273 批6306 诸波罗蜜 依果 菩萨 依菩萨 臣修行 所得十种 功德之一 即为菩萨 究竟修行 不失 持戒 精进 等诸波罗蜜 之功德 以诸波罗蜜 或相互增长 之故而有此称 参阅 十种 依果 488 批6307 诸相 相 指诸法 之形相状态 诸相 乃总称一切 差别之形相 是物 为摩羯 基地子 P6307 诸臣法术 凡十一卷 明代形身传 全称贤守 诸臣法术 又称贤守 法术 以华严宗 为主 及大小 陈诸经之法术 名目 并著名其出处 由 义贞 史 四帝制 八万四千 法门 共列举 二千一百余项 卷末有沙门 本圣赞 法术名 八十新王 诸门 廖剑 及洪至 十三年 一千五百 登古之拔 诸臣法术 原为贤守 法葬 所者 致名代散义 行身乃重编此书 故提为 重编诸臣法术 于宣德二年 一千四百二十七 父子 后传入朝鲜 日本则于宽永年间 一千六百二十四 一千六百四十三 应行流通 批六千三百零七 朱明 明 未无知之一称 朱无知无明能障 必十亿真剑 故称朱明 据舍论卷 以批六千三百零七 朱家宗派 全一卷 清代 森首一空成边 光绪十六年 一千八百九十 与住者不祥之 佛祖心灯 合并堪行 又称宗教绿诸家眼派 收于万绪藏第一五灵册 本书内容包括灵迹 维养 洞山 云门 法眼五家之源流绝 以及天皇下宗派 天台教官 华言贤守教 南山绿派 并赴有世数 法系不祥之各派 全文以内含禅师 名号之简洁 祭宋 列述朱 宗洋流传承 卷后赴陆斋 自圣武祭 卷武之宿 查西藏 喇麻来源一篇 P6307 朱家教相同一级 全一卷 日本天台宗原真传 又称甘露籍 收于大正藏第七十四册 乃比较诸宗教相之同意 并说明大药 若依教相之不同 原有二十五家 本书仅仅列举随随朝及藏之三法轮二藏教 唐朝新罗国原小之四教 法藏之五教 慧苑之四教 学之三十教 七宝之五十教 流之七皆五十说 天台智者之五十八教 日本上公太子之五十教 瑞山词诀之二种教 等十家 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 第四十一愿 又做巨族诸根愿 愿凡称念 弥陀名号者 皆依佛之功德 巨族诸善根 P6308 诸根顺略智力 范语Indria PARPARA JNA BALA 如来实力之一 右座根上下智力 如来具有十种智力 其中之诸根顺略智力 即如来能如实了之众生根基上下优劣之智力 参阅 实力 三百六十一 P6308 诸直 止九直 九要 即日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吉罗 祭都 总为九直 大日经书卷四 P6308 诸教决定民意论 权益卷 词世菩萨造 宋代师护义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册 本书内容戏解释诸教中各根本字之如实义 如开成鞍字 欧字等诸字之傲义 行者若了之诸字之如实义 并由此地观万法 安住于正念 则可达涅槃大乐之境地 P6308 诸通 诸通 自在无碍之意 诸通 指佛 菩萨 外道 仙人等所得种种自在无碍之神通 有五通 六通 十通之别 大乘一张卷二十本 P6308 诸尊之面位 诸尊 指密教诸佛 菩萨 明王 天等 金刚界 胎藏界两部曼陀罗之诸尊 西面向大日如来而作 如金刚界五界托伦之圣众 为至各书 然皆面向大日如来 但现图曼陀罗诸尊 为方便修习者 具面向行者而作 如日本稿宝传之眼 奥超卷十三 记载大日如来 又为莲华不尊 主定 佐治金刚不尊 主会 接面向行者 P6308 诸尊别形护魔秘法 密教修法 有诸尊别形与诸尊合形 二种护魔法 别形即对诸尊个别修护魔功 何形即于一坛同时劝请诸尊 而何修护魔功 P6308 诸恶末作 为不造作一切恶行 增益阿含经卷一续品 大二 五五以上 诸恶末作 诸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北本涅槃经卷十四 大制度论卷十八 参阅 七佛通界纪 九十七 P6308 诸贤不贤 贤 佛道修行有辖之境界 不贤 有八难等而无辖之境界 于人天去中无障难者 称谓诸贤 反之 堕于难处者 称谓不贤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中 西陷在无量诸佛 一念之请 无不周 寄诸巨难 诸贤不贤 P6308 诸四宗迈迹 凡二卷 赚者不祥 于日本享保三年 一千七百一十八 应行 及记录各宗传承之次第 继收小城二十部 十宋 皮潭萨婆多宗 四分律宗 皮潭巨舍宗 陈石宗 摄论宗 法相宗 三论宗 净土宗 人家宗 天台宗 涅槃宗 帝论宗 华颜宗 真颜宗等 并有律宗受巨师资横图 天台传经法师总图 卷墨之父颜宗 更探讨各宗法脉之原委 P6308 诸夜不休息香 为报生五种相之一 报生 指佛之果报生 宝信论卷四宰 报生之神力自在略有五种 其中 诸夜不休息香 为报生涉化众生 利益万物等之夜不灭 参阅 报生五种香 4921 P6309 诸福田经 请参阅诸德福田经 诸经要及 凡二十卷 又称善恶业报论 唐代显庆四年 六百五十九 道士者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四册 对本书之传者 自古有二说 一说道士 一说未道宣 本书系根据大小陈珠经律论 取其中各种佛教要目 关于善恶业报者由多 及路要义 加以分类转集而成 全书二十卷分为三十部一百八十五项 本书盖位便利于简寻一切经而作 据有佛教百科词典之性质 后来之法院 朱灵则系 扩大本书范围而成 法院朱灵卷一零零 开元式教路卷八 朱宗章书路卷上 东玉传灯目路卷下 P6309 诸者 者 执着 凡夫执于生死 二圣执于涅槃 菩萨执其所证之法 是皆执着 统称朱者 法华精卷一方變平 大九 五下 广言言教 无数方便 引导众生 另离朱者 P6309 诸臣,只能污染真性之色,生,香,味,畜等五臣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大九,三九一下,眼根因缘,贪着诸色,以着色故,贪爱诸臣,P6309 诸漏,漏,烦恼之意称,诸漏,即诸烦恼 总设三界诸烦恼,称为三漏 法华经卷一续品,大九,一下,诸漏已尽,无负烦恼,P6309 诸说不同纪,凡十卷 日本真言宗真纪清王传 全称大悲胎藏普通大曼陀罗中诸尊种子标志形香圣为诸说不同纪 又称胎藏诸说不同纪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六册 戏关于胎藏界曼陀罗之范号、秘号、种子等之作 此书以本有曼陀罗与县图曼陀罗作比较,而具一对照之版本有东四本、高雄本、元人请来图、宗睿请来图 诸宗章章书录卷三、P6309 诸得福田经、权义卷 略作福田经、诸福田经 西境法力、法句何意 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 计数第四问良田、佛岁说是五净德、七法、未发心离俗等五净德名为福田 又说建立佛图、僧房等七法为福田 P6309 诸术、术、法术、及法门之术 诸术、总称有畏之诸法 因诸法有各种差别之法术,故称诸术 维摩经地子品、P6309 诸元、元、指因缘 诸元、总称一切现象世界之因缘 色、香等百般之世香 总为我心识之所攀缘着 如蛇肠鱼味、儿之苦辣 然一大臣之实义、则术元、石系新石之所变现 P6309 诸去、众生所亡之国土、名为去 诸去、即总称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等六去 人家经卷四、大一六、五一一上、舵深死海、诸去旷野、如极景轮、P6310 诸学概论、藏语、Dak、Yaknkos、Pi、Byu、Nasis、Baya、Ba 张家书图克图第十五世罗赖毕多尔吉、藏罗、Pi、R、D、O、R、J、者 作者系外蒙古多伦多之活佛 本书为义佛教概论书、原书为藏文、其后译成蒙古文、为西藏、蒙古学佛者最好之佛教入门书与词典 故堪行极广、版本亦多 其内容如下 以宗义一切智之离宗义的章、班若部、二、中观章、三、阿皮达摩章、巨舍部、四、律章、五、宗义章、 六、秘密真言章、七、英明章、八、申明章、九、宫巧明章、十、伊芳明章、十、伊芳明章、十一、古经语录章 以上系作者根据自身所属之皇教教义为基础而介绍之各派宗义 P6310 诸碧、碧、碧妇之义 诸碧、只能避附近新知千滩、破戒、填慧、连念、懈怠、散乱、鱼痴等六碧而言 参阅、六碧、1311、P6310 诸碧、解脱三妹智力、范语、SARVA、DHEENA、FIMAKA、SAMDA、SAMPATI、SACLEA、FIVODNA、FIFNA、JNA、BALA 如来实力之一 右座净率解脱等持等至智力 净率解脱等持等至发起杂染清净智力 禅定解脱三妹竟构分别智力 如来有十种智力 其中诸禅解脱三妹智力即为如来如实了之一切 禅率解脱次第深浅智力 参阅、实力、361、P6310 诸藏纯杂具德门、华颜宗、古时玄门之一 华颜宗以时玄门阐释法界缘起之深意 至向大师致眼所立者为古时玄 弦首大师法藏所立者为新时玄 诸藏纯杂具德门 未以一切法矩成一法 未知纯 于一法中具足一切法 未知杂 纯杂不相妨碍 未知具德 如以 诗六度之一 为例 一切万行皆含设于 诗之门 此未知纯 而此 诗之意门具足诸度等一切万行 此未知杂 然纯杂户不妨碍 诗门与万行皆可并存融通 则未知具德 于新时玄中 闲首改此门为广霞自在无碍门 其原因 据华颜经随书演义超卷十载 大三六七五中 广霞自在门 同法界观中广荣仆之意 而名小义 此门显守心力 以替志向时玄珠藏存杂具德门 亦云亦行为存 万行为杂等 即是是无碍意 若依理未存 万行为杂 即是理无碍 孔乱是理无碍 所以改之 华颜五教章卷四 华颜经探玄记卷一 参阅 十玄门 四百一十六 批六千三百一十 诸愿依果 依果 诸行依前其后 或相依互的增长 亦及相依之果 菩萨依菩萨成修行 其所得之功德有时 称为十种依果 其中 诸愿依果 及其诸大愿 常养菩提 参阅 十种依果 四百八十八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诸宝行术 阿弥陀经载 极乐净土至宝树 受微风吹动时 能发出各种微妙音声 犹如千百种乐聚起 令闻者于佛法僧三宝 生起尽性之心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诸愿运 积聚之义 如五根五径 等诸色之积聚 称为色运 诸愿 急色 受 想 行 识等五蕴 参阅 五蕴 一千两百一十二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诸世子以火炬燕罗罗 罗罗 为世尊未出家时 与耶稣陀罗所生之子 巨杂宝藏经卷十载 耶稣怀任六年 于佛成道之夜 使生罗罗 诸世家族人甚疑惑 乃头耶稣母子于火坑 然毫法无损 诸世家族人使性不疑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诺纳忽图刻图 一千八百六十五 一千九百三十六 西康昌兜人 元系汉族 俗姓徐 由于被认为是经堂活佛 十四世转身之忽图刻图 故被迎至五其诺纳四 名批成了买摩措 七岁即从皇教堪布扎喜王雀学经 九岁从白教堪布扎喜约申学界 从嘎尔玛默止嘎纳及布拉喜沃塞诸尊宿学密成 晴修十三年 其后又就莫亚达纳尊者学红教 二十四岁 继承红教族位 兼掌政教大权 二十六岁 朝礼莲华生之道场白马戈山 对于密城各宗大法 造诣颇深 曾设谈修法 以错黑教之徒 民国初年 西藏达赖喇玛起军 川边康藏布径 诺纳率军驻边江彭日生共聚之 后为达赖所录 求知拉萨 历时六年 至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使脱险 绕到印度而返帝北平 四年 入川修川康祈祷法会 并红传秘法 十八年至南京 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二十四年再次入川 任西康宣位使之职 一年二月 是寄于甘姿 是寿七十二 师为红教兼白教尊者 临终曾主供 嘎乎图克图红法 齐陵谷藏于庐山 政府追赠 朴佑法师 号 以示清养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诺门汉 蒙古 西藏 青海所设大喇嘛之名 号 及法王之义 其皆位仅次于 乎图克图 活佛 批六千三百一十一 诺举罗 泛名 又做诺举 为十六罗汉之第五 传说及阿罗汉具德经中之 诺姑罗藏者 比与其眷属八百 阿罗汉共住于南善布州 互持正法 饶意有情 唐代禅月大师 灌修所会之图像 为以坐石上 双手直如一行之木童子 至左肩 坐骚背状 敦皇千佛洞 第七十六 窟之壁画有诺举罗阿罗汉像 夫坐石上 右手握拳至于胸口 左手直辅主 按于西上 为经西藏佛教所传者 已阙词诺举罗阿罗汉 大阿罗汉南提密多罗 所说法筑记 罗汉图赞集 P6311 诺剑纳 泛名Mah Natna 全称摩赫诺剑纳 右座图剑纳 诺加纳 亦为漏行生 漏行神 漏生 为裸生之打力神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载 十相之力相当于一相相之力 十相相之力相当于摩赫诺剑纳之力 据舍论卷十一 卷二十七 翻译名义及卷六 悬应应义卷二十四 P6312 诺曲陀树 泛于Niagraha 巴利于Niagraha Niagraha 类似榕树之桑科植物 产于印度 西兰 又称尼居绿树 尼居类坨树 尼居坨树 意义无解 纵广 四维 多根 学名 Fica Syndica 树干端直高大 富得圣广 有下垂之气根 气根达得 附身根向四周扩张生长 大智度论卷八载 佛曾以此数可应付五百车臣 而其种子小于戒子 比喻老女人以尽信心供养佛 其因故小 而能得极大之果报 过去七佛中之地六佛加业如来 即以此数为道常数 长阿涵卷一大本经 杂阿涵经卷三十三 据舍论卷六 惠灵音义卷十二 卷十五 P6312 讽诵 讽诵 讽永安 诵之义 又作诵经 讽经 讽读 读经 即出身读诵经文 祭诵等 讽诵之法 原为印度婆罗门间所行的六行 范A.Karmai 之乙后佛教徒义用此法 讽诵经典功养僧 称讽功 于禅灵 讽经一对象 时间 场合之不同而分多种 如每日周霸 斋霸 放餐霸之三十上殿 讽经 称三十讽经 每月朔望之助圣 讽经 为 具印功之德 的无量贤圣 即十六大阿罗汉 而讽之印功 讽经 此外上有半斋 讽经 日中讽经 土地堂 讽经 祖堂 长讽经 唯陀天 讽经 朝刻讽经 晚刻讽经 等 长阿罕卷十五种 德经 无量寿经 卷上 法华经 卷三化成玉品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一圣截条 禅怨清规卷二 禅灵象器 尽畅门 批六千三百一十二 讽诵文 法会使用 法会使用以赞叹三宝或追悟死者之文 多细古德所作之法语 发愿文 回向文 或祭诵 禅宗之心王明 信心明 参同契 正道歌及教会修正义等皆属之 批六千三百一十三 世号 感念死者之德 所追赠之称号 上自帝王 公卿 下至有德行之人 皆有赠与世号之情形 通常赠与高僧之世号 有大师号 菩萨号 国师号 禅师号 和尚号 法师号 上人号等 参阅 师号 四千零九十七 批六千三百一十三 赖扎和罗 泛名RFLA 巴黎名RAAFLA 又做赖扎罗 罗扎波罗 赖扎把坛 异义卫护国 又称大禁制 中印度西北方居楼国 泛库鲁 卢扎村 泛Soloko Ita 富豪之子 佛陀至起国教化时 跟随佛陀出家 的误后归国 父母某以美女又其还俗 该女反受教诫 其后 又度化居劳婆王 范Koravia 后马明 范AVIOA 于华士臣 范Pialliputra 将尊者一代之世纪编程戏曲 赖扎和罗 亲自公开演出 颇得民众好评 而令五百位王子及众多市民舍俗出家 该戏曲因此遭亡敬演 中阿韩金卷三十一 赚几百元金卷九 四分绿卷三 赴法藏因缘传卷五 P6313 赖扎和罗经 一拳一卷 五 知千亿 又称罗汉赖扎和罗经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济述赖扎和罗文佛说法 而立志出家 得正阿罗汉果 十年后 返家为父母说法 又森家提婆所义 收于中阿韩之赖扎和罗经 为本经之同本义义 二拳一卷 西境主法护义 又称赖扎和罗所问得光太子经 光得太子经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佛对尊者赖扎和罗说是菩萨 所应奉行之清净四世法 并叙述得光太子学佛之经历 P6313 赖扎和罗经 将第八阿赖耶十之变化分为三段 以说明之 称为赖耶三位 此系为时宗之说 即 一 我爱执葬现行为 为期的以前之菩萨 二 圣之有学位 与一切凡夫等 自无始以来的第八十之位 于此位时 第八十系由第七莫那时 只有时我始法而成 二 善恶业果位 乃第八阿赖耶十善恶业之果报 相继生起之位 此为八的以上至十的之菩萨 二 圣之有余一位 乃至全部我爱之葬现行位的第八十之位 于此位中 第八十称为皮波家 犯VIP Kansas 一级一首是 三 相续执持持位 即相续执持种子之位 于此位中 第八十称为阿陀娜 犯DNA 一级执持时 为自无始以来至佛果之敬畏来祭 再因为时执持善 二 无忌 与漏 无漏之种子 在果位时 执持无漏最善之种子 能生起现行诸法 七的以前之菩萨及凡夫等之第八十 兼具此三位 八的以上菩萨之第八十具有后二位 达于佛果后 其第八十仅具最后一位 通常将第八十称为阿赖耶十时 主要细凸显我爱之藏之过失及众生 第八十之字像 成为时论述计卷二末 参阅 阿赖耶十 3676 P6313 赖耶三相 及第八阿赖耶十所具之三种相 为时宗以阿赖耶十之字体本具诸法之因与果 为显其体 亦之差别 而立三相 即自相 出阿赖耶 果相 亦熟 因相 一切种 而以自相为体相 其余之二相为异相 一自相 为第八十字体之相 此阿赖耶十具有能藏 所藏 执葬三意 称为赖耶三葬 与杂染 诸有漏法 互相为原 故有情职之为自内我 此即显示出能辨识之所有自相 能设持因与果 盖因第八十能设持杂染法之种子 犹如库藏含藏诸物 故称能藏 因第八十为杂染法所熏 所依之藏所 犹如库藏为诸物之所依 故称所藏 因第八十恒为第七末那时 直为自内我 犹如库藏之间 故执守 故称执藏 故知能藏为阴香 所藏为果香 因果二香为莫那时 所执藏而为赖耶之自相 若离自相 则无因相 果香 若离因相 果香 亦别无自相可言 二 果香 为有情总报之果体 即第八阿赖耶十系 由过去之善恶业 所引申之一手果 在赖耶三藏中 为所藏 在赖耶三位中 为善恶业果味 三 因相 即万法原因之相 为第八阿赖耶十能 指持一切诸法种子 而不失 为万法生起之原因 于赖耶三藏中 为能藏 在赖耶三位中 为相续指持位 成为十论卷二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参阅 阿赖耶十 3676 P6314 赖耶三藏 第八阿赖耶十具能藏 所藏 直藏三意 一 能藏 就阿赖耶与种子之关系而言 阿赖耶十乃为细任运相续 无始终义无间断 能设藏诸法种子而不失 故为能藏 而种子为所藏 二 所藏 就能熏之七转时 与所熏之阿赖耶十之关系而言 能熏是能藏 所熏是所藏 现行之圣用有七转时 于现行之刹那 必熏复其种子于第八阿赖耶十 而称心熏种子 三 直藏 为染污之地 七末那时 直其为 内我 之义 我 为常义主宰之义 第八十 生灭相续而非常义主宰 然其相续之相为系 恰似常义主宰 故第七末那时 物以为使我而妄加执着 采我 之根源 如是执着 成为执葬 成为实论数计卷二末 参阅 阿赖耶十 3676 P6314 赖耶四分 据翻译名义及卷十五所据 第八阿赖耶十能 满葬一切善恶种子 具有下列四分之一 即 一 香分 香 即形香 香 香分有三种 一 静香名相 为第八十能与六十相 圆而未境界 二 香状名相 为世间有谓之法 皆有香状 均为第八十所变现 三 亦香名相 未能全教下所权亦理之香 亦皆为第八十所变现 二 鉴分 鉴 即赵勒之义 鉴分有五种 即 正鉴明鉴 赵竹明鉴 能愿明鉴 念解明鉴 推度明鉴 三 自正分 自正 即自正所具之法 为第八十能持鉴分 相分 而能轻正自正分 源于相分之不谬 四 正自正分 正 即能正之体 自正 即所具之法 为第八十能持自正分 鉴分 相分为其本体 而轻正自正分 源于鉴分之不谬 参阅 四分 一千六百六十三 阿赖耶十 三千六百七十六 批六千三百一十四 赖耶缘起 为四种缘起之一 法相宗之为实说 主张一切万法 皆由阿赖耶十缘起 又做阿赖耶缘起 为十缘起 赖耶 阿赖耶之略 意义为藏 乃种子之义 义即为系不可知之 一大藏实 能藏一切诸法之种子 系一切有情之根本所依 世间万象皆为此藏实 所支持之种子所现行 此称 种子生现行 与此同时 彼种子所现行之法 又于藏实中心熏其种子 此称 现行熏种子 如是 有本有种子 现行 心熏种子 等三法之辗转相生 互为因果而有 种子生现行 现行熏种子 之关系 参阅 阿赖耶十 3676 P6315 这十国 这十 范明 西域诸国之一 大唐西域记卷一载 其西林叶和 汉史作者之 拓之 这舌 亦称大石 石国 集金额属中亚最大都会塔石干 Tashkent之地 P6315 永生七术 巨大班涅盘经后分卷上载 世尊曾月升空中 身放光明 以照人天 其高七倍于多罗数 静觉师悲鸣 开口万言 英和水鸟 永生七术 光映天人 P6315 于剑达罗山 范明Yugatara 七经山之一 右座油肝陀罗山 油肩陀罗山 于肝陀罗山 数巨陀罗山 御汉多山 略称肝陀山 以山峰上有二笼道 犹如车击 故意义持双 细黄金造成 高四万游巡 位位于须弥山 与铁围山 兼七经山中最内之山 与须弥山 相聚八万游巡 具舍论卷十一 会愿应一卷上 参阅 七经山 100 P6315 立钻 立钻 为一须急车拉转 以使之钻物之大锥 秦始皇建阿房宫 一说万里长城 十 曾造巨大之锥 其后 此大锥已无用 禅灵岁以 秦始立钻 比喻无用之人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 大五一 二九一中 有僧寇门 诗云 阿谁 僧云 某甲 诗云 秦始立钻 P6316 贼 知名文立养 英名文立养能前实行者之功德 坏其道心 故比喻为贼 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大五零 一九二下 吴昨夜梦逢强盗 金乃表珠软贼 P6316 与粗语之对称 温顺而是人情之柔语 禅怨清规卷三首作条 万续一一一 四四七上 凡是唐中一切不如法事 于周前已语约众 言须简当 P6316 书罗印 书罗 泛语 及兵器中之己 书罗印 及己形之印象 大日经义式 也密超卷九 P6316 办事 禅寺中从事杂物者之总称 如如辽园 辽主 辽主 附辽 严寿 堂主 镜头 画主 圆主 魔主 水头 探头 庄主 兼收等皆称之 赤修百丈 清规卷四列 直杂物条 禅灵象器 兼职位门 P6316 半世 明王 又做辩世 明王 于密教中 为如来直作诸物之明王 称为半世 明王 大日经书卷五载 步动明王 为如来状谱给事 直作诸物 又依三步 五步之别而不同 如金刚部以金刚军图立 为半世 明王 佛部以不动明王 为半世 明王 P6316 半世真言 又做辩世真言 成半诸 是真言 密教于成半事业 如筑坛场 辩工具 奉工物等诸法 是时所诵之真言 此真言 即半世明王之真言 大日经书卷四 大三九 六二一中 荡日中三十 宋辩世真言一百八遍 加持此平 然后坐于事业也 同书卷五 大三九 六三零中 半世真言辟除诸男 至诸工具也 批六千三百一十六 半道 一指修行 成半道业 经济佛道等 又做辩道 唐代初期之禅宗未有 半道 一词 直至中堂 五加七宗之宗风行成后 使广被使用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八焚州 大达无业国师之法语中 即有 大五一 四四四下 且图什么 兄弟只为贪欲成性 二十五 有向脚跟下系者 无成半之旗 此 成半 即佛道成半 半道 之乙 于日本曹洞宗 由于强调 只管打坐 知参禅实践精神 故半道 一语多 只坐禅修行而言 赤修百丈 清规卷六 逝者净退条 禅灵向器间参请门 P6316 辩中编论 请参阅辩中编论 辩中编论送 请参阅辩中编论送 辩证论 请参阅辩证论 辩主问 为偏僻问 知别称 弯阳十八问之一 主 指诗家 学人为试验诗家而提出 职问 称为辩主问 宋戴灵济宗 弯阳善召禅师将学人 对诗家之问话 分类为十八种 禅灵间称之为 弯阳十八问 其中第五项即偏僻 P 问 偏 偏于一边之意 P 紧逼之意 学人建立偏于一端之见解 急迫的向诗家直问 以堪验诗家 称为偏僻问 人天眼目卷二 参阳 弯阳十八问 两千九百八十 P 六千三百一十六 辩长 一千一百六十二 一千两百三十八 日本僧 自辩阿 好胜光房 又称二祖上人 正西上人 柱子上人 赤士 大哨正宗国师 为日本净土宗正西流之祖 筑前 福岗县 人 出于比瑞山学天台宗 后诗士法然 转而研究净土教义 后反顾礼 新建善导寺等寺院多处 以弘扬念佛 归一者多达二千余人 余力人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其主要著作有 净土宗要六卷 明目问答三卷 其门徒中之良中 为净土宗正西派第二组 正西派为现今 日本净土宗之主流 批六千三百一十七 遍体 即遍明义经之指规 为天台至以大师所立五重玄义之一 至以为解释诸经 而立有五种义解法 即是明 遍体 明宗 论用 叛教等五重玄义 如以五重玄义是法华经 就遍体而言 法华经所权之妙体 为中道石香 故以石香为权经所权之妙体 参阅 五重玄义 一千一百二十二 批六千三百一十七 辩写密二教论 请参阅二教论 孙氏 九百六十四 一千零三十二 宋代孙 台州陵海 浙江陵海 人 俗姓也 自知白 投天台一拳出家 十八岁落法 二十岁禅林 自受巨族解 一年赴旧首出席律 常于普贤向前然一指 是传天台教法 雍西元年 九百八十四 从宝云寺一同 修学天台宗典籍 近其奥秘 与同门之礼 成为三家派中心人物 二十八岁 入宝云寺宣讲法华 维摩 涅槃 金光明等经 并及僧俗专修净土 有观净土念佛 颤仪之著作集中 其后 于苏 杭等地多次讲经修颤 学者配燃项目 后复兴顾天竹四居之 颤讲不绝 从学者横于千人 真宗甘心元年 一千零二十二 赤次 雌云 知好 天圣二年 一千零二十四 诗奏请天台教部编入大藏 并传教藏随寒目录 略述诸不大义 仁宗明道元年世纪 诗寿六十九 诗之转注集火 除大弥陀颤仪 小弥陀颤仪 往生净土颤怨仪 金光明三昧仪等 有观颤仪之作外 另有大臣指观试药 照论书科 经缘集 天竹别集等专论数十种 集彩仪 灵愿二诗集 以诗所转颤仪甚多 故事称百本颤主 又称慈云颤主 慈云尊者 灵应尊者 天竹颤主 折宗 高宗时 父分别追赠 法宝大师 颤主禅会法师 知号 四法弟子有妙果文昌 明智祖韶 法喜清剑等 世门正统卷五 行经文集卷十二 卷十五 佛祖统计卷十 卷二十五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七 四明尊者教行路卷一 卷七 世事基古略卷四 批六千三百一十七 选有 为婆罗门种 乃希达太子之诗 佛祖统计卷二载 太子七岁时 王令奇学书 岁从国中之聪明 婆罗门选有学习 太子曾问诗 大四九 一四三中 书有几种 诗莫不答 心中惭愧而理太子族 批六千三百一十八 选佛 原旨选出可承佛成祖之诗 后隐身为坐禅修行之译 必言录第四则 大四八 一四三下 选佛若无如誓言 假饶千在又西位 又以选佛场 选佛道场为禅堂 僧堂 坐堂之义称 此因僧重于僧堂坐禅半道 以达政物之境界 故有此称 景德传登陆卷十四 丹霞天然章载 丹霞出席如学 将应举 依禅客为其选官 不如选佛 辖问 大五一 三一灵中 选佛当网和索 客达 经将西马大师出示 是选佛之场 丹霞遂网夜之 闭言录第四十二则 批六千三百一十八 选佛图 右座实法界图 佛法双六 明目双六 净图双六 借佛教之明相 依转弥开悟之理所会制之游戏图 图样有数种 明代 有纳玛森访学士解禁所制 升官图 制作选佛图 其后失传 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偶艺大师秩序 根据幽西大师之选佛图 予以重定 以彰显实法界 深审之因果关系 即圣凡因形 重性差别等之宗门教说 由法始因地至元及果位 凡历时五门 详宰人天 善恶 三学 四教等 欲使学者由此图而物之三 是因果之来源 语义成佛法之修禁 皆引人人念佛 求得成佛 图终身降之法 以 纳摩阿弥陀佛 六字趋定之 秩序并令撰选佛 博谱译书 详述其旨意及选法等 与某佛或菩萨有因缘之法 选佛图之名称与头花的佛之法四有密切关系 日本于万智 宽文年间 1658 1672 盛行之 批6318 选择 分辨 分辨事物之好坏 优劣 而太列存优之矣 据日森原空之选择 即载 念佛 是阿弥陀佛所选意修之书 盛行 未阐明其故 原空举世下列八选择 一 选择本愿 法藏菩萨之本愿 乃选择诸佛净土中最殊胜者而立 二 选择赞叹 念佛之行乃是尊自诸行中选出而赞叹之行 三 选择留教 念佛之教为是尊特为后世所留之教 四 选择摄取 弥陀之光明是特为摄取念佛者 五 选择化赞 弥陀之化佛是特为劝人念佛而示现 六 选择父主 是尊特选念佛付托阿难 七 选择正成 念佛之教之真实性 系经诸佛所特为正言者 八 选择我明 念佛是往生之行 系由弥陀特地选出者 据日本净土真宗之说 因众生所起之信心乃犹如来选择之愿心所赐 故称为选择回向之之心 P6319 选择本愿 广义指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 或特指第十八愿 当阿弥陀佛犹在阴卫时 历经五节之常识思律 并参考诸佛所立誓愿 乃取其中最殊胜者 立为四十八愿 由以第十八愿之念佛往生愿 为四十八愿中之精髓 故依此愿念佛 则称为选择本愿之念佛 参阅 四十八愿 一千六百四十 P6319 选择本愿念佛集 全异卷 日僧缘空者 略称选择集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三册 于建九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八 应观百九条尖十之请 以汉文传成 内容分为十六章 阐明往生也应以念佛 为本之一旨 并于各章中引文示之 然应其中专修念佛 一向颇受非难 以示缘空示事后本书使获堪行 高便曾做催邪伦伯赤本书 乃著名之问南书 又本书为日本净土宗之根本宗典 故有多种版本 批六千三百一十九 选择集 请参阅选择本院念佛集 选择传红诀一抄 梵五卷 日本净土宗正西派梁中传 略称选择集诀一抄 诀一抄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三册 本书系注释缘空之选择本院念佛集 出世题号 次缘引诸经论 详细阐试各章 净土真宗教典制卷三 批六千三百一十九 选择诸法经 请参阅佛藏经 绕佛 为佛教礼仪之一 即为这佛又绕即顺十针方向行走 一圈三圈或百千圈 表示恭敬仰慕之意 又坐绚绕绕绕佛行道 原为古代印度礼节之一 佛陀注释时即保留此一礼 后更应用于修持上或法会行道中 绕佛之次数不定 或仅一扎 或三扎 七扎 或百千扎 无数扎不等 其数随理者之意而定 法华经化成玉品 世事要揽卷中 参阅 行道 两千五百六十三 批六千三百一十九 绕塔 指由右绚绕佛塔 右坐绕塔 与绕佛 同意 皆表示恭敬仰慕之意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大九 三九一下 多宝佛塔 从地涌出 释迦牟尼佛 及以右手开启塔 护 忠略 行者欢喜赞计 绕塔满漆扎 以 多宝如来出大阴身 批六千三百二十 千画 略作画 指森吕之世纪 有千一画灭之意 或为有德之人 与此土教化众生之源已尽 而迁移于他方世界度化众生 与涅槃 原济 灭度 顺世 归真等同意 继续高森船卷十四载 唐代会持林中之济云 大武林 五三八上 无欲往他方教化 梁高森船卷五坛戒船 大武林 三五六下 有光照于身 容貌更悦 碎眼而千画 此外 在家人亦用千画之语 如汉武帝与李夫人醋后 为其作父 呼千画而不反息 破放意义飞扬 曹丕之典论论文 日月由于上 体貌衰于下 忽然与万物千画 思议致世之大痛也 盖森俗二众之入记者 皆同用千画一词 大臣一章卷五本 华言经传记卷四 世事要揽卷下 汉书外七传 禅陵向气间丧见门 批六千三百二十 辽道宗 一千零三十二 一千一百零一 辽帝八代皇帝 姓耶律 明洪基 二十四岁即位 在位 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一百 时期 国内外虽人有若干纷争 然以教为平和 帝臣纪前代 继续推行汉化政策 帝位辽第一位崇佛之皇帝 由经于华言学 这有华言经赞 据传 帝之崇佛 曾有 一岁范僧三十六万 一日驻法三千 之美坛 帝右广建堂塔加兰 其中有以奉服四大殿堂之规模 允称辽国第一 又于清明年终 一千零五十五 一千零六十四 建造景州大黄祭寺之白塔 经由残存 世事鸡谷略卷四 批六千三百二十 疑行 指佛入灭后之疑谷 即佛设立 长阿涵卷四游行经 大一 二九下 如来疑行寓意广义 设立现在但当分取 众贤称善 参阅 设议 三千四百九十五 批六千三百二十 遗教 指佛 祖师等遗留于后世之教法 或特指佛临终始所说之 教法 又做遗法 遗戒 遗训 遗告 遗化 佛教 佛教 遗世家佛所说而遗留后世之教法 故佛教可谓世家之遗教 又佛垂斑涅盘略说教戒经是佛灵入灭时为后世所说之最后教法 故特称该经为佛遗教经 临终始以寄送行事所述训诫或感怀称为遗迹 阿南七梦经 大制度论卷五 大日经书卷八 资门景训卷二 禅愿清规卷八 批六千三百二十 遗教经 全一卷 后勤揪摩罗十亿 又称佛垂斑涅盘略说教戒经 遗经 佛灵涅盘略戒经 略说教戒经 佛遗教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内容叙述是尊在居师纳罗之沙罗双树间入涅盘前最后垂教之世纪 为佛入灭后 当以波罗提木叉 范批阿提摩基 八批阿提摩基 戒条 戒本 为本师 以至五根 离田会 焦曼等 免人不放异 而经浸道也 禅门由众词经 与四十二章经 为山景策和称佛祖三经 出三藏祭集卷二 卷十四 历代三宝祭卷八 卷十一 批六千三百二十 一教经论 全一卷 印度天清菩萨造南朝成戴真地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六册 此论乃是论 一教经 之书 分七科是之 以阐述菩萨所修之教法 依此论是 一教经乃属大成部 著书有 一教经论 记三卷 官复 一教经论 注法 记一卷 圆照 等 批六千三百二十一 一经 请参阅一教经 蹄虎 蹄虎 饭与 麦 八粒与 铜 或饭与 Sauper 麦 八粒与 Sapi 麦 只由牛乳精致而成最精纯之酥烙 乃五味之一 脊乳 烙 生酥 熟酥 蹄虎等五味中之第五种味 故意称蹄虎味 味牛乳中最上之美味 故经典中美以蹄虎比喻涅槃 佛性 真实教 大臣里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一大八 八六八下 弃精如乳 调福如老 对法教者如比申酥 大臣般若犹如熟酥 总持门者辟如蹄虎 蹄虎之味 乳 酥中为妙第一 能除诸病 令诸有情身心安乐 总持门者 弃精等中最为第一 能除重罪 令诸重生解脱生死 肃正涅槃安乐法身 上隐戏以五味之相生 比喻如来所说教法之深浅 如天台加级以蹄虎比喻比喻比所立五十教判中之第五法华涅槃时所说 亦成真实之之教法 长阿含卷十七部扎婆楼经 增益阿含经卷十三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 维摩经悬书卷六 批六千三百二十一 堤狐四 为日本真言宗堤狐派总本山 位于日本京都市福建区山科堤狐 山号深雪山 贞观年间八百五十九八百七十六 圣宝于山上建草庵 为九又建准之堂 如意伦堂 药师堂 五大堂 延禧七年九百零七 提湖天皇行姓该寺 捐赠山下之士加堂 后成为御院寺 文明二年一千四百七十 一度毁于冰火 后应作主一眼获得封尘秀及知归一 岁得在心 四宝有满记准后日记三十八册 一眼准后日记六十二册 圣观音立像等佛像 及五大尊 五秘密像等佛化 其中以秘教图像类最具特色 提湖四杂世纪 提湖四作主让补次帝 密宗邪脉超卷中 批六千三百二十二 提湖杀人 天台宗志已将是尊义申说法之顺序 叛位华言 陆院 方等 班若 法华涅槃等五十 而分别以乳 闹 申苏 手苏 提湖等五位配之 提湖位即配于法华涅槃时 以提湖比喻大臣十项之教 为顿根之声闻 原觉 菩萨 于过去佛所 常闻大臣十项之教法 由若中毒 后执世尊之说提湖经 执法华涅槃等经 其毒即发 断灭截祸之声 称为提湖杀人 法华玄一卷时上 大三三 八零六中 提湖杀人者 如涅槃教中 顿根声闻开发慧眼 得见佛性 乃至顿根原觉 菩萨七种方便 接入究竟涅槃 及其一也 执六千三百二十二 提湖欲 即以提湖比作最上阵法之辟欲 提湖乃由牛乳炼制而成之苏酪 为牛乳中最高之美味 经典中美以提湖比喻涅槃 佛性 真实教 如天台宗 一涅槃经 以提湖比喻五十教 叛中之法 华涅槃时 密宗则一六波罗密经 以提湖比喻陀罗尼藏 其他诸宗义君 以提湖比喻自宗之最上 至极之教法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 大臣礼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一 批六千三百二十二 提湖经 为天台宗对法华涅槃二经之称谓 提湖 系由牛乳精炼而成之苏酪 为肾于乳酪 生酥 熟酥 为乳中之最上品 天台宗即以提湖配于五十教 判中之法华涅槃时 亦为法华涅槃二经之真实殊胜 犹如提湖之胜于其他诸位 故有提湖经之欲称 法华玄一卷二上 大三三六九二下 提湖经 一种因果广高长 但妙无 又提湖经 妙因妙果 与诸经妙因妙果不易 批六千三百二十二 提湖灌顶 提湖 系由牛乳炼至臣之苏酪 为世间之无上位 以 提湖灌顶 一语比喻以智慧输入于人 则能消灭无名烦恼 令得清凉 故今又隐身为使人毛色顿开 或令人舒适之意 批六千三百二十二 前红替 九百二十九 九百八十八 五代杭州林安人 自文德 为吴越国文墓王前元贯之地九子 又称前替 天性成后 心向佛法 年二十计成王位 即位后奉天台的少位国师 并从道前受菩萨戒 后周显得二年 九百五十五 以慕阿玉王造塔仪式 筑八万四千小宝塔 忠纳宝窃应新咒 广行班师 是称前红涕塔 甚至远传至日本 宋建龙元年九百六十 复兴杭州林隐寺 请至绝言受魏忠心第一事 又迎请罗西一记讲法华经 特赐 静光大师 知好 复遣使赴日本 高丽 求取天台论书 致令天台教官然而起 又于杭州建浦门寺 于前唐建兜律院等 太平新国三年 九百七十八 举国归宋 封位 淮海国王 八年改为 南汉国王 端拱元年 九百八十八 更封 邓王 是年八月轰 享年六十 后追封 秦国王 世号 忠义王 宋高僧传卷七 禅陵僧宝传卷七 佛祖统计卷十 卷二十三 卷四十三 宋十列传第四八零 批六千三百二十二 前千亿 一千五百八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四 清代江苏常熟人 自受之 好木齋 明万利敬世 宏光年间 一千六百四十五 为礼部上书 学问渊博 慧敏过人 肃腹江南人望 清兵攻陷南京时 率群臣将卿 任礼部侍郎 后腹产世多而滚 亦为清流不齿 康熙三年末 适寿八十三 其学兼重内外 均荆道卓越 这有伦言蒙超 本已入藏 然以高宗比其为人 遂令撤出之 又及有 列朝诗集 一书 收录原末至名末百余味 诗森之小传和作品 此书对日本士挺时代武山文学之盛行有极大之影响 清史卷四八三 国朝明家诗超小传 P6323 西克教 Sikism 泛名Sika 印度教改革派之一 开祖位纳纳克 MNAC 1469 1538 出生于拉荷尔 Lahore 近郊 Sik 即由泛于 弟子 转而来 亦为 阻纳纳克门人 某日 纳纳克于被因 兵 沐浴时受到感召 遂发心至印度各地游历部教 解说哈里 Harry 为世间唯一永远之神 奉圣 教书 Granth HIV 为主要经典 其教义建立度教 前程派之基础上 并涉取回教苏非派 SF 之神秘主义因素 主张夜报轮回 提倡修行 而反对化身说 偶像崇拜 反所记忆 苦行 阶级 人种之差别 及消及顿势之态度等 认为世上所有现象皆为神力之最高表现 人在神前一律平等 个人灵魂唯有与神结何方能获得解脱 然非否定古来印度诸神 而系以默想来信仰诸神 西克教历代祖师 自开祖纳纳课之后 为安格德 阿玛尔达斯 拉姆达斯 RMDS 1534 1581 阿尔琼 阿尔蒸 1563 1606 哈尔哥宾德 哈尔拉伊 哈尔克里香 德格巴哈都尔 哥宾德辛格 Govind Singh 1666 1708 义说 1675 1708 总称为十足 信徒中包括印度教徒与回教徒 四祖拉姆达斯与阿穆利萨 Amritsar 建立本山黄金寺 范Darbar SHIB 一说戏第五祖阿尔琼所建 阿尔琼会及先祖及圣者之赞勇 编转成根本圣典 Degrens 其后惨遭回教王虐杀 九祖欲将世界于以西克教化 遂与回教王产生冲突 致遭回教徒之刺杀 凡上述种种皆形成当时返回教政治团体之倾向 至始祖歌兵德辛格将信徒编组成军 结成卡尔萨 宗教团体 于入团之计 须先行 剑之洗礼 Kongoddy PHUL 且与美人命名狮子 SIGH 因不论种姓阶级之别 即令守陀罗阶级亦可入团 故数日内有八万人受洗 B等具有强大之团结力 并要求常备5K 即 续法 K 随身携带梳子 Kaga 手带钢环 Kara 万轮 象征万能之神魔所不在 穿短 Katch 象征节操 配件 Kurpen 象征抗拒罪恶 此外 性格又增边 注视根本盛典 名为圣典教书 乃本教之最高权威 心格并以言废除教祖 Guru 职位 心格逝世后 教团分裂为二 即师臣十祖之师子派 与师臣开祖之一型派 Sahitar 为九 前者又分成三派 后者则分成六派 其时返回教运动 正值高潮 而以拉荷尔为中心建立其教团 此运动一直延续至第二次希克大战 1849 为止 于此战役中教团被英军侵入而告衰为 然于20世纪 再度兴起改革之风潮 以庞哲普为中心激烈的展开反应运动 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一股重要推动力 TJKBNKH S.I.G.H. The Sacred Writings of the Six 1960 P.6323 西藏 梵语 Cocara 或Cocarica 因意味系气罗 吃气罗 又做生藏 有生藏 智藏 得藏 明藏 惊息 略称藏 比丘十八物之一 即比丘行于道路时 应当携带之道具 原用于驱赶毒蛇 害虫等 或启石之时 震动西藏 使人远闻疾之 于后世则成为法器之一 大比丘三千微 以卷下列举持西藏之音由 大二四 九一九中 一者为蛇虫故 二者为年老故 三者为分位故 四分率卷五十二亿载听 老比丘持障 由上隐得之 西藏之设立 非警围趋遣害虫等 亦为行起食用以警觉者 或特为年老者浮身之用 又大比丘三千微 以卷下列举持西藏有二十五种限制 如见佛像时 不得使藏头有身 乃至不得以藏指人 或画的做字等 可见其用法之言 西藏由西 木炳 对 又坐墩 尊 及毛己等兵器 丙下之同套 三部分组成 西市帐头 成塔婆形 附有大环 一悬数各小环 摇动时 则发 西西 之身 顾西帐又称有身帐 有部皮奈耶杂士卷三十四 大二四 三七五上 帐头安环 缘如斩口 安小环子摇动作身 而未警觉 又向来相传 北印度纳皆罗和国存有佛陀所持之西藏 如洛阳加兰纪卷五 大唐西域纪卷二等所说 此外 大日经书卷六所在阿舍里所传曼陀罗徒位中 释迦院列有如来西藏菩萨 乃将如来所持之物据 予以拟人化 又千首观音四十首中 有一首持西藏 称为西藏首 八臂不空所菩萨及的藏菩萨等意持此物 西藏在我国 自古极有 如旭高僧传卷十六载 北齐僧仇一淮州西王乌山修禅时 闻两虎斗针 其咆哮响响正严血 应以西藏中指彼等之斗 同书幼载 随带谈寻于山中行 正值二虎相斗 乃持西藏驱散之 故古来称之为解虎兮 又僧人行路必持西藏 网易诸方 故称为飞兮 寻兮 再一处止住 称为流兮 寡兮 景德传登陆卷八支舞台 隐风禅师 邓氏条载 隐风于唐原和年中 八百零六八百二十 登武台山 陆京淮西 石关贼交锋 不觉胜负 师乃欲解其患 直西空中 飞升而过 两军将士仰官 斗星遁袭 此集有名之飞西故事 日本天台及真言等宗 于法会时 用短禀西账 正之以唱泛北 其北亦称西账 为四法要之一 此有九条 三条之别 九条有赞颂九节 又称长西账 三条急于赞颂九条之中 送出二条与最后一条 亦单称西账 又是传 得到踢成西账经 一卷 专说西账之由来 且卷末附路持西账法 二十五事 此经于东径传入 文具杂踏 而可一处甚多 四分界本如是卷十一 即以此经为伪经 十送绿卷五十六 根本萨婆多部绿色卷十 南海纪归内法 传卷四王财森线条 试试要揽卷中 卷下 翻译明义及卷十八 赤修百账清规 卷下大众章 批六千三百二十四 西账经 请参阅得到踢成西账经 西拉图兆 位于随远归随城内之喇嘛寺 寺 蒙古语称作 兆或 兆 归随一代 大 小之兆甚多 而以西拉图兆位最著名 西拉图兆又称严寿寺 系清康西清真外蒙归来 驻必于归随城时所见 凋梁画栋 建筑雄伟 寺中有设立塔 白石铸以梵文 塔四周刻有蒙古文经典 中共佛像 信徒登陵朝拜者中年不绝 寺内有康熙清班之 阴山古沙 横额 批六千三百二十六 西经佛教 西经 古称哲梦雄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路 北界西藏 东南陵布丹 南街印度 西街尼泊尔 面积七千余平方公里 于1975年5月 并入印度共和国 成为联邦政府之地二十二州 西经本位西藏人居住之地 故意属喇嘛教文化圈 喇嘛教皇帽派于西元十五世纪 经宗喀巴改革后 教育龙胜 至十七世纪 有红帽派佐克当派之森在此活动 创建许多寺院 目前此派在西经势力颇大 西经之喇嘛寺院 行事单一 皆供奉三尊佛像 中间位本师是迦牟尼佛 左位莲华身上师 右位观世音菩萨 均以金黄佛像及错宗的壁画 颜世四壁 喇嘛法座夫以身红色法衣 祈祷时之法器有脑 伯、古、号教、法罗等所诵经咒多位 按马那巴咪欧 六字大明王咒 大喇嘛所用祈祷轮重达四百磅 周围克教条 喇嘛寺中专有物为装满圣水之胡筒 与念佛珠 在佛前则供有三杯供水 四种花 五种香 六种灯 七种食品等 乃沿袭古代印度家庭招待来宾 与敬奉神旨之封上 寺院多建于巨市镇颇远之山旁 湖边 通常附设颇具规模之图书馆 藏书丰富 吸引各地之学者前往参阅 著名之寺院如大龙寺 The Talon Monastery 为西京最神圣佛寺之一 藏有珍贵之佛物 阶系十九世纪初 由全国各寺搜集而来 最富裕之寺庙则为普满西寺 Pomilchi 东南亚佛教研究 现代佛教学术 古从刊83P6326 西兰佛教 西兰系位于印度半岛南海外约三十二公里之岛国 泛名S.I.Halla 因一森加罗 一一之师 师子 十应 我国古代称之为狮子国 又称同长岛 伦家岛 欧洲人则称之为西兰 最洛 1972年改称斯里兰卡 最洛 为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根据的之一 鼠部派佛教上座部分别说戏之同叠部 其有关佛教之巴黎文文献有 1.导使 Badipava Esai 以师歌体叙述佛教兴起之世纪 约编辑于325年至52年 兼 2.大使 Badipava Esai 大名王 Badipava Esai 因一摩和纳摩 409 431 在位 者 3.小使 Badipava Esai 编写日时 巴士教英人 入侵 4.佛音论师 Badipava Daigosa 于五世纪请注释之三藏圣典 及其所者之清净道论 Badipava Esai Mega 等 209 2.它的命名 可以 4.新制 1.小使 1.小使 准道 1.小使 2.小使 1.小使 1.小使 4.小使 1.小使 1.小使 417 BC 207 BC 在位 10 印度阿云芯之佛省陀佛 范恩朗 玉四比丘 一居 10 其美 森加拉 范 Sa Gade 首次将佛教引入本道 魔神陀仙于王臣阿罗陀卜罗, 范恩尔德普拉,巴桐, 之东尼沙加山, 米西克,被王朔相机与小金, 巴西埃,哈瑟克多奔, 又称咒罗赫相辟金, 并于七日间度化8500人。 王乃于王臣之南大梅嘉林营造大寺, 巴马,VHR,又于芝笛山, 巴巴特,建六十八十四, 并迎请佛设立,奉至于塔园寺, 巴THPRMA,王妃阿罗,巴阿瑙, 且从僧加密多出家。 本期见,巴黎云西菱, 是的,还有我们在宣众共同一幕的城镇, 巴特,建立,吉利殿大陆礼宫, 或者监会发行并遏见, 比较到州和土坡 Raum村友们修设立, 水平坪沿路和土坡沿路填沿路, 我们一起去看看可乐, 武多率坏速市场, 宣众共同一学公司的具体移民社区市场, 进行为了мо新的。 宣众共同一学公司, 在宣众共同一学公司之前, 其后两百年,诸王接近信教。佛教发展迅速,以大四位统一教团之中心。 木钗加摩尼王,巴杜哈克曼,101 BC,77 BC,在位,深信佛法于大四位织西建摩利喳提金社,巴马里卡巴埃,VHRA,即帆交四,又于大美加零件铜殿,巴鲁哈克斯德,于其北建金满大塔,巴苏法ML。 西元前一世纪,佛塔加摩尼王,巴菲亦摩埃,43 BC,17 BC,在位,即吴卫山寺,巴阿佩埃朱里,VHRA,摩埃地区长老,巴马特萨,即将此寺。 西兰佛教因而分裂为四派与五位山寺派,两派常为争取佛教。 西兰佛教之领导权而相互倾压。 大四派以正统自居,首先将口口相传之经典以巴利文书写于备业,以便长期保存,并开始编修导使。 无畏山寺派则主张革新,只凡统。 佛教已居于腐败,于大臣佛教传入,三世纪,后,成为大臣重镇。 三世纪。 印度大臣佛教之派方等部,范菲丘亚佛,阿菲达拉佛,又称方广部,传入西兰,宣扬印度大臣系之信空想,遭到大四派之反对,中尉取他婆耶王,范勾埃阿。 三百零九,三百二十二在位,所平复。 四世纪中叶,无畏山寺派部分比丘因不满本派引用方等部之言说,乃讲男生。 四,八达克执里夫拉,因森众中有一上座比丘名为,海,巴埃斯加拉,故南山寺又称海部,巴埃斯加利亚,或南山寺派。 此即西兰佛教第二度之分裂。 至王赫斯纳王,巴埃斯纳,三百三十四,三百六十二在位,十,大臣佛教势力颇为兴神。 其前,印度正盛行无者,是清之瑜伽思想,王赫奉印度大臣系上座比丘。 范埃斯加拉,主于吴卫山寺。 丘因鼓动大四派森众转性大臣教说失败,即向王建议下令令指百姓公养大四派森众,大四派比丘吉安移至南部摩罗耶,范摩雷阿。 等地方,四,更有敬而将大四移位平地。 王于大固指附近令建一座紫园寺,巴吉凤娜娜VIAHRA,供养海部上座比丘地区,巴埃斯阿。 然一般,班臣明对大四以身具想,阿四四乃联合臣明破使地区还俗,紫园寺其余之海部森重, 则渐渐发展为一支信仰方等部之独立宗派,称为指缘司派阿。 在宰湿岐防御寻民 supreme第三百年都的冬必回来南部, 吉祥寝渐渐渐配沖转高邓提摔畴寇弗孙枫圈弥炰刞 禍客警非常岐我演唱 nyged make妳的记ąd mind 十二,四百零九在位,继摩赫斯纳王登位之后,拥护大四派,修复大四,塑造摩审陀金像,并每年举行圣大纪念会。 十二,四百零印度结家国,泛凯利迦,佛亚臣,泛敦特佛拉,巴童,王子陀多,泛敦特,康玛拉,巴童,与王妃西摩尼,巴亨摩尔,协佛亚一科治本道,供奉于阿托布,华臣之塔与寺,也每年临期在吴卫山寺展出宫人膜拜。 此后大四、吴卫山寺、紫园寺等三派长期鼎立。 五世纪初,即大明王时代,约于东晋一溪六年,四百一时,法显由印度返国途中,常驻于吴卫山寺,称彼十三大四有彼丘一万。 其时,上帝, 佛部最伟大之论师佛因一来宜兰传教,驻于阿四。 首先完成清静道论一书,内容分界,定,会三纲,多方引证早期之佛教圣典,形成佛教百科全书式之巨者。 既导大四派将西南文三藏翻译为巴利文,并以巴利文注尸,鉴定上座布大四派兴圣之基础。 继佛因之后,佛导论师,巴布德达达为三注尸,日作纲要护法论师,巴德玛瑞,而完成佛因为完成之注尸工作。 六至十一世纪,由于西兰内部之镇日清亚及塔米尔人,腾摩斯之路。 清,佛教一直无法振作。 三大四受到严重破坏。 十一世纪后半皮舍耶婆喝仪式,巴布德达达达,一千零十九,一千一百一十四在位,曾潜时赴缅甸,请缅甸增至西兰传授戒律,重新建立僧团。 其后又经数十年之扰乱,至波罗罗摩婆喝仪式,巴布德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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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okha wekhvehsopahqe. 为首之经典杰集,对巴利文三藏之注书在家输结。 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诸业 历经印度婆罗门教、葡萄牙天教、佛基督教等至入侵 佛教更行摔违 如仆人统治期间 一千五百零五、一千六百五十八 毁坏寺院、迫害僧众 以至受巨族戒之比丘不超过五人 佑佛统治 一千七百九十六、一千九百四十八 鼓励人民信仰基督教 并为佛教崇拜偶像是荒谬之表现 处处限制佛教活动 致令西兰多次有先罗、泰国、缅甸请戒师 重建僧团及传戒 故近代之西兰佛教身受先 缅二国之影响 1866-1873年间 沙米曲纳南陀 Mrakatwafati Gunananda 以比蛇之力反击基督教 主张恢复佛教之荣 全党皆为之振奋 随即成立佛教灵之学会 Buddhist Theosophical Society 今日驻明知阿南陀佛学院 法王学院、魔神陀佛学院 亦多创于此时 1911年 居士摩波罗、梵德玛VLA 后一出加威森 创立摩可菩提会 Mathbody Society 训练青年至海外弘法 并在西兰创办佛教学校 现今西兰佛教分位三大派 一、仙罗派、塞铭、尼克亚、又称泰国派 1753年由泰国传入 属保守派、僧数最多、信徒多位甚阶级人士 旗下有阿斯杰利、阿斯科里、尼克亚、摩尔法多、 马尔法多、马尔法多、尼克亚、等小派 二、阿摩罗普罗派、阿摩罗普罗派、尼克亚、尼克亚、 身上免派、1802年由缅甸传、信徒多位 旗下有乌范、尼克亚、尼克亚、 纳范罗衍利耶、沐瓦利亚、尼克亚、等小派 三、兰曼逆派、尼克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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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行方式 岛内佛教遗迹颇多,古都阿罗陀卜罗附近有五位山寺、紫园寺、塔园寺、伦家寺、八LAKRMA、大寺、翻焦塔、金粉塔、如文威利道格巴、岩石寺、八GAL、VIARA、铜殿、摩神陀墓、大菩提树等。 坎仪式、Candy,则有佛雅寺等古迹。 此外亦陆续发掘出阿南陀巨像、释迦佛像等具有历史价值之雕像。 我国与西兰之交通约始于东应时代,一级其大名王前后。 梁森传卷六道荣传载,后秦遥兴,394、416在位,10,狮子国有益婆罗门文揪摩罗时,344、413,在关中红把,遂至安四基论南,只有道荣者,生而出破赤其妙。 童书卷十三会立传及梁书列传第四十八载, 狮子国国王文东敬孝武帝信奉佛教,特遣沙门谈摩义尽献余佛一尊,高约一公之于十余年,至安第12年,406,使达我国。 另据高森法显传载,法显于一夕六年到西兰,二年参学期间,清访诸寺,并写返弥撒塞绿藏本,长阿涵,杂阿涵等经验。 幼宋书列传第五十几载,刘宋文帝元家五年,四百二十八,狮子国沙利摩赫南王,曾遣史进县衙台像,所祭之,沙利摩赫南王,及前祭之大明王。 幼聚开元世教陆卷五载,刘宋日,有狮子国沙门森加拔摩来华,亦出弥撒塞绿抄一远。 另于历代三宝记卷十一所载,萧綦永明六年,四百八十八,曾有三藏法师或卫及佛音论师,携带佛音所注释绿藏之座善剑绿琵琵琶至。 广州,后由其弟子森加拔陀罗与沙姆森一共同出。 此外,梁书列传第四十八亿梁五,五帝大通元年, 五百二十七,狮子国家叶加罗赫祥曾向五帝上表,誓言红阳三宝,杜化生。 唐代与西兰之往来更简平凡。 据大词恩四三藏法师传卷四载,玄奘,六百零二,六百六十四,大师虽因故为治该岛国,然知其时盛行大臣及上部佛教。 据大唐一玉求法高森传载,午后垂拱元年,六百八十五,新罗森惠伦与唐森无形阶层游历该岛。 又据真缘新定世教目录卷十四载,印度金刚之三藏,六百七十一。 七百四十一,曾至岛上参礼佛雅,佛祭,后于开元八年,七百二十,至洛阳,携来狮子国国境信之大班若金范加本,测辅原规则爱,阿穆加拔哲罗,即悟空三藏,于天保五年。 七百四十六,携来狮子国师罗弥加王晋献之被叶范自大班若金仪补。 然不空邪金之说可系后人将金刚至邪金仪式混合而成者。 另据明本大唐西玉记森家罗国父记载,明永乐三年,一千四百零五,三宝太监任何曾至盖导夺举佛雅。 故知中,西二国虽历经各朝政治之地善,仍能维系佛法之交流不断。 西兰自佛教入传至今两千多年中,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建筑、雕刻、绘画、文学、音乐等各方面,皆深受佛教影响。 1948年独立以来,更以佛教为国教,以传统佛教之代言人自居,致力于种种弘扬佛法之事业,国内普遍设置佛教组织。 全国信者如全西兰佛教会议,Ossalon Buddhist Congress,全西兰妇女佛教会,Ossalon Women's Buddhist Association,公职人员佛教徒协会,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 Buddhist Association,等。 国际信者如世界佛教徒友仪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摩赫菩提会等,分别进行各项佛教活动。 佛教杂志与出版社亦热烈投入红法行列,其中以西兰政府出版之英文佛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uddhism,由魏世人所重,契今仍在陆续出版中。 此外,又于国外设立佛教使节团,如伦敦佛教经社,London Buddhist Fihara,华府佛教寺院,Washington Buddhist Fihara,等,直接在当地宣教,接引外国人士皈依佛法。 因知西兰之佛教仍不断朝着现代化、组织化等方向进展。 目前,西兰有关佛教之节庆有,一,新年,西兰人之新年有阳历1月1日,4月13日,8月30日等三种。 其中以4月13日最重要,称为僧家罗底,犯SAKRMTI,一连庆祝五天,佛教信徒至佛四礼佛,拜塔,拜菩提树,公僧,受持五戒及听法,并既拜大自在天等诸神,又以米与牛乳煮成乳饭,8KH Rappada,供养僧众。 2. 卫塞日,8VESKJ,为西兰最伟大之节庆。 于5月月圆日庆祝佛陀之诞生,正觉,涅槃。 人民网佛寺礼敬,供养三宝,持戒听法,政府则禁止杀身,卖酒,见或释放囚犯。 3. 佛牙节,佛牙本至于塔园寺,然至十六世纪初,西人势力深入西兰后,西兰王朝及迁都至中部山地之坎帝,佛牙亦已至此,新建佛牙寺供养,并定每年八月一日起,举行隆重之佛牙游行祭典, 故佑称坎帝游行圣会,Kandian Parahira,为持名世界之重要节庆。 4. 庄严寺,巴卡利VIHRA,佛设立游行圣会,本寺距可伦坡约八公里,距传佛陀曾助西于此,圣会自2月13日起,一连举行数天。 5. 摩审陀纪念日,西兰历7月15日,系以席时摩审陀至西兰传教之首日为节日。 6. 摩西耶加纳塔,巴马海亚Gaacitya,纪念日,此古塔距坎底约八十公里,距传佛陀一层在此住西,故每年西兰历9月,即有纪念游行。 7. 森加密多上座尼纪念日 至于日常之佛教仪式,部分依经律而行,部分则依风俗而行。 一般仪式有,依,佛日,每月有四日,类似我国之斋戒日,信徒于此日即入佛四里佛,僧人为信众说三规五戒等,皆以八立文念诵。 2. 说法,传统之方式为人民自建说法堂,请僧人说法,佛四则于日落后以及中卫信号,即开始说法。 较隆重之说法已是则由三位法师日夜轮流说法。 3. 敬佛,以食品供养佛陀。 4. 师僧,八Sagadana,供养僧人。 5. 念诵守护经,信徒请僧人念诵三宝经,八Ratanasata,五蕴护经,八Kentaparita,等守护经,以消灾祈福。 5. 颂书太祖本纪第五,比丘尼传卷二僧果传,两高僧传卷三求纳拔摩传,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唐西玉纪卷八,南传佛教史,近海,世界佛教的现状,李天春,以。 10. 天明天, account of the Island of Salon, H. Parker Ancient Salon,参阅,佛音,2643,阿罗陀卜罗,3659,p6327。 西兰森家派,巴黎明森哈埃, 为缅甸早期上座布佛教教派。 亦称西兰宗派,巴森哈埃, 后宗。 西元一一九二年由孟族森人车波多,巴超埗, 创建。 车波多留学西兰十年, 知识广博, 擅长辩论, 又与西兰佛教关系联络密切, 返国后,与同行之西兰比丘师婆利, 巴埃斯佛拉, 多摩灵陀, 巴提摩琳达, 阿南陀, 巴南达, 罗罗, 巴尔乎拉, 后环俗,等人, 于蒲甘北部之让屋, 巴超埗, 建议西兰式塔寺, 称为车波多塔寺, 一大四界法, 传授比丘界, 颇授纳罗波帝西兜旺之崇信, 其主要活动之范围在下缅甸。 由于车波多等人之红法, 导致原有教团之对立, 缅甸佛教僧团遂形成两派, 原有之森团称为, 缅甸宗派, 巴摩拉玛, 尼克尔, 车波多领导之森团则称西兰宗派。 其后西兰宗派在分裂为什婆利, 多摩灵国, 阿南陀派比业, P6332 路外经典, 即只登载于一般经路以外之经典。 依其内容, 约可谓四类, 依, 诗意经典, 指译者不明之经典。 此南古时于所译经本中, 未属意者之名, 且有关翻译该经之记载意附却如, 故后人无由得知经典之译者。 据南朝梁戴森佑, 445, 518, 所作之调查, 我国自东汉至南北朝中其之三百年间, 传意之经典已有二千余部, 其中诗意经之数目高达已知意仁之经典总数三倍。 2. 抄经, 又称别抄经。 即有已完成汉译之大不投经典中个别抄出其中一章或一节, 令赋以经名, 成为独立之经而流行者。 此封自古及盛行, 前赌之人可任意亲手抄写而别行, 故若不慎究其本经出处, 则常义物为另有小经典译成。 此等超经数目颇多, 且多与本经一并流传于后世。 3. 却本经, 即止虽之某经已被译出, 然至后代又散译不存。 属于此类之路外经典译不在少数。 盖因经过数百年之书写流传, 其间难免有遗失或残缺者。 至随,唐以后, 以朝廷之力编修大藏经, 而书写、传通、翻译新经等, 一切均依赤子而为, 一旦编入藏经, 待机不可能成为缺本。 然在此之前, 不仅翻译之时的分散, 书写红传义是思相受与流传, 故中途缺失实属难免。 4. 唯一经典, 只非一字泛家之佛教经典。 其中, 有我国学者仿造佛教经典伪作者, 亦有少数佛教以外其他宗教之典籍, 因不查而易出者, 或有虽觉不妥, 然亦难辨其真伪者。 此类之问题一作, 于历代经禄所载位数不少, 最多者为开原式教禄, 总计406部。 尾仪经大多数军遭病赤藏外, 久之亦见失传, 然亦有虽有可疑处, 自古依然照收入藏者。 大正大藏经中亦收载此种经典, 不下几十部。 佛书解说大词典佛典总论第二部, 小野玄妙,P6333。 警包特识,禅灵用语。 为警中包有大识, 比喻外揉内奸, 即指师家指导学人之基法, 表面虽柔和,然内含辛辣。 从荣录第十四则, 大四八,二三五下, 有识铁果棉团, 有识警包特识, 以刚觉柔则故事, 逢强及弱势如何, P6334。 锦江禅灯, 凡二十卷, 另有目录一卷。 清代灵纪宗森藏学通罪, 1610、1693, 这,康熙三十二年, 1693, 中刊。 收于万绪藏第一四五册。 通罪广搜历代诸家史传, 语录, 依止月录等之体力, 将历代各宗共卫议员, 而不别分五加七宗等之末派系, 为于卷墓之下标明大剑下地己事。 主要收录属的出身儿洪阳宗臣于异地之诸师, 或即属四方而见法状于属地者之上堂, 小餐、 行食、 宋古等, 以及朝野护法居士, 影翼山林之高僧与神僧之机缘法语, 共计一千余人, 其中出祖达摩至大剑下四十世之禅师约有八百余人。 批六千三百三十四。 景色, 指次秀之佛菩萨图像。 又称秀像, 秀佛, 秀障。 此类图像或以多种色丝, 金丝之臣, 或更坠以诸欲, 而有多种类别, 如, 一, 知臣像, 即以各种色丝之臣。 二, 景像, 属于知臣像之一, 细以金丝之秀。 三, 结诸像, 知诸像, 即以诸欲点缀, 或将诸欲之入。 印度, 西欲等地自古及有刺绣佛像, 约于福晴时代传入我国, 至南齐以后, 秀像之造力盛行, 并传至日本。 据梁高森船卷武道安船载, 福坚浅使至国外, 的金博乙像, 杰珠弥勒像, 金吕秀像, 知臣像等。 据广宏明集卷十六秀像提赞并续载, 南齐永明四年, 四百八十六, 勒林寺主比丘尼氏宝愿秀成无量寿尊像一尊。 据, 严历四座主缘真传, 宰, 则天皇后曾逢秀极乐净土变四百幅。 关于日本之秀像记录, 最早建于推古天皇十三年, 六百零五。 至近代, 因人使坦英, 在敦煌千佛洞发现我国八世纪前之秀像。 大臣造像功德经卷二, 慈世菩萨略修悦念诵法卷下大三昧耶向西的品, 五分绿卷七, 释迦方至卷二, 洛阳嘉兰记卷一永宁四条, 历代三宝记卷九, 日本书记卷二十二, 有洋杂组续集卷六, 批六千三百三十四。 二家, 梵与阿格, 八粒与阿格之音译, 又作阿家, 二家, 二家, 俄罗家, 意义作功德, 功德水, 水, 意称二家水, 二家香水, 香花水, 只专攻于佛前之功德水, 香水, 或只圣装功德水之容器。 大日经书卷十一所载二家水, 即香花之水。 大日经供养次第法书载, 献二家香水, 正平等性至三界法王位。 梵与阿格, 自语根阿, 有价值, 转变而来, 意味有价值之物, 后其意转位供奉神指或贵人之物, 赴转位供养水之乙。 又聚会灵音一卷十载, 二家即香水器。 西灵音一卷五载, 二家系圣香水的悲气之总称。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之注位, 凡供养气皆称为阿家, 或更止沐浴之气。 上继以二家为供养气聚者, 皆转而知结果。 此外, 摄真实经卷下将阿格亦做圆满, 或无浊, 或隐身做菩提道者。 自古印度乙匠, 宴会来客必先被水洗涤, 此习俗特别为佛教之密宗所引用, 作为六种供养之一。 大日经巨原品载, 二家, 图香, 华曼, 烧香, 饭食, 灯明等为六种供养。 金刚顶经一字顶轮王于家一切实处念诵成佛以鬼以六种供养配于六道, 二家即配于磅身去。 或以二家配于六波罗蜜中之不失波罗蜜。 于密教之修法, 行二度二家供养, 以前供养, 即于修, 入我我入, 观或正念诵之前, 在火舍。 香炉之一种, 右侧供养二家。 二, 后供养, 即于本尊家持或散念诵之后, 在火舍左侧供养二家。 前者即供养从本地请来的本尊之水, 相当于远程来客喜足之水, 后者则相当于燕壁后之树口水。 与二家有关之器物有多种, 如, 如, 一, 二家筒, 细集取二家织筒形容器, 其制作材料与形状, 大小等皆无定制, 一般以木材或金属制成, 直径自15公分至30公分左右。 于传法冠顶时, 金刚界与胎藏界各别用一统。 二, 二家颈, 只专攻二家用之颈。 二家筒集自二家颈中集取二家。 二家需常保持清净, 不能做杂用水食用, 故大寺院多绝专用之二家颈。 三, 二家器, 由碗, 敏二部组成, 为六器之一, 或为六器之谷称。 原指圣装供养佛的二家器, 后转为供养器之总称。 于密教修法时, 此物置于修法坛四方之中央, 在火舍之左右各列三个。 原本为四器一组, 后演变成为六器一组。 四, 二家盆, 只放置二家筒, 二家器之盆架, 另外一枝花等。 二家盆一般设在二家颈旁, 屋顶成单鞋状。 五, 二家碑, 又做二家坏。 只剩庄供佛水之碑形容器。 有金属制, 土制。 二家筒之水不得直接注入二家器供养, 需先行至于二家碑在移入器中。 修法时未便于交换二家, 得先注水入二家碑, 置于座位附近。 大日经卷三世间成就品, 卷七真言事业品, 苏西的杰罗金卷下奉请品, 成就妙法莲华金王瑜伽观至遗鬼, 大日经书卷八,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翻译名义集卷七, 显密微一遍揽续边卷下, 参阅, 二家器, 六千三百三十六, 批六千三百三十四。 二家水加持, 未密宗修法之一。 即于三摩耶界荡日之后夜迎客, 早晨三十至五十, 即取二家井之井滑水为二家水之作法。 又称二家集作法, 传法灌顶所用之二家必依此作法。 又上即之井滑水, 略称滑水, 至后夜时刻之井水, 此时之水中未生小虫, 即为清净, 故于此时集水。 批六千三百三十六。 二家花, 只置于二家中之花。 一般使用印石之鲜花或叶, 后引生未供佛之花。 成就妙法莲花金王于家官至仪轨, 大一九, 五九六上, 于坛四门两边各至二二家器, 满圣香水, 中者经, 范朱石华, 吉令香节, 批六千三百三十六。 二家器, 原指圣庄二家之器具, 由此转指供佛之一般器具。 又作二家器。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大四九, 三九八中, 阿家, 二家, 此云器, 凡公养之器, 皆称曰阿家, 于密宗, 为六器之一, 即六种公养之一的二家容器。 乃由二家碗与二家闽组成之公养器。 碗成折形, 敏味碗之台, 于碗中圣二家, 并制鲜花、 香草, 令此水及静妙相结。 据苏西的杰罗金卷下奉请品载, 二家器随不同之修法而才只有益, 应当以金、 银、 铜石、 木、 荷叶等制作。 精密宗多使用铜或黄铜制成者。 瑞系耶金卷中摩赫曼图罗品, 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研究, 念诵仪鬼经, 成就妙法莲华金王于家观至仪鬼, P6336。 二家灌顶, 密教做法仪式之一, 即以二家香水灌于佛道修行者之顶, 证明其修功。 与, 甘露灌顶, 香水灌顶, 同意。 金刚鼎翼绝卷上, P6336。 严慕纳河, 严慕纳, 泛明游门, 意义作复合。 乃印度恒河之之流, 长约1385公里。 印度自古市为严摩天之魅严美, 泛燕, 而家以崇拜, 为古印度文化中心, 历代多建都于其两岸。 幼称严慕纳河, 兰慕尼纳河, 瑶浮纳河, 瑶济纳河, 耶穆纳河, 及金之珠穆纳河, 张纳。 阿含金位为五河之一。 发源于雪山, 喜马拉雅山, 三千于尺之高地, 流金横河以西南之阿拉哈巴, 阿拉哈巴, 范与古称Pregia, 及罗耶加, 与恒河交汇。 阿拉哈巴亦因此成为数千年来印度教徒之圣地。 唐代玄葬西游时, 严慕纳河沿岸有苏路勤纳, 范罗汉纳, 莫吐罗, 范阿辉, 杰若居舌, 范康尔河, 罗耶加, 范Pregia, 等国。 摩赫森纸绿卷八, 善剑绿皮婆沙卷十二, 大智度论卷二十八, 大唐西域纪卷四, 卷五, 六千三百三十六。 严福提, 范名Djambul, Dvipa, 巴利名Djambul, Dipa之音译。 右座严福利, 善布提, 严福提并波。 严福, 范与Djambul, 乃树之名, 提, 范与Dvipa, 周之矣。 范汉坚义则作善福周, 严福周, 善布周, 瞻福周。 略称严福。 旧意味惠周, 惠树臣, 乃圣产严福树之国土。 又出产严福谈经, 故又有圣经周, 好经土之以名。 此周位须弥山四大周之南周, 故又称南严福提, 范Dokai, Djambul, Dvipa, 南严福周, 南善布周。 长阿寒卷十八严福提周品载, 齐土南辖北广, 纵广七千游巡, 人面亦向此地行。 又阿诺达池之东有横家, 秦家, 和, 从牛之口出, 从五百合入于东海。 南有星头, 杏杜, 和, 从狮子之口出, 从五百合入于南海。 西有婆叉, 复除, 和, 从马之口出, 从五百合入于西海。 北有斯陀, 喜多, 和, 从象之口出, 从五百合入于北海。 又大楼探经卷乙, 启示经卷乙, 启示因本经卷义等之说一同。 据舍论卷十一载, 四大周中, 为此周中有金刚座, 一切菩萨将登正觉, 皆做此作。 凡上所述, 可知言福提原本系指印度之地, 后则犯指人间世界。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历世阿皮弹论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大唐西玉记卷一玄应应一卷十八, P六千三百三十七。 盐浮树, 盐浮, 盐浮, 范与珍比尔, 八粒与铜, 又做粘浮树, 扇布树, 扇浮树, 染布树, 磨树, 略称盐浮, 属于落叶桥木, 学名Eugenia Jamalana, 原产于印度, 四、五月间开花, 结生紫色果实, 稍带酸味, 种子可作药用。 一大制度论卷三十五载, 印度为盐浮树茂盛之地, 故得盐浮提之名, 又留于此树林间之珠和多寒沙精, 故称为盐浮檀精。 此外, 启示英本经, 历世阿皮谈论卷一南善福提品等皆说有, 言福大树王, 此树枝干高广, 树叶厚密, 能遮蔽风雨, 果实甘美无比, 或系印度人想象中之理想树。 启示金卷一南本涅盘金卷九, 善见绿皮婆沙卷十七, 释迦方至卷上, 必言录第十四则, 翻译名义极卷七, 批六千三百三十七。 盐浮檀精, 饭语詹mnauda, sovai, 亦为流金颜浮, 亦为流金颜浮, 珍, 树间之河流, nauda, 弹, 所产之沙金。 此金色则赤黄带有紫燕气, 为金中之最高贵者。 又称染布纳陀金, 善布纳陀金, 善浮纳他金, 颜浮纳陀金, 圣金。 于香醉山与雪山之间, 有流金颜浮树林之河流, 从此河流采出之金即称颜浮潭金。 在印度神话中, 颜浮河为横河七之流之一, 似非本有此河之存在, 顾颜浮潭金可能与颜浮大树王同事赴赫须弥四周之说而未想象之物。 有关颜浮潭金之记载, 屡见于诸经典。 关无量寿金, 法华金卷三寿祭品, 启示因本金卷一大制度论卷三十五, 玄印因一卷二十二, P6337。 阎曼德加冥王, 阎曼德加, 泛名人Menteca。 此尊能降伏阎魔, 解除众生之父。 魏密教五大冥王之一, 八大冥王之一。 右座驰名金刚, 圣燕曼德加威怒王, 燕曼威怒王, 大威德冥王, 将阎魔尊, 阎魔德加冥王, 六族尊。 魏于五大冥王中之西方, 魏阿弥陀如来之教令伦生, 其自信伦生为文书施利菩萨。 此尊形象深沉青黑色, 现奋怒形, 有六头六臂六族。 密号大威德金刚, 种子位, HR, 三摩耶形魏棒。 此外, 西藏所传此尊之形象为三面六臂六族, 成座大白牛。 又文书菩萨化身之威德部位金刚, 为西藏密宗无上瑜伽宝身部之本尊。 其象为九头, 三十四臂, 十六族, 裸体, 拥抱名妃罗浪染娃, 足踏一牛, 牛下卧一难, 为格鲁派所修本尊之一。 广大仪鬼卷中, 人王道场鬼, 文书八字鬼, 燕曼德加万爱如意法, 捕陀落海会鬼, 大日经书卷六, 批六千三百三十八。 严曼德加仪鬼, 记载佛说大威德明王念诵法之仪鬼。 记有四本, 一, 圣严曼德加威怒王力臣大神宴念诵法, 全一卷, 唐代不空矣。 二, 大臣方广曼书是立菩萨华言本教, 严曼德加愤怒王真言大威德以鬼品。 第三十, 全一卷, 唐代不空矣。 三, 大放广曼书是立菩萨华言本教赞严曼德加愤怒王真言阿皮遮撸家以鬼品。 第三十一, 全一卷, 唐代不空矣。 四, 妙及祥罪圣根本大教经, 凡三卷, 宋代法弦矣。 以上四本接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内容计数佛陀未立一末法, 众生, 致此不易于有情者即被逆为王, 令佛法久驻世间, 所宣说之真言教法。 批六千三百三十八 严婆渡鸟, 为地狱中令罪人受苦之鸟。 又作严婆鸟。 居于十六眷属地狱中之严婆渡地狱, 又作严婆婆渡地狱。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五载, 严婆婆渡地狱有严婆鸟, 身带如相, 嘴锐利而深艳, 每桌之醉人于上空, 东西游行, 骤然而放之, 如石坠地, 岁位千百断。 往生药籍卷上, 批六千三百三十八。 严罗人, 只在地狱中喝则罪人之狱卒。 正法念处经卷六, 大一七, 二九下, 严罗人苦切记语则书之言, 乳携鉴于吃, 吃所负人, 经堕此地狱。 参阅, 狱卒, 五千八百三十八, 批六千三百三十八。 严罗石殿, 又座石殿严罗。 严罗, 即严罗, 魔, 王, 原为印度沸陀时代之夜魔神, 范尤玛, 被一般人视为死神或掌管明界之主神, 其后此一思想混入佛教, 并传入我国, 而与道教信仰相结合, 衍生出明界时王之说。 又广义而言, 严罗, 除指严罗王外, 上范指整个幽冥世界, 地狱, 严罗石殿, 即指明界之时王。 明界时王之信仰, 约起于唐末五代, 然关于时王之起源, 则有诸多一说。 据世门正统卷寺, 佛祖统计卷三十三等载, 唐代道明和尚神游的辅实, 见十殿之明王分别审判王者之罪业, 物后岁依依叙述述之, 此信仰因而流传于世间。 然具的藏菩萨像灵焰祭所在, 清太寺沙门之, 至, 又感应的藏祭, 之世祭, 位于后境天福年中, 九百三十六, 九百四十四, 有西印度人之又来华, 携来的藏菩萨之图乡及本愿功德经, 图乡上中央画有地藏菩萨像, 左右两旁即为十王之相。 依此而言, 十王孔系印度所传, 但文中所用十王之名称多位我国之称呼, 且其形象亦多穿着我国古代之道服, 由此推测, 印度所传之说似不足采性。 此外, 唐末以后所流传之, 欲修十王身七经, 中, 亦载有十王审判之情形。 另据佛祖统计卷四十五载, 欧阳修早年多病苦, 曾于梦中见到名府十王, 并问之有关斋僧造经可得利益衣食, 醒后病愈, 遂一家敬佛。 在我国一般民间信仰中, 地狱思想深受佛教影响, 由其受, 的藏菩萨本愿经, 之影响最深, 故事的藏菩萨为地狱之最高主宰, 称之为幽名教主, 旗下管辖十殿阎罗王, 即, 一殿秦广王, 二殿初, 楚, 江王, 三殿宋帝王, 四殿五官王, 五殿严, 僧, 罗王, 六殿便, 便, 成王, 七殿太, 太, 山王, 八殿平等王, 九殿都市王, 十殿转伦王。 此时王各有不同之执司, 分别审判王者于阳世间所犯之罪业, 而失以刑罚。 此一混合佛道二教之时王信仰, 传入日本后亦颇盛行, 现今日本各寺院所收藏十王之绘画及雕刻, 其形象多为中国式, 有许多被指定为日本国宝。 又日本大德寺, 法然寺中所藏之十王绘画, 系我国元代出其南方佛像画家陆信中所绘。 关于十王本地之说, 具得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所具, 十王皆由本地之佛菩萨映画转变而来, 如一殿秦广王之本地位不动名王, 二殿初将王之本地位释迦如来, 其他三殿至十殿之本地, 依次为文书菩萨, 普贤菩萨, 地藏菩萨, 弥勒菩萨, 药师如来, 观世音菩萨, 阿如来, 阿弥陀佛。 另就十王之名称而论, 据佛祖统计卷三十三, 十王宫, 条所具, 十王之名称, 在经典传记中可考者有六, 即于提位经中可见阎罗, 五官二王之名, 于华严感应传中可见平等王, 于一间至中有出疆, 秦广二王之记载, 于古经义经图记卷二中则有泰山王之记载。 此外, 五官王一见于贯顶经卷十二, 静渡三魅经, 经律义相卷四十九等中, 严罗王更广见于诸经论中。 又据法院朱灵卷二十六所影之名报记, 以经供泰山赎罪经等所据, 泰山王源称为泰山府君。 令善导之法是赞中, 举出五道, 泰山二神, 其中, 五道神级相当于五道传伦王。 盖炎罗十殿之信仰, 虽系佛教信仰与我国民间信仰之混合, 然此依信仰自古以来已升职民间, 除将佛教中之因果轮回, 善恶报应, 等道理加以弘扬外, 更发挥警示劝善之功用。 试试六铁卷十六, 参阅, 严魔王六千三百四十, 批六千三百三十九。 严罗王五天使经, 全义卷, 留诵会简易, 全称佛说严罗王五天使经, 略称燕罗经, 五天使经,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内容述说佛以天眼能随众生所作业之善, 恶, 而知众生之死时, 生时, 乃至上天, 堕地狱。 若有众生生于人间, 多造恶业, 不畏后世之果报, 生坏命中, 生于地狱, 严望则以生, 老, 病, 死, 至罪等五天使来劫责罪人。 并叙述受苦众生入东西南北四门大地狱, 往来封严, 愤使, 铁叶等处, 于无量百千岁受极众之苦。 P6340。 菊罗王寿祭祀众众逆修生七网生净土经, 请参阅玉修十网生七经。 研磨王, 研磨, 泛名Yoma, 巴黎明童, 又做夜魔, 夜魔, 眼魔, 眼罗, 善魔, 意义做双, 双式, 遮止, 敬息, 父, 生恶甚夜, 可不重, 平等。 研磨王, 泛名Yoma, RGA, 又称眼罗王, 眼网魔, 眼罗王, 眼罗罗王, 眼罗罗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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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称严罗, 严罗, 燕罗, 善王, 严妄, 死亡, 为鬼世界之始祖, 冥界之总司, 帝之主人, 于上举诸一语中, 双, 为兄妹购为帝之王, 兄至男士, 妹至女士, 故又称双王, 双式, 为病受苦与乐之矣, 遮止, 为遮止罪人, 更造恶业之矣, 尽习, 为罪人依王所示, 知己罪而尽己之矣, 平等, 则为业尽平等, 自章其罪之矣, 又严魔王之诸多亦称中, 以, 严罗王, 亦称广为世人所知, 所用, 严魔王原为印度贝国时代之业魔神, 范尤玛, 乃日神, 范菲伯法, 与梭郎游, 范萨拉鱼, 之子, 与其妹严美, 范尔, 为同时出身之神子, 称双王, 另据波斯古经阿凡日塔著, Zenavasta, 在, 人类之祖威范哈凡特, Venhevent, 始作苏魔九以其神, 由此功德而得一子名为, 一魔, Yuma, 此子即是一魔, 由尚所述, 可知此神之起源甚早, 然其发达之时代, 或在费陀时代之后期, 此神与天, 范菲伯瑞, 祈祷主, 范菲伯帝, 阿奇尼, 范阿妮, 三神有密切关系, 离聚废陀中, 亦载有关于此神之恩歌, 以此神与其言美之对话, 其中, 言美恩耶摩为, 唯一因死者, 范Eka, Martia, 且耶摩亦遇死, 故愿自舍其身, 入于明界, 而为众生发现明界之, 是为人类最初之死者, 被称死者, 王, 此时代耶摩之所, 在天上界最远之处, 戏意常奏音乐之乐土, 有二犬畏使者, 常徘徊人间秀出死者, 以导致入明界, 然于阿塔婆废陀中, 则将耶摩之柱所转至下界, 称为耶摩臣, 范Yama, Pura, 系专一死者身前行为之记录, 而思者赏法之神, 至史诗摩阿婆罗多, 范Mah B.H.Rater中, 一详细技术夜摩恐怖之相貌, 穿着血红色衣服, 头戴王冠, 骑水牛, 一手持棍棒, 一手直锁, 此时代之夜摩具有两种性格, 一级所谓之死神, 率领诸多使者夺人之生命, 故当时称死, 为网夜摩公, 称, 杀, 为颂夜摩公, 另一则为死者之王, 范Priya, RGA, 法王, 范Dharma, RGA, 驻于南方地下, 为祖先世界, Fakat, Loka, 之支配者。 后世印度教神话传说中, 则将夜摩式为专为死者灵魂带来苦恼之恐怖神。 此一夜摩思想被引入佛教后, 受上述诸种想之影响, 故夜摩一方面位居于六欲天中第三位之夜摩天, 另一方面则为明界之配者, 人类行为审判者之炎摩王。 关于炎魔王之设属于性质, 于诸经论中有诸多一说, 可归类为下列五种, 一, 地狱去设, 据成阿含金卷十九地狱品, 大楼探金卷二, 于家师的论卷二等所具, 在炎福提之南, 大金刚山内, 有一炎罗王公, 其主名炎罗王, 此王虽君临地狱界, 然亦同其他罪人一样, 于昼夜三十人须受火热之苦。 二, 鬼去设, 或恶鬼去设,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七,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据舍论卷十一等所具, 炎魔王为恶鬼, 或恶鬼, 知主领, 号炎魔鬼王, 驻于炎魔罗界, 恶鬼世界。 三, 炎罗王去, 于六十华炎经卷十一, 经光明最圣王经卷六等, 将炎罗王界与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并举, 由此推测, 此等经论或认为在三恶道之外, 另有一炎罗王界, 此三恶道不为炎罗王所设属。 六十华炎经卷十一, 大九, 四六九上, 如重病人常被苦痛, 恩爱系父在生死欲, 常不离地狱, 恶鬼, 畜生, 炎罗王处。 四, 变化作, 据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二十为时论等所具, 炎罗王化陷于地狱中, 以教会罪人知其罪业, 即所应受之刑法与御明。 五, 菩萨座, 据于佳师的论卷五十八等所具, 菩萨化陷为地狱主, 以教会罪人。 又据大臣大吉的藏十轮经卷一大放广十轮经卷一等所具, 的藏菩萨以不可思议之兼顾世愿力, 化陷犯天, 自在天, 禽兽身, 地狱族身, 炎罗王身等, 以忌妒一切众身。 令救炎魔王之使者, 天使, 而论, 巨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品, 大楼探经卷二, 启士经卷四等载, 炎罗王常浅老, 并, 死三使者至世间, 明世无常之苦, 以警惕世人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以免堕于地狱中。 诱中阿含卷十二天使经, 炎罗王五天使者经中, 则已身, 老, 并, 死即至最为炎罗王之五使者, 流传于民间之, 炎罗王的三封信, 故事, 即是根据老, 并, 死三使者之典故改编而来。 炎魔王之思想经由佛教传入我国后, 与道教之信仰相结合, 而易行圣行, 遂衍生出明界十王, 炎罗十殿等说。 据御修十王申七经, 地藏十王经等载, 炎罗王为明界十王之第五, 本地为地藏菩萨, 戏于明图中掌管王仁五七日, 及第五个, 七日, 十之明王。 据传言望掌管之明界第五殿, 戏大海底东北部沃桥石下之教换大地域, 及十六珠星小地域。 王魂在抵达第五殿前, 须先至, 望香台, 上官望子孙在阳间之情形, 后才至此殿受审判, 此殿炎网铁面无私, 判刑正直严厉, 加上十六珠星小地域专珠世人之恒星, 邪星, 独星, 怨星, 恨星, 迎星, 度星, 私星等偏邪不正之星, 故押入此殿之王魂, 各个心经胆颤, 面容幽惧, 生怕受到捕胸取星之惨行。 炎魔王在密教中设属于天部, 称为炎魔天, 卫护是八方天之一, 十方护法神王之一, 十二天之一, 外部二十天之一。 八十华岩经卷十, 灌顶经卷十一, 卷十二, 铁城尼黎经, 大日经卷一, 卷五, 正法念处经卷十六, 大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五二零, 大宝基经卷七十五, 进度三昧经, 历世阿皮坛论卷六, 卷八, 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瑜伽诗的论卷三十七, 卷四十六, 华岩经探玄迹卷六, 玄印音卷十三, 卷二十一, 参阅, 的藏菩萨, 两千三百一十八, 研磨天, 五千零六十七, 炎罗石垫, 六千三百三十九, 批六千三百四十, 炎魔界, 泛名Yoma, 洛卡, 指炎魔王之世界, 及诸鬼本处, 又作炎魔界, 据舍论卷十一载, 炎魔王国位于善布州, 炎福提, 之下五百游巡, 纵广亦同, 长阿含经则为此炎魔界位于炎福提以南大金刚山中, 有炎罗王宫, 纵广纪六千游巡, 其尘有七种蓝笋, 七种罗网, 七种行术, 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玉品,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批六千三百四十三, 随一, 未多数中之一, 顺正理论卷五十, 大二九, 六二二中, 六境中随意所涉故, 经七十论卷中, 大五四, 一二五一中, 我慢相以说, 我慢有三种, 随意生合法, 瑜伽诗的论卷二, 批六千三百四十三, 随意不成过, 英明用语, 随意不成, 泛语, 英明三十三过中, 英十四过之一, 即在英明对论中, 立, 立论者, 敌, 问男者, 任何一方以对方不承认之因, 理由, 来力量, 论事, 实所造成之过失, 与两句不成, 犹豫不成, 所义不成, 共称, 四不成果, 盖英明之法规定, 宗, 英, 玉三知之中, 英, 必须势力, 敌双方共同认可使可成立, 经有深险论师, 主张身位本有, 预言及显现, 而反对身位, 所作性故, 之说, 故若有圣论师对深险论师利益论事, 以, 所作性, 未应, 则犯随一步成果。 又此一过物, 复分为两种情形, 一, 若立论者自身认可其因, 而他方不予承认, 称为, 他随一步成果, 犯帕尔头岁的, 上例所具, 即属此过。 二, 若立论者自身不认可其因, 而他方予以承认, 则称, 自随一步成果, 犯斯弗托尔头岁的。 此二过皆可因观上简别语而免除之, 如, 他随一步成果, 用, 我许, 之简别语以作自比量, 自随一步成果, 用, 如许, 之简别语以作他比量, 即不犯此过。 英明入正理论, 英明入正理论一转要, 参阅, 三十三过, 五百一十三, 批六千三百四十三。 随三智转智, 只随三种智观照转镜向之智。 为为时宗所立菩萨所观为时无尽中四智之一。 为时宗未破除外道, 于成之执着使我与实法而立。 三智, 即, 一, 随自在者智转智, 为已正的心自在者, 能随自己所欲转变外境。 二, 随类密者智转智, 又坐随观察者智转智。 为得圣定而修法观者, 观一静而众相显现, 静若时有, 则不能如此。 三, 随无分别智转智, 为起正时之无分别智, 一切静相皆不现前。 由此三种智观照为时无尽。 设大成论卷中, 成为时论卷七, 参阅, 四至, 一千七百六十九,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分, 为随能力, 资质之限度而行。 八十华严经卷三十四, 大一灵, 一八三上, 于波罗密非不修行, 但随力随分。 原诀经, 正法念处经卷以佛的经论卷七,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分诀, 一味除去一分之无名, 即正的一分之真如。 二指出的以上乃至九的菩萨之觉智, 与, 究竟觉, 相对。 为大臣起信论所说四觉之一, 与天台宗六集中之, 分真集, 同意。 为出的以上智等觉之菩萨仅正的一分真理, 乃尚未完全觉悟之觉智。 大臣起信论, 大三二, 五七六中, 如法生菩萨等, 觉于念住, 念无住相, 以离分别念相, 故名随分觉, 此外, 随分觉之结果, 称为随分果。 大臣起信论一记卷中,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心供佛乐, 执念佛行者游极乐净土之一正二报所得十乐之一。 为日森缘信于往生要集卷上所说慎重来迎, 莲华初开, 身相神通, 妙境界, 快乐无退, 迎接结缘, 慎重聚会, 见佛文法, 随心供佛, 增进佛道等十乐之地九。 为往生净土之行者, 昼夜六时能随心所欲, 于一刹那请地供养十方诸佛之乐。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心咒, 以又作心中心真言。 于诸尊秘法中多有心中心真言, 心真言, 根本真言等三种。 心中心真言乃从诸尊内正本是之三种真言中, 所出最为心要之真言, 故称随心咒。 如不空意之一字, 其特佛顶经卷上所记载轮王之随心咒, 即为一例。 又与此真言相应之应称为心中心应或随心应。 二拳一卷。 唐代智通义。 又称观自在菩萨达多利随心陀罗尼经, 达多利随心经, 多利心经。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 内容叙述佛陀在王舍晨奇舌绝山中时, 观自在菩萨与会中说阿利多利心咒根本极应谈法。 本经以高利大藏经为依据, 而与明本之内容有益。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心金刚, 泛名菲徒拉, 凯利凯拉。 为密教金刚不知愤怒声。 又称金刚藏随心, 金刚随心, 激利细罗, 激利纸罗。 与金刚萨朵眷属处金刚同名, 乃降伏诸叶叉之尊。 种子位, H, 三昧耶行为毒蛊处。 形象位愤怒行, 有火法, 右手高举, 持毒蛊处, 左手坐胎拳, 置于腰部, 立于磐石上。 令具不空所经卷九, 卷十五载, 此尊面目甜怒, 左手执三股金刚柱, 右手扬掌, 半家夫作。 陀罗尼吉金卷七, 苏西的金卷下, 别尊杂技, 批六千三百四十四。 随心愿, 为日本真言宗善通四派之大本山。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 通称小野门基, 或随心愿门基。 正历二年, 九百九十一, 由仁海所创建, 时称牛皮山曼图罗寺, 供奉如一轮观世音。 传至第五代曾俊时改名为随心愿。 历经数代后, 曾遭冰火而一度荒废, 直至庆长四年, 一千五百九十九, 第二十四代曾孝时, 才依曼图罗寺救济, 及随心愿门基众星。 赋于庆长十五年, 应得川氏之外户乃更增见四语。 右卫东密小野流之本寺, 而与广泽流之辩赵寺相对立。 诸门基众密宗血脉超卷中, P6345。 随心转, 为不随心转之对称。 三种律仪中, 别解脱律仪称为不随心转, 净律律仪, 定共戒, 与无漏律仪, 道共戒, 称为随心转。 别解脱律仪者, 于受持五戒, 十戒或聚足戒时, 一度获得五表色, 即使在其恶心, 或无心时, 其善之五表, 不随之转变或消失, 得恶之五表, 其情形一同, 因其不随心之转变而转变, 故称为不随心转。 然于定, 道二戒, 则随心之生灭而生灭。 若心入于定中, 则随之生起禁律律仪, 得其五表, 若心无漏时, 则随之生起无漏律仪, 得其五表, 若心散乱或有漏时, 则律仪与无表同时舍离, 因定, 道二戒, 随心之转变而转变, 故称为随心转。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九, 巨舍论卷十四, 批六千三百四十五。 随文式, 乃解释经典时, 以本文竹章竹句著是其所含设之意义, 并阐明其意义。 右座随文解释, 随文做释, 文句释, 随释。 于随文释之前, 通常, 连数其大意, 解题, 并介绍乱者识评等, 称为悬坛, 或悬坛。 参阅, 悬坛, 二千零三十三, 科文, 三千九百二十三, 批六千三百四十五。 酸皮尼, 未随风俗民情之需, 对戒律可斟酌取舍, 即戒律中佛陀未禁止之事, 未开许之事等不经开许废止之心势力, 的随顺地方之风土, 气候等恩酌开许废止。 一五分律卷二十二, 大二二, 一五三上, 虽是我所致, 而于于方不以为亲近者, 皆不应用, 虽非我所致, 而于于方必应行者, 皆不得不行。 盖虽是佛陀所致之法, 然不是以他方之习俗, 则不应行之, 如印度以守团食, 坦凶, 赤族等之习俗, 行之于我国, 则与国俗不合。 又佛陀未曾制定之法, 然为他方之习俗, 则应遵行之, 如我国时必用持, 行必者邪律等。 以上所言, 乃就清戒而论, 众戒则不畏此现。 四分率三凡捕却形式超卷上衣,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记卷上衣上, 华言经书演义超卷六十二,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二一十所需条, 批六千三百四十五。 随他全教, 全教, 为全甲方便为了义之教。 佛陀顺应众生之根基而方便说法, 此乃随他义所说者, 故称随他全教。 为, 随字识教, 之对称。 又以全十二教配于各宗宗旨, 则聚舍, 诚实, 法乡, 三论属全教, 而华言, 天台, 真言, 净土, 禅则属实教。 法华文句记卷四上, 批六千三百四十六。 随犯随至, 只随所犯罪过而制定之戒律。 为, 一时顿至, 之对称。 又称随缘至解。 即佛陀随弟子之每犯过物而设定制止之戒律。 律藏中所谓之境戒, 皆非佛陀于一时所说, 乃弟子犯错时, 随时制定者。 佛陀成道后十二年间, 仅说,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此为过去七佛通戒记之略戒。 十二年后, 弟子终有不如法者, 佛陀乃次第随犯随至五戒, 八戒, 十戒, 巨族戒等。 故戒律之法门乃随机随处而说, 又巨族戒中之诸戒, 大多为佛陀针对加流陀仪, 六群比丘等而定制者, 故佛陀之智戒涉律, 乃采随犯随至法。 批六千三百四十六, 随犯随颤, 为随犯错而随即忏悔, 又作随犯随悔, 只依随犯戒律锁禁之行为或起烦恼等, 即刻对所犯之错依依忏悔, 由此消灭罪障, 以获得清净之身。 往生理赞继续, 大四七, 四三九上, 不以贪甜烦恼来奸, 随犯随颤, 不令革念, 革时, 革日, 常使清净, 一鸣无见修。 杂阿含经卷二十九,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三报恩品, 选择传红诀一超卷四, 批六千三百四十六。 随周大红山纯禅诗语录, 请参阅丹霞子纯禅诗语录。 随名是义, 为三论宗四种是名之一。 右座一名是义, 为旧世俗之字义, 依其名称解释之, 如解释, 真, 为真实之义, 俗, 为服须之义。 大臣玄论卷五, 大臣三论大义超卷一, 参阅, 四种是义, 一千八百二十四, 批六千三百四十六。 随年前, 依其人之年数而施与钱财。 与, 随年称, 同意, 称, 细达称, 犯刀开, 施物, 之略称。 连灯会要卷二十九王明尊宿章, 万序一三六, 四六六上, 习有施主, 入四行众僧随年前。 知事云, 圣僧前者一分, 施主云, 圣僧年多少, 僧无对。 法眼带云, 兴其满处吉之,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七诸方杂举, 征念代别语, 虚唐和尚语陆卷六, 批六千三百四十六。 随自义三昧, 为天台宗四种三昧中, 非行非坐三昧, 知义称, 为随义之身起及修禅定, 而不局限于行, 住, 坐, 卧四微仪。 大品般若经称之为绝义三昧, 南越会思则称之为随自义三昧。 急于一切时钟, 一切事上, 随意用观, 念起及绝, 意起及修三昧。 摩喝止观卷二上,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四,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自义随他义, 随自义与随他义之并称, 略做随自随他, 又做随智随情。 佛说法时, 依其自内政而说者, 称为随自义, 随智, 其所说者, 称为随自义与, 随智说。 反之, 顺应对方之想法激情而说者, 称为随他义, 随智, 其所说者, 称为随他义与, 随智说。 父次, 不为佛之自内政而顺应对方之想法, 与其做同一之说法, 称为随自他义, 随智智, 其所说者, 称为随自他义与, 随智智说。 此中, 随自义, 随他义, 随自他义之说均建于南本涅盘经卷三十二家业菩萨品, 天台智以赴旧真俗二帝之说, 分别称之为随智, 随晴, 随晴智。 又天台宗于教相之分叛上, 以佛自显之真实秘义为随自义, 随顺众生之激情而施设各种方便为随他义, 而叛法华为随自义之教, 其他诸经则为随他义之说。 此外, 诸宗兼义广用, 随自随他, 知语以盼经之全时深浅, 如大日经书卷七级金刚鼎大教王经书卷义之中, 均为真严密教为随自义之说, 显教为随他义方便之说。 日僧元空之选则本愿念佛即则以念佛为佛之随自义, 定散诸行之法为随他义。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五, 法华经玄义卷二下, 卷三上, 摩赫指官卷三上, 指官辅行传红诀卷三之二,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自识教, 为随他全教, 之对称。 识教, 为真实就尽了一只教。 佛陀随顺自义宣说内证真实之法, 称为随自识教。 如, 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即属随自识教。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至诗, 为对随尽自己来者行不诗。 乃随自诗, 不畏诗, 报恩诗, 求报诗, 习仙诗, 西天诗, 耀明诗, 未庄严新诗等八种诗之一。 据舍论卷十八, 大二九, 九六下, 随自诗者, 诉就诗言, 随敬己诗, 方能诗语,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色摩尼珠, 为摩尼宝珠无有字色, 乃随所对物之色而现其色相。 乃比喻佛性本来空, 虽离诗相而随缘显现诗相。 照周和尚与陆卷上, 万序一一八, 一五八上, 问, 成教有言随色摩尼珠, 如何是本色,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作, 十二头驼形之一, 十六姿矩之一。 位于无人处即坐, 不必只寻种边, 树下或路的而坐。 四分绿山凡捕却形式超卷下三载, 随作有实力, 一, 无求好精舍住疲苦, 二, 无求好握具疲苦, 三, 不恼上坐, 四, 不令下坐愁恼, 五, 少欲, 六, 少事, 七, 去得而用, 八, 少用则少物, 九, 不起正因, 十, 不夺他所用。 此外, 禅灵中, 于规定时间之坐禅外, 个人随己意之坐禅, 亦称为随坐。 四分绿形式超资时计卷下三, 不思义书卷上, 批六千三百四十七, 随求集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全一卷, 唐代宝斯为义, 又称随求经, 随求得大自在咒,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册, 本经叙述佛印大梵天王之请, 而说根本咒, 一切佛心咒, 一切佛心印咒, 灌顶咒, 灌顶印咒, 结界咒, 佛心咒, 心中心咒等八咒及咒之种种功德, 并产说座谈, 供养法, 书写法及书写携带持咒之功德。 此神咒又称随求集的成佛自在, 求福德自在, 求七宝自在。 本经之别一本有不空之普遍光明清净赤胜如意保应心无能胜大名王带随求陀罗尼金二卷。 开源是教路卷九, 批六千三百四十八。 随求集的天子, 又称随求天子。 唐代宝斯为所义之随求精仔, 习有破戒比丘, 得重并受苦, 有义幽婆塞为其书写随求精神咒, 并戏于其颈下, 戏已则一切病苦皆消灭。 后命中堕于地狱, 但已身上有随求神咒, 因此令地狱之诸醉者所有苦痛, 吸得止息, 并令狱中所有火炬, 亦皆消灭。 又比丘因尘此咒之力, 消灭罪业, 而生于刀利天, 故称之为随求集的天子。 此外, 不空所义之随求精称为, 先生随求天子。 批六千三百四十八。 随移, 即随顺众生根气之所移。 又顺应人, 十, 处所宣说之法, 称为随以所说, 随以说法。 法华经方辩评, 大九, 五中, 佛曾清净百千万亿无数诸佛, 中略, 成就甚身未曾有法, 随以所说, 亦去难解, 批六千三百四十八。 随念分别, 范语, Aemus Marae, Phycowca, 即意念过往之近是而其各种追念分别。 为自信分别, 随念分别, 嫉妒分别等三种分别之一。 乃第六十作用之一。 又称随意思维。 据舍论卷二, 大二九, 八中, 若定, 若散意识相应诸念, 名为随念分别, 依据舍宗义, 随念分别以第六十相应之念位体, 通于定, 散, 若依大臣法相之意, 以循, 四位体, 局限于独散意识。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卷七十二,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二, 成为十论卷五, 卷七, 参阅, 三分别, 五百三十一, 批六千三百四十八。 随念智, 即能一持而不忘失过去诸世之智慧。 为菩萨后的无分别智之一。 摄大臣论是卷九, 大三一, 三六七上, 后的无分别智有五种, 为通达, 随念, 安利, 和和, 如意, 私则差别故。 摄大臣论是论卷九, 参阅, 菩萨五至, 五千两百一十二, 批六千三百四十八。 随法行, 梵与Darm Newsring, 十八有学之一, 二十七贤圣之一。 为, 随性行, 之对称, 又做法行。 于聚舍宗, 指申闻臣, 见道, 之力跟圣者, 能自以智力依法修行而趋于圣道。 即于见道之阶段中, 立根者能自批阅经典, 善做抉择思维, 于法能做思维, 而如理修行。 于成时宗, 只见道以前之仁, 居于, 顶, 忍, 是第一法之四善根位。 杂阿含经卷三十三, 中阿含卷三十福田经, 据舍论卷二十三, 诚实论卷一分别贤圣品, 参阅, 十八有学, 三百五十一, 随性行, 六千三百四十九, 批六千三百四十九。 随设立, 范明利卡V, 巴利明童。 古代中印度费舍离城, 范范利, 巴Vesl, 之种族, 蜀巴子族, 范范G, 巴Vaj, 之一之。 又坐随协力, 利皮, 离车, 离车, 离车皮。 据长阿含经卷四载, 佛陀涅盘之后, 离车民众分得佛设立之一分, 并建塔供养。 长阿含卷二游行经, 玄印英一卷三, 参阅, 离车皮, 六千七百一十五, P六千三百四十九。 随门, 天台宗六庙门之一。 又坐随席门。 为细心依随席, 呼吸, 知自然出入, 专注而不散。 即修行之人, 心随于席, 入食之入, 出食之出, 心安明静, 禅定自发, 故以随席卫法门。 法界次帝出门卷上之下, 参阅, 六庙门, 一千两百六十五, P六千三百四十九。 随性行, 范语Red News Ring。 十八有学之一, 二十七贤圣之一。 为, 随法行, 之对称。 只身门成, 见到, 之顿根圣者, 又坐信行。 从他人处听闻佛之教法而生信仰, 由信仰而修行, 称为随信行。 反之, 非依他人而自随正法修行, 则称随法行。 据据舍论卷二十三载, 立根者在见到之位, 称为随法行, 顿根者在见到之位, 称为随性行。 于成十宗, 随性行为三贤之位, 随法行为四善根之位, 皆细见到以前之人。 杂阿含经卷三十三, 诚实论卷一分别贤圣品, 顺正理论卷六十五, 大乘一章卷十七本, 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五本, P6349。 随行好, 范语Nuviajana, 八粒语童。 右座随好, 小象, 小好, 好。 佛, 菩萨之身所具足书圣相貌中, 显著而易见者之相, 为戏隐秘南见者为之好。 好, 在诸相之间, 随相而庄严佛, 菩萨之身, 故称为随行好。 丹若经卷三八一, 大智度论卷二十九, 参与八十众好, 两百六十八, 相好, 三千九百, P6349。 随染本觉, 大臣其性论就随染, 性静二一说明本觉之相。 所谓随染, 乃一旺染之污秽, 显示本觉之作用。 又分至静相, 不思一叶相二种, 一,本觉之至静相, 即本觉随染还静之相。 乃一姓得内勋之力, 乃如来教法之外原勋力, 如实修行, 圆满方便, 而破旺显真, 令始觉之至趋于纯净, 与本觉之姓和和无耳。 二, 本觉之不思一叶相, 即还静本觉业用之相。 以一至静相, 能作一切圣妙境界, 无量功德之相恒常相续, 随众生之根, 自然相应, 现为种种利益。 故知本觉之至静相以, 自, 染源而成就, 本觉之不思一叶相以, 他, 染源而得成, 要皆不离染源, 故称之随染本觉。 起信论一纪卷中末, 参阅, 本觉, 一千九百七十九, 批六千三百四十九。 随相, 又作小相。 与, 本相, 大相, 相对称。 显示诸法身灭变迁之身, 住, 亦, 灭等四相, 称为本相。 一切有为法皆具四相, 而四相之自体亦未有为法, 故须令有令其身, 住, 亦, 灭之法, 及身身相, 住住相, 亦亦相, 灭灭相, 乃随于大相之小相, 故称随相。 参阅, 四相, 一千七百三十二,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相时的, 为华严宗所称时的之因分。 与果分之, 旧时时的, 相对。 一堂代华严三祖法藏之说, 随相时的为菩萨之所知, 所行, 故称为因分, 旧时时地即为佛所知, 佛智所行, 故称果分。 即果分玄绝, 不可言说, 因分随机教化, 则可言说。 华严五教章卷仪, 参阅, 因分果分, 两千两百七十四,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相戒, 只是相之戒法, 又作是戒, 为, 离相戒, 之对称, 为受持三叶, 四威仪等。 即随顺如来一代之教法, 依据足, 落法起时而严守威仪, 如四芬, 瑜伽, 范王等大小陈诸戒。 红戒法仪, 参阅, 二戒, 一百九十六,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相法之宗, 为唐代华严宗三祖法藏所判四宗之一, 又称有相宗。 法藏将佛陀一代之教法归纳为随相法之宗, 真空无相宗, 为始法相宗, 如来藏缘起宗等四种。 随相法之宗即主张三世时有, 法体恒有, 随世直相, 即小陈诸不知论书, 如法智论, 大皮婆沙论等所说。 入伦家新玄义, 大臣法界无差别论书卷上, 大臣其信论义记卷上, 参阅, 四宗, 一千七百零六,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相门, 为华严四门, 随相门, 为实门, 归信门, 无碍门, 出体之一。 为一切事物, 各有其本体, 故能个别显示其体性。 同于法相宗之信用别论体。 大臣其信论义记卷上, 参阅, 出体, 一千五百六十三,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相论, 权一卷, 或二卷。 印度德会法师, 范格奥摩迪, 求那摩迪, 做, 南朝成代真地义。 又称求那摩迪随相论,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本书乃为破外道之我之而作。 内容详解句舍事论卷十九绘品, 心意之句舍论卷二十六制品, 中之四第十六形相, 其次详解未对至常, 乐, 我所, 我等四件行, 故说修无常, 苦, 空, 无我等形象之文。 文中之, 论主云, 或论云, 即止句舍论, 解言, 即止得会之自解。 历代三宝纪卷九, 大唐内典路卷五, 卷七, 卷九, 月葬之经卷四十, 批六千三百五十。 随眠, 范与奥乌亚, 巴利与阿尔西亚, 为烦恼之以名。 烦恼随主我人, 另入昏昧沈重之状态, 其活动状态维系难之, 与对境极相应之心, 心所相互影响而增强, 随增, 以其束缚, 随父, 我人, 故称为随眠。 此有贪, 甜, 慢, 无名, 痴, 见, 恶见, 以等六种, 称为六随眠, 六根本烦恼。 其中, 贪腹分位欲贪与有贪, 称为七随眠, 贱分位深, 编直, 邪, 贱曲, 借禁曲等无贱, 称为十随眠。 此外, 以此更加细分, 则有九十八随眠。 关于随眠之体令有一说, 说一切有不认为贪等烦恼及随眠, 属于心相应之法, 大众部, 化的部等认为现起之烦恼称为禅, 另外称熏成种子之法为随眠, 与心不相应, 经不认为烦恼于觉醒活动之为未禅, 对此, 烦恼为眠服状态之种子称为随眠, 为非心相应亦非不相应。 于为时宗, 不承认烦恼及随眠之说, 盖随眠为烦恼之习气, 即止种子而言。 此烦恼之种子随主我人, 眠服潜在于阿赖耶时。 大批婆沙论卷五时, 巨舍论卷十九, 卷二时, 发质论卷三, 品类族论卷三, 成为时论卷九,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九, 卷八十九, 批六千三百五十一。 随眠无名, 无名, 犯A, 妃利, 急于痴, 乃于事理不了达之精神情态。 随眠无名, 指无名烦恼, 为四种无名之一。 为无名烦恼幽为不亦查之, 随逐众生, 眠服于第八阿赖耶时之中。 参阅, 四种无名, 一千八百一十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一。 随逐众生恩, 为众生蒙受如来食恩之一。 如来敏念众生于痴, 不思出离生死轮回, 致使长劫不尽, 故运平等大慈心, 随逐救济, 令之离苦得乐, 称为随逐众生恩。 华言大书抄卷二十三, 参阅, 十恩, 四百六十四, 批六千三百五十一。 随求得大自在咒, 请参阅随求及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随求经, 请参阅随求及的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 随喜, 饭与恩乌摩德纳, 八粒与同。 未见他人行善, 随之心生欢喜。 法华经卷六随喜功德品载, 听闻经典而随喜, 次次累积, 功德至大。 大制度论卷六十一则为, 随喜者之功德, 胜于行善者本人。 随喜一词, 亦隐身未参与佛教仪式。 于天台宗, 为五悔, 灭罪修行之颤法, 之一, 亦为五品弟子未知出品。 据法华玄论卷十载, 随喜有二种, 一, 通随喜, 为若见, 若闻, 若觉, 若知他人造福, 皆随而欢喜。 二, 别随喜, 依五十功德之说, 特制闻法华经, 随而欢喜。 又为大小二圣之随喜不同, 大臣之随喜广通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 小臣仅局限于三世佛, 大臣随喜法身之功德, 小臣仅随喜身之功德, 大臣之随喜通于漏, 无漏, 小臣之随喜为现有漏心。 此外, 或以随喜为随己所喜之意, 如以布施为利, 富者施金箔, 瓶者施水草, 各随所喜, 皆为布施。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一寿命品, 大臣三句忏悔经, 瑜伽诗的论卷四十四, 修忏要旨, 观经书散善意, 参阅, 五回, 一千一百三十二, P6351 随喜功德, 亦为普贤菩萨所发十大愿之一。 即见他人累积功德, 如同自己积德般欢喜。 如对佛陀之从初发心, 不惜生命, 舍头目随脑, 修诸苦行, 以至成道, 灭度等所有功德, 乃至六去四身, 身闻辟之佛, 一切菩萨等之诸善功德, 我皆随顺欢喜。 华言经普贤行愿品卷四十, 二指随喜他人之功德, 自己意的莫大功德。 法华经随喜功德品, 法华经随喜功德品, 大九, 四六下, 辗转文法华经, 随喜功德上无量无边阿森指, 何况最初于会中文而随喜者, P6352。 随喜功德品, 为法华经卷六第十八品之名称, 内容产阳佛陀灭度后, 文法华经而随喜者, 其功德广大, 略称随喜品, P6352。 随喜品, 为法华经所说观行五品位之第一品, 及文石香元庙之法而信节随喜, 又令他人有此一喜。 对内以三观观三地之境界, 对外以五会情加精进, 助成理解。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 法华文句记卷二十七, 参阅, 五品弟子位, 一千一百一十八, P6352。 随喜回向, 随喜与回向之何称, 为天台宗所立五回中之第三, 第四, 为于自他一切之善根, 善事, 随之欢喜踊跃, 且将此诸善根功德, 回向与众生, 回向与佛道。 参阅, 五回, 一千一百三十二, P6352。 随顺, 为随从他人之意而不服你。 法华经卷一序品有功养诸佛, 随顺, 范乌罗蒙克, 行大道, 据六波罗蜜之说。 同经卷四, 五百弟子受祭品, 一说, 是尊圣其特, 所为及稀有, 随顺, 范乌乌罗蒙克, 是坚若干之种性, 以方便之见而未说法, 拔出众生处处之贪者。 新华言经卷三十七中意有菩萨如是观一切法之自信清静, 随顺, 范乌乌罗马, 不为, 得入第六线前的, 得名利之随顺忍, 范乌乌乌克KNTI, 而未得无身法忍等之记载。 随顺一语, 在佛, 众生, 教法皆可用之。 于瑜伽师的论卷二十八举出十种随顺学法, 即不尽想, 无常想, 无常苦想, 苦无我想, 厌逆时想, 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光明想, 离遇想, 灭想, 死想, 并言欲修习时想, 须断十种障碍学法与违逆学法。 又举出素因, 随顺教, 如理加行, 无见因众所作, 猛力乐欲, 持于加力, 只习身心粗重, 数数观察, 无有切弱, 离增上慢等十种随顺学法, 并一一加以解说。 广播严禁不退转轮经卷二, 瑜伽的论三十七成熟品, 大成严经, 论卷二成熟品, 巨舍论卷四, 法华经文巨卷二上, P6352。 随顺巧方便, 菩萨化导众生之六种善巧方便之一。 为菩萨欲为众生说法, 以善巧方便随顺教戒, 使生幸乐之心, 然后分别解说如来圣身法义, 令其一解一入, 获大利益。 菩萨的持经卷七菩提品, 卷八菩提分品, 参阅六种巧方便, 一千三百零一, P6353。 随顺被举比丘戒, 比丘尼八菠罗一戒之一。 右座随顺被举比丘为尼僧三剑戒, 随举。 为比丘尼若追随持之恶剑而为僧众谈何之比丘, 或供应其所需, 或与之交谈, 虽经其他比丘尼三度劝说义不接受者, 及触犯此戒。 四分率三反捕却形式超卷下四, 参阅, 四重八重, 一千七百三十七, P6353。 随意, 范语PROVRA, 巴利语PROVRA, 因意拉婆拉拿, 荷罗, 荷兰, 就意自自, 又做随意事, 即满足, 喜悦之意, 即于下安居结束之日, 令僧随他人之意发露忏悔所犯之过悟, 而自身喜悦。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二, 大五四, 二一七下, 拉婆拉拿, 亦未随意, 亦是宝足意, 亦是随他人亦举其所犯。 自是三昧经,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一, 四分率三反捕却形式超卷上四,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 P6353。 随意闻法愿, 即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第四十六愿, 为誓愿令极乐佛土之众生, 随其致愿意乐, 得闻无上之妙法, 无量寿经卷上, 无量寿庄严经, P6353。 随烦恼, 范语Yupico, 巴利语Yupicalisa, 只随根本烦恼而起之烦恼, 与, 根本烦恼, 相对称, 又作随获, 之莫获。 据剧舍论卷二十一载, 随烦恼有二亿, 一, 只随心生起而恼乱有情之一切烦恼, 二, 只一根本烦恼而起之其他烦恼, 书中共举出十九种随烦恼, 并总括为三类, 即, 一, 大烦恼的法, 只放逸, 懈怠, 不幸, 婚审, 调局。 二, 大不善的法, 只无惨, 无愧。 三, 小烦恼的法, 只愤, 负, 牵, 疾, 脑, 害, 恨, 惨, 狂, 焦等十种, 即不定的法中之睡眠, 恶作。 据称为十论卷六载, 随烦恼之根本烦恼之六大或以外的二十种法, 可分为三类, 故又称, 三随烦恼, 即, 一, 小随烦恼, 相对于据舍论之小烦恼的法而立, 只愤, 恨, 腹, 恼, 及, 谦, 狂, 惨, 害, 焦等十种, 此十种烦恼各别而起, 故称小随烦恼。 二, 中随烦恼, 相对于据舍论之大不善的法而立, 只无惨, 无愧, 此二种烦恼便于一切之不善心, 称为中随烦恼。 三, 带随烦恼, 相对于据舍论之大烦恼的法而立, 只调矩, 昏神, 不信, 懈怠, 放逸, 思念, 散乱, 不振之等八种, 此八种烦恼便于一切染污心, 而辗转于小, 中随烦恼俱身, 故称带随烦恼。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三, 品类足论卷移成时论卷时随烦恼品,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五, 华言经书超卷三十四, P6353。 随经律, 指于经藏中随附说明戒律之法, 如涅槃经中列举八慧, 八部境, 七至, 七节摩, 之解。 反之, 律藏中说明定, 慧之法, 则称为随律经。 四分律含著戒本书行宗记卷一, 万序六二, 一六九上, 如涅槃中八慧, 七至, 十篇, 五戒, 如阿涵中七灭, 六报, 饭聚等香, 启示俗行。 顾明斯文随经之律, P6354。 随意转用, 又作随意转用。 乃至某一法门, 得随其意之所以, 而方便转用至其他者。 指观斯计卷七, P6354。 随文经, 泛名Ratha, Astra。 古印度费陀记仪纲药书, 与, 家庭经, 同属费陀补助文献, 结经, 范Koppa, Astra, 之一部分, 且与范书, 森林书等有密切关系。 约成书于西元前400至200年间, 以附有哲思之简洁散文体, 叙述随文记仪之过程。 此类随文记仪一般系以三个记火所组成之公开记典, 举凡初位家长, 每日朝夕, 新月, 满月, 初岁等皆有记仪, 公物有骨类, 牛乳, 奶油, 西生等。 各废陀中军有随文经, 其内一阶响载有关司祭关及祭典等之规定。 J.C. Here's term on the ancient Indian royal consecration as, graven image, 1957, encyclopedia of phaedic sacrificial ritual comprising the two complementary sections the Sanskrit section foe, i, i, by cg, car shaker, the english section foe, i, party by rn, bendy car, poona 1, pna 1,958, 参阅, 家庭经, 4,084, p. 6,354, 随说音、泛语 为识音之一 语出于家师的论卷三十八 位于欲界、色界、无色界之一切或夜系附与不系附之法 随所见闻觉之而起诸言说 能说之与未所说之音 一集有有、明、而有、想、有有、想、而起、语、有、语、而有、言说 此中、明想、语、语、即是随说音 大臣一章卷四认为 世界万有皆依赖明想言说 方有种种是相差别 故称随说音 于家师的论卷五 成为十论卷八 显阳圣教论卷十八 参阅 十因 四百一十八 批六千三百五十四 随时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顺正理论 随增 即随顺增长之意 烦恼于其所愿之境 及对境 中或于相应法 及心 心所法 中 皆互相顺和 影响 并更增长其相互之力 前者即称为所愿随增 后者则称为相应随增 一般所谓之有漏法 即在诸漏 烦恼 之间 并具有此种互相随增关系之法 据舍论卷一 参阅 有漏法 两千四百五十三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增 为唐代曹山本纪禅诗 八百四十 九百零一 开示学人所用三种方法之一 又称随类增 止体得六 静不染当体之方法 即达到契合于一切 却不执着 以迎日常生活之境界 舵 自由 不染污之意 曹山路卷上 大四七 五三六下 云 不断声色 是什么舵 诗曰 诗随舵 参阅 曹山三种舵 四千六百一十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会 一千七百八十二 日本真宗大古派僧 俗姓天川 好相醉 亦称开哲愿 曾任波摩国印南郡佐土福城寺之助持 早年诗事会领奖师 研习其他宗派之教法 明和三年 一千七百六十六 任四奖之职 自保利五年 一千七百五十五 以降 曾登下秋安居之奖习十数次 开奖法相议 启信论一纪 原诀经集著 观经书等十余部 天明二年世纪 世寿不详 这有观经四铁书钻养纪十一卷 启信论百解七卷 四交一倍解七卷等书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 为随顺因缘 顺应积根之缘而定行止 华言经如舍纳品 大九四一六中 闻三世诸佛 具足尊名号 随缘起佛差 因身不可敬 此外 一指真如之理 体虽然不动 然具有意外缘而变化 显现万象之作用 华言五教章卷四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不变 随顺因缘而有生灭变化 未知随缘 永远不变而存续 未知不变 真如有以上二面 即真如之理 体虽恨不变异 而处缘则生出万有 其向之变化 成为雾迷尽染之存在 金刚批 大四六 七八二下 故子印之 万法是真如 由不变故 真如是万法 由随缘故 十部二门 只要抄卷上 四名十一书卷上 参阅 随缘真如 六千三百五十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化物 为随顺因缘教化众生 物 指众生 即佛菩萨顺应环境 积根不同之缘 以最适切之方法化导众生 与应并语药 同意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形 为达摩四行观之一 为众生本无我 皆由业所转 苦乐坚寿 皆从缘身 举凡圣报荣誉 哀苦忧恼等事 皆过去素因所感 缘尽还无 名词得诗随缘 心无增减 名顺于道 称为随缘形 仅得传灯路卷三十菩提达摩略 便大乘入道四行 参阅 二入四行 一百六十七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真如 只具有随缘作用之真如 理体不变之真如 非永久凝然指质者 乃具有应外缘 而显现万象之作用 在法相宗主张真如 为不变不动 诸法及种子 勋辩之用 而显现 诸法之体 真如 与相各别 华言宗则称此为不变真如 与其自宗所立之随缘 真如有别 此为唐代华言宗三 祖法藏所唱 关于随缘 不变二种真如 华言五教章卷四 华言探旋记卷十三 五教章通路记卷二 十一皆详论之 又大臣起信论于 一心法中立 心真如门 及心生灭门 大臣起信论 一记卷中本 解释心生灭门 为 大四四 二五四中 依如来藏有 生灭心者 为不生灭心 因无明风 动作生灭 故说生灭心 依不生灭心 然此二心 竟无二体 但约二意 以说相依也 如不动之水 为风所吹而作动水 动进虽疏 而水体是依 亦得说言依进水 故有其动水 当之此中理去亦而 准可思之 为自信 清静心明如来藏 因无明风 动作生灭 故云依如来藏 有生灭心也 依此 而有比喻真如本体为水 随缘真如未波之说 华言宗法藏所主张随缘真如之说 影响天台教学 以至天台宗更立不变随缘之说 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书 金刚批 十步二门 只要超卷下 四名尊者教行路卷三别里 随缘二十问 翻译名义及卷七 批六千三百五十五 随缘真如之波 以不变之真如本体比喻水 以随缘之真如比喻波 此波有二种 一 指凡夫自身随缘真如之波 为凡夫以根本无明为缘 搅乱平等一味之性海 而造善恶之业 遭受苦乐之果 深审于六道之中 二 指佛 菩萨等为他随缘真如之波 未必等吹大悲之风 视线种种之境 化线种种身 传步种种教 批六千三百五十六 随缘假 四假之一 三论宗主张诸法皆假 而应众生之根性 随缘而说种种方便 称为随缘假 如依三圣之根性 而说三圣之教门 大成玄论卷五 参阅 四假 一千七百五十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六 随缘杂善 乃对念佛而论自立定 散诸行之位 杂善 只念佛以外之自立善根 如持戒 造像 造塔等善行 随缘杂善 即只顺应机缘 而修诸善杂行 此随缘杂善之行 男生极乐无畏之时暴徒 善导之法是赞位 大四七 四三三中 极乐无畏涅盘戒 随缘杂善恐男生 批六千三百五十六 随机 为佛随众生之机根 而方便设教 立一众生 金光明的圣王金卷二 大一六 四一一 随机说法立群生 能断烦恼重苦流 批六千三百五十六 随机曼徒罗 为宪徒曼罗之意 称 即顾律是否有为精鬼之说 而为顺受法者 机根而改描之曼徒罗 关于作者 有为细善无为三藏 为应莫视众生之机根 所绘成 曼徒罗大超卷 一批六千三百五十六 随应变 菩萨七种变之意 为菩萨能断法爱 以一切文字名义 庄严种种法语 随众生之所需 应时应机 无有差异 随其所问 应答无碍 大制度论卷五十五 参阅七种变 一百一十九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兰风 为迅速猛烈之风 集结初集结末时 所起之大风 顿真陀罗所问 如来三魅精卷上 大一五 三五一下 批若随兰风 一起时 诸树名大树 而不能自制 翻译名义集 大五四 一一零八上 批兰 一云随兰 此云迅猛风 大制度论卷四 参阅 批兰风 三千八百五十六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转星 泛语 N of TTI 转星 之对称 右坐随转 将作业时 与笔业同时 刹那升起而不相离之星 称为随转星 据摄论卷十三 大臣阿皮达摩杂 及论卷一 参阅 转随转 六千六百二十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转礼门 为法相宗所立二门之一 与 真实礼门 对称 右坐随转 随转门 为佛 菩萨随顺众生之激情 而方便为之说法 成为十论卷五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难别解 为解释经论之计 取其中难解者各别悉名其义 乃相对于总是大义而言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类 佛菩萨随顺众生之类别 视线不同形相而宣说教化 伦家阿拔多罗宝经 注解卷二下 大三九 三八五中 入食暴土 受法信身 随类现行 视身视灭 度托诸有 令如 随类三尺一丈六 义语即为佛以罪是切之法 接引众生 或现三尺之身 或现丈六之身 大方等大即经卷十六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类不定 佛菩萨为嫉妒众生脱离苦恶 随应其积累而现诸种生 如满虚空生 丈六身等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二 大一二 四九四下 如来飞天 飞飞天 飞人 飞飞人 忠略 飞说 飞飞说 飞如来 飞不如来 以示意故 如来不定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类身 菩萨无受身之一 即随一切众生之类而生 以度化之 静明玄论卷二 大三八 八六七中 菩萨愿力 自在力 与物同身 教令离二 化之助善 明随类身 菩萨的持经卷十 参月 五身 一千零七十四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类应其身 为佛菩萨应众生根基 能力之不同 随类施以示切之教化 如观世音菩萨视线三十三身 诸佛之变化身等 皆为随类应痛之化意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随护断 范语 N-U-R-K P-R-D-N-A 巴利语 N-U-R-K-R-D-N-A 四正情之一 右座防护短 为努力使未生起之善能生起 急于无漏之正道随缘互念 令其生起 杂阿含经卷三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一 参月 四正情 一千六百七十九 批六千三百五十七 获涛慧 一千九百四十 广东南海人 香港新亚书院研究所毕业 一千九百六十六 曾任新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后获美国哈佛燕金学社资助 选派往日本专攻佛学 1972年 在日本大古大学休碧博士课程 返港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讲师 获释赴日之前 己身言英明语为时 这论文多篇 留日期间 目睹日人接受西方原典学方法 陈济斐然 故宫读泛文 巴历文及西藏文 回港后 集传文与演讲 推荐西方之原典学方法 并开泛文课程以训练 记起之人才 近年或是更因应时代 提倡相应佛教 立主 一 上阶传统 以现代之学术语言重心诠释汉译佛典 以接引后学 二 吸收西方及日本之研究方法与成绩 尊重材料之客观性 开中国佛学客观研究之路 三 以佛教之智慧应试 批判西方文化之物化性 为当代人之精神 道德探讨出路 又1982年于香港创办 佛教法著学会 旨在从学术文化立场 推动佛教思想现代化 1986年1月 创办 法言 杂志 所着除发表于各刊物之论文外 另有佛家逻辑研究 安慧三十维时事元典译著 欧美佛学研究小时 一 等书 P6358 净力 及禅定之力 以此定力能断诸烦恼 元绝经 大一七 九一八中 若诸菩萨为取极净 由净力固 永断烦恼 究竟成就 P6358 净主 于禅宗 只参与 只参与僧 孙仲敬 座禅 座禅之长老 或只一山之住持 或只清静 寺院之主 黄柏 黄柏 清规千画章 P6358 静安寺 京安寺 位于上海静安寺路 路以寺的名 寺建于三国无赤乌十年 247 原名户独中玄寺 唐改称永泰禅院 宋大中祥福元年 1008 改进安寺 加定九年 1216 千金纸 清光绪六年 1880 重建 寺前有永泉 习称天下第六泉 昼夜沸腾 俗称海眼 今已静干河 据名胜之载 似有绿云洞 乃森寿宁七席之所 两旁杂志贵族铜箔 P6358 静智 亦为沙门 泛荣玛之意义 只修静行之行者 又坐静智 是门归静 以卷上之家住 大四五 八五五中 是天竺道士之家号 俗中之长墓 亦是彼国修静行者 此云静智 以义目之 二泛语 B-R-H-M-A-Y-A-T 只完成修行 法级要诵经卷四 大四 七九四下 是有父母乐 众集合义乐 是有沙门乐 静智乐义然 P6358 静智 比喻禅定之境 巨大制度论卷十七载 常乐涅槃乃从真实智慧升起 真实智慧乃从依心禅定升起 譬如于风中燃烛 圣南照明 必至之密事 始能全其作用 故散心之智慧 亦如是 若无禅定进事 虽有智慧 其功用不全 虚的禅定 则真实智慧使能升起 P6358 静修禅院 位于台湾台北系指正 为善荣法师所创建 善荣世纪后 由玄光及达兴二尼师同任助持 并改为十方丛林 民国38年 1949 聘请慈航法师住院奖金 并创办佛学院 39年增建弥勒内院 专攻慈航法师及二十余位法师助悉奖学 42年创办女众佛学研究班 聘请道安法师负责一切教务事宜 43年 慈航世纪于弥勒内院 由道安 玄光等发起新建慈航堂于本寺后山 45年达兴世纪 弟子修官担任监院 协助玄光长李寺悟 64年完成重建工程 占地迁于平 71年增办幼智园医所 P6359 敬席 为阎魔王 犯犹妈之意义 未能敬席诸罪 即依阎魔王之方便是与 能令罪者知己之罪 而不更造罪 瑜伽论计卷16下 顿轮 参阅 炎魔王 6340 P6359 敬触萨婆赫 萨婆赫 范语SVH 意义吉祥 陈旧 多用于咒文之末句 于敬触坐禅时 所达之陈旧境界 称为敬触萨婆赫 加太普登陆卷十六黄龙法中章 万序137 122下 僧问 如何是佛 曰 莫向外边密 中略 云 如何是禅 曰 莫向外边传 云 敬触萨婆赫 P6359 敬圣三昧 只无畏 寂静之坐禅 未审静于空寂之静 乃对莫照坐禅之贬称 大会 大会 朴诀禅师与陆卷二十六 大四七 九二一下 思律左右 必已担着 敬圣三昧 急寻之革功 乃之果如所料 参阅 莫照禅 6374 P6359 敬至 只成名禁忌而断绝 凡乱之智慧 世门规境已卷上 大四五 八六 以上 后因前夜众更修明 敬至成清 方岁前院 P6359 敬碗 639 随戴森 疾惯不详 又坐敬碗 明报季卷上称为志愿 大业年终 六百零五 六百一十七 施筑于幽州 河北 至全寺 建于北周五地 彻底破坏佛教 遂发愿刻一切经于十 封葬于卓州 河北 白带山中 已被法灭后学人 尊顿静道之姿 山应之意名为石经山 后又改名石井山 当时 曾得随样帝皇后之主 唐征官十三年 师智魏晋儿世纪 尤门仁记 齐克经之夜 法院朱陵卷十八 小西天时经唐纪 P6359 敬会 为安静之智慧 即空慧 能敌灭身心烦恼 原觉经 大一期 九一期下 由陈珠念 绝时烦动 净会发生 身心刻成从此涌灭 便能内发寂静清安 P6360 净律身 又坐身净律 就称四禅天 只修四种禅定 所生之色界四天处 即色界之初禅天 第二禅天 第三禅天 第四禅天 据据舍论卷八 卷二十八载 前三禅天各有三天 第四禅天则有八天 何谓十七天 然关于色界诸天之术 其他经论 定义有举出十六天 十八天 二十一天 二十二天 等说 参阅 四禅天 一千八百四十六 P6360 净律波罗密 泛语 Dhena Pyramid 为菩萨到达大涅槃 所必备十种盛行之一 六波罗密之一 十波罗密之一 右座禅波罗密 禅那波罗密 净律波罗密多 禅度 即休息禅定 能对乱意 使心安定 有三种 意 宪法乐祝之安住禁律 二 饮发六 通之饮发禁律 三 承办事 业利益 友情之 办事禁律 辩中编论卷下 大三一 四七 四上 由绿波罗蜜多固、起神通等引诱阵法 成为食论卷九 参阅、食波罗蜜、449、P6360 净绿绿仪、泛语DHAENA、SAVARA 纸色蝉戒、极色戒之戒 绿仪、止无表色之戒体 三种绿仪之一 右座净绿生绿仪、禅绿仪、定绿仪、定供戒、定戒、禅戒 即因休息禅定、发得出禅、二禅、三禅、四禅之定时 内心自然生出能防非止恶之戒体 大批婆沙论卷119、巨舍论卷14、瑜伽师的论卷53、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三末、参阅、三种绿仪、六百五十四、五表色、五千零九十七、P6360 净绿绿绿绿于无表色、紫依入由漏定而发之五表色 即入定时自身中自发而能防非止恶之戒体 参阅,无表色、五千零九十七、净绿律依、六千三百六十、P6360 进藏,五百七十一,六百二十六,隋唐时代森 则周高都,山西进城,人,俗姓章 九岁出家,就清化四全禅师受聚足戒,晴修禅定 更便学诸经论,专精于社大臣论,时的经论 曾驻靖尹寺弘扬其所学 隋昂帝大业九年,六百一十三,受赵入洪卢寺,教授外国留学生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百一十八,宇文士受为其父名达于兰田建玉泉寺,即寝师住持 武德九年诗世纪,世寿五十六 旭高森传卷十三,批六千三百六十 敬矮,五百三十四,五百七十八,北周森 阴阳人,俗姓正 十七岁,与友游四,观地狱突变,觉至出家,乃头瓦观寺和禅师替法 受巨族借后,从颈法师听闻大制度论 附从天竺范森清学十载 除大制度论外,附通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隐居中南山中,学吕一之,未成学灵 十五帝听信道士张兵之言,御废佛法,师上表投诉,地不纳见,遂邪门人入中南山深处,依言复显,造四二十七所 宣正元年,夫作时尚,自割其肉而死,适寿四十五 这有三宝集 佛祖统计卷三十八,旭高僧传卷二十三,批六千三百六十一 头,首领之意 禅邻宁中司长特定事物之职称 其种类于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列直杂物条中举出辽原,严寿堂主,画主,圆主,魔主,庄主,朱庄兼收,镜头,水头,探头等 永平原禅师轻规卷下监院条则举出 接放画主,庄主,探头,匠头,周头,接放,班若头,华岩头,玉主,水头,圆头,魔头,灯头等 禅邻宁象器兼卷八职位 关于诸头之职名有,周头,相当于后世之饭头,骨头,掌管米骨者,汤头,负责点汤之职者,茶头,于诸寮中负责兼点茶之职者,圆头,掌管菜园之职者,涅盘头,司掌涅盘堂,严寿堂,之职者,经头,管理图书经卷,或因一切经之修补而须至接放木化之职位 知职者,班若头,掌管班若经者,灯头,掌管灯竹者,钟头,司掌成,昏斋中与定中等四十之名中者,餐头,孰安礼乐,且能指导四方云纳之丛林就餐,华岩头,书写供养华岩经,说谈乐之功德及劝募金钱之职者 此等知识名称大多类于前所述之赤修百账清规所举之内容 资门警讯卷六,黄博清规理法章朔望云集畅礼,P6361 头上安头,禅林用语 比喻是之重负多变而无必要 与,雪上加霜,井上扑花,同意 碧岩路第三十四则,大四八,一七三上,白云重重,千重百渣,头上安头,P6361 头北面西,指头向北,面朝西,右斜向下而双足相叠之横卧姿事 世尊及以此滋事入涅槃 大皮婆沙论卷一九一位 世尊行北首而卧之理由有数种 例如世尊欲之班涅槃后 无上法聚将斥然于北方 故北首而卧 又如世尊欲显示三无数节以来所其善根 渐渐增圣而无有猥蝎 故令首屈圣方而卧 此圣方即是北方 然南传长不经未载北方九柱之说 故大皮婆沙论所列举着 或系后是北方加施弥罗国之信众所附会 与我国,日本 特别是愿深西方净土之净土宗 朱高森于林中时 均采头北面西之姿事 此外,对一般之死者 亦有所谓北枕而卧之习俗 长阿含卷三游行经 大班涅盘经后分卷上印镜海原品 释迦普卷四 旭高森船卷二十 批六千三百六十一 投墨红扇 日本蝉铃所用之金面 中启扇子 起,开之翼,即两侧之大扇 谷字扇子之上半部起各向外侧展开 于中启扇子上头描绘深红色之云形 称为投墨红扇 禅灵象器兼器雾门 批六千三百六十二 投光 指佛菩萨头顶上所放之圆轮光像 为光备之一种 又称圆光 最古老形式仅以圆轮显光香 后以莲花、莲湖纹等配饰 更复杂者有中央座莲花 周围浮雕层层之忍东纹 宝神纹等 此于印度阿湛多石窟第十九号窟殿之壁画 莫兔罗博物馆所藏之世家石像等皆可见之 参阅、后光、三千八百零三 批六千三百六十二 头角、禅灵用语 至烦恼之念 又凡夫其有所得之心 称为头角身 必言录第九十五则 大四八、二一八上 垂世云、有佛处不得住 住着头脚身、无佛处及走过 不走过、草身一丈 景德传灯陆卷二十二 批六千三百六十二 头驼、范语DHTA 八粒与童 未去除尘够烦恼 苦行之一 又做渡徒、度多、头多、偷多、尘厚多 亦亦为抖操、抖、逗操、修制、气除、沙态、唤喜、分担、摇震 亦及对一、十、助等气其滩者 以修炼身心 亦称头脱行、头脱事、头脱功德、犯DHTA 对日常生活所立如下之十二种修行规定 即称十二头脱行 一、在阿兰弱处、离世人居处而住于安静之所 二、常行起时 三、四地起时 起时时不分平腹之家 而言门脱 四、受益时法 一日益时 五、节量时 只不过时 集中只受益团犯 六、中后不得饮浆 中时之后 不再饮浆 七、这必那衣 穿着废弃部所作之蓝绿衣 八、但三衣 除三衣外 无多余之衣 九、种间柱 柱于墓地 十、树下指 十一、路的座 坐于露天之地 十二、但座部卧 即常坐 行头驼 或游历诸方时 大臣比丘所常携带之十八种道具 称为头驼十八物 简称十八物 至后是 头驼行则转位 寻历山也 而能耐艰苦之行 较修行之义 或特指起时之行法而言 行脚时 为防所用衣物染污 而携带之圣物带 称为头驼带 后来埋葬死者时 挂其胸前 装圣死者旅途用具之带 亦称为头驼带 十二头驼经 善剑律皮婆沙卷六 显阳圣教论卷十三 大臣义章卷十五 惠灵音义卷四十七 批六千三百六十二 头驼十八物 指比丘于修行生活中 所使用之十八种道具 即洋柳汁 枣豆 喜粉 三衣 僧家梨 玉多罗森 安陀会 水瓶 作具 西障 香炉 莲 香霞 露水囊 手精 刀子 小刀 火碎 镊子 神床 金律 佛像 菩萨像等十八种 头驼使用之物 与律中所列举比丘用之十三资具一有别 梵网经卷下 参阅 十三资具一 三百六十七 批六千三百六十三 投驼第一 投驼 犯语 DHTA之音意 意志修至身心 舍弃贪欲 于佛陀十大弟子之中 大家 为投驼行一 增益阿含经卷三 大二 五五七中 十二投驼难得之行 所谓大家叶比丘事 十二投驼经 法华文句卷一下 批六千百六十三 投驼元祭 又作恩赵祭 元祭 本然祭 清静祭 本然清静祭 至王者之遗族于王者死后第三十三年之继成 所行追见修福之法事 诸回向清规卷寺追记名书之次第 参阅 年纪 两千四百二十 批六千三百六十三 投手 禅灵中 列于西旭之主要职位 其职权在于同理大众 相对于东旭之之事而言 西旭之首座 书记 藏主 知客 御主 库头统称六投手 其后 库头身位赴四之士位 而由之殿代之 上纪之六投手为二种六投手职称之一 赤修百丈清规卷四西旭投手 禅怨清规卷三请投手 参阅 六投手 一千三百一十一 批六千三百六十三 投破七分 未受鬼神则打 投破作七分 据法华经陀罗尼品载 蓝婆 华尺等 罗莎女 于佛陀之前誓愿拥护诵读 持法华经者 并不令恼乱者得逞 即说济言 大九 五九中 若不顺我咒 恼乱说法者 投破作七分 如阿里数之 批六千三百六十三 头秀 头秀 指比丘用以玉寒之帽子 右座头巾 帽子 禅经 菩萨经 广为禅家所用 据大比丘三千 微仪所在 于入室 理他 室诗时 驱除下头巾 以头巾之形状 四衣袖 故称头巾 据靖山无准和上 入内影对 身座与陆载 唐代宗曾宣诏 靖山国义禅师 事遇天寒 地以霄金龙秀 复其顶 后岁以龙秀 为貌 禅院清规卷二上堂 万绪一一一 四四三下 大众复参 不得戴帽子头巾 四分绿卷四十 景德传登陆卷十七 山光人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一圣洁 卷六大座参 批六千三百六十三 投燃 为头法为火索燃 又作投燃 比喻是情之急破 经中常借此语 比喻不顾他事 一心情形精进之情态 磨合纸观卷七上 大四六九四上 眠不安息 十不干补 如旧投燃 白居乌兔 日夜奔进 以求出药 起腹贪者是财 结构诸有 作无意识 造生死夜夜 佛藏经卷下 净建品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五 观经书定善意卷三 赤修百丈清 规卷六规 禁文 批六千三百六十四 头经 为日本修宴到所用之官茂 右座头 头经 兜经 其行有二种 一 大日如来之五至宝观 表彰五至圆满之总体 其行为宝珠行之官茂 称为头经 又称小头经 三半观 其直径二寸五分 六角形 涂黑漆 以长一尺八寸之不扭 细附于头上约八分 二 不动明王顶上之八叶莲华宝观 其行有罗法行与满字行二种 又称长头经 裹头经 此外 上有折头经 略称折经 分为卷头经与下头经二种 此类长头经炎自硬度 未必炎热 故有以长布卷头之风习 批六千三百六十四 头坟 坟 及坟子 为禅灵进食圣根之浅 分为大 中 小三个 其中之大者 即称头坟 禅院轻规卷一副周范 万续一一一 四四一下 指展三 四开代 取持 安恒于头坟之后 翻译明义集卷七 禅灵巷器 监气雾门 参阅 粉子 六千八百八十一 批六千三百六十四 夹车如狮子香 为佛及转轮圣王所具足三十二相之一 及双夹风龙之香 犹如狮 狮子王之夹 参阅 三十二相 五百零七 批六千三百六十四 平家平 平 与平同 以平之形状似平家鸟而得名 佛陀以平家平比喻无空之去来 无时之生灭 据大佛顶手人言经卷二位 譬如有人取平家平来住藏空而行千里 开孔道平而不见空出 如是虚空 非彼方来亦非此方入 时运亦复如是 故知是运虚忘 本非因缘亦非自然性 批六千三百六十四 平纳业佳天以鬼经 请参阅金刚萨朵说平纳业佳天成就以鬼经 平婆梭罗王 平婆梭罗 泛名冰比斯阿阿 八丽名同 右座平皮梭罗王 平头梭罗王 平福婆王 明弥撒罗王 平沙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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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隐圣王 隐尖王 颜帽端正王 第十王 光泽第一王 好颜色王 刑劳王 及与世尊同时代之摩基陀国王 为西苏纳迦王朝 泛A.I.A.N.G.A. 之帝无事 其皇后为为提西夫人 巴菲德 生怡太子 及阿蛇世王 范A.I.A.J.T.A.A.T.R.U.A. 平婆梭罗王 与夫人均归依世尊 深信佛法 在世尊正道之前 王曾起请世尊于得道 后先至王舍臣 受其供养 世尊默许之 后世尊正的佛果 即先至王舍臣说法 王毅于迦兰陀建竹林经舍 供佛弟子止住 供养僧家 护持佛教 为罪出之外护者 晚年并于宫殿内之塔四安置世尊之法 找而礼拜之 后以太子阿舌世王篡夺王位 而处于狱中 中阿汗卷十一品丙梭罗王淫佛经 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九 狮子后菩萨品 四分律卷三十三 大智度论卷二 巨舍论卷二十九 大唐西御记卷八 P6364 平婆梭罗王经 泛名宾比斯阿阿 Pretaiujamana 权益卷 宋代法弦义 收于大阵葬第一册 本经续说平婆梭罗王闻佛声明 网易佛所见佛身旁有吉寿人崇敬之幽楼平罗嘉业在座 岁一二人何者为师 佛之王义 乃请家业说明归依佛之姻缘 佛并为王说生灭无常法 本经集中阿含卷十一 平炳梭罗王淫佛经之别义 P6365 平婆梭罗梦 指平婆梭罗王之梦照 据南海记归内法传卷一载 平婆梭罗王夜梦一列作十八片 一经葬折位十八段 据而问佛 佛告以佛灭渡后百余年 有阿淑家王阿裕王威福各地 其实教团分为十八部 接去向解脱门 此梦及预兆其事 P6365 平婆账 平婆梭雨冰 身影之意 以此账之上绣有各种身形 故称平婆账 翻译名义极卷五 大五四 一一四三上 泛云平婆账 此云身影 静名书云 有雾遮光 则有影线 又平婆意味果明 其色红 以此账之色类似比果 故称平婆账 慧愿应一卷上 P6365 平婆术 平婆 泛云冰巴或冰巴 巴黎语冰巴或冰巴 亦亦相思数 学名 Momordica Momodopa 其果实味 鲜红色 称为平婆果 平婆罗果 以之为赤色之辟语 如新华严精卷65味 唇口丹结如平婆果 铜金卷二十二亿 百万亿平婆罗香 等于形容兜绿天宫之庄严 另据记照唐谷想及卷一平婆果 调所在 平婆树属桥木类 果实色红 带如赤小豆 于家论记卷二上则为平婆果及苹果 平罗果 方广大庄严精卷一圣族品 翻范语卷十 悬印音译卷三 P6365 平婆罗 一范语六 Fara 古代印度数量明 右座平婆 平拔罗 皮婆喝 意义为实照 佛本行及经卷十二所在平婆罗之家 诸位此数当于实照 悬印音译卷一二指平婆树之果实 其色纤赤 佛本行及经卷二十八 大三 七八二上 口纯明药赤诸色 或如平婆罗果形 亦四珊瑚及胭脂 P6366 平罗树 平罗 范语 Bilva 或Filva 巴黎语 Bila 右座皮罗婆树 比利婆树 平树 皮利婆树 比罗树 比罗树 意义为难树 学名 Ego Marmelos 又有 Bengal Queens Bell Fruit Tree Woot Apple Tree 等之称 乃类似于博之植物 印度教徒尊位圣树 树高可置十公尺 周围达一公尺 有大吉 夏天开花 结球状果实 四黄橙色 可引其果汁 花可置香水 根 皮等可供要用 瑜伽论计卷二上及瑜伽略转卷二等位 苹果及瓶婆果 然亦有以平罗与瓶婆时乃不同数之说 长阿含金卷十八严福提周平 瑜伽师的论卷五 P6366 瓶蛇喝婆娑 泛名芬太阿夫森 印度树论派学者 芬地亚 瓶蛇喝 乃山名 V森 婆娑 亦未住 以其住于瓶蛇喝山故有此称 据婆搜盘斗法师传 佛陀佛陀入灭后九百年 瓶蛇喝婆娑至阿淑蛇国 以僧屈论博斥 世青之师佛陀密多罗之法义 旋返平蛇喝山 化为一时 世青后闻此事 即造七十真实论 破比外道之僧屈论 参阅 自在黑 2521 P6366 布多外道 即指图灰外道 范巴斯曼 为古代印度大自在天外道之一 以灰图体 变身爱白 形如寝之猫梨 兽持牛 苟戒 其以修苦行而得生于大自在天 北本涅槃经卷十六范行品 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 P6366 恶鬼 范与Prita 巴丽与Prita 应意味碧利多 碧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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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范与Prita 应意碧地离 三徒之一 五去 五道 之一 六去 六道 之一 前身造恶业 多贪欲者 死后身为恶鬼 常苦于饥渴 又做鬼道 鬼去 恶道 正法念处经卷十六 举出恶鬼之柱处有二种 一柱于人中 二柱于岩伏提地下五百游寻之恶鬼世界 另又列举三十六种恶鬼之名 如家婆梨 或生恶鬼 前驼 石器恶鬼 婆罗波叉 石小儿恶鬼 阿扎皮 旷野恶鬼 摩罗加耶 沙生恶鬼 等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则举出三种恶鬼 一 无才恶鬼 包括巨口恶鬼 真口恶鬼 臭口恶鬼 等三种 全无食物 常献于饥渴之苦恼 若偶尔获食 鱼浆食时 又化作火焰 无法下咽 二 少猜恶鬼 包括真毛恶鬼 臭毛恶鬼 瘾恶鬼 等三种 砖石浓 血等 三 多猜恶鬼 包括吸瓷恶鬼 吸气恶鬼 大事恶鬼 大事恶鬼 等三种 食人残物或不失物 亦包括受富乐之天人 其中 少才 多才 二种恶鬼 又做有才恶鬼 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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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的论卷四列举 由外障碍 饮食 饿鬼 由内障碍 饮食 饿鬼 饮食 无有障碍 饿鬼 三种 大制度 论卷三十则称 无微德 常受饮食 可知苦 者 为恶鬼 有微德 能享受多乐 者 为弊鬼 恶鬼 居于炎魔王界 由炎魔王统治 亦有居于人间坟地 黑山洞等处 恶鬼之寿生 一杂阿皮 弹心 论卷八位 彼等位化身 六位胎生 据法院诸林卷六载 其身长最大者 为义游巡 最小如小儿 仅长三寸 寿命 或为最长八万四千岁 最短则不定 或为人间五千岁 为恶鬼中一日一夜 如此寿命达一万五千岁 夜暴差别精彩 令众生的恶鬼暴制夜 有十种 一身形轻恶业 二口形轻恶业 三意形轻恶业 四起于多贪 五起于恶贪 六极度 七斜见 八爱者滋生即便命中 九应激而亡 十哭渴而死 此外 世俗称幼儿贪饮食为恶鬼 称贪淫欲之徒为色恶鬼 称富有儿令色之首 有财奴为有财恶鬼 五苦张巨经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 忧婆塞借经卷七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张所知论卷上 巨舍论卷十一 批六千三百六十六 恶鬼三障 指恶鬼于饮食上所受之三种障碍 据于家师的论卷四所在 三障即 一 外障 此种恶鬼常受饥渴 故皮肉血脉枯稿 法乱面黑 唇口干胶 常以蛇字式口面 四处持走求食 然所见之全 直接变成浓血而不能饮 二 内障 此种恶鬼之焰如针 口如锯 负宽大 纵的饮食 不能淡饮 三 无障 此种恶鬼于饮食无有障碍 然其所饮淡之物 接受业力所感 燃烧成火炭 故意受饥渴大苦 批六千三百六十七 恶鬼因 只堕于恶鬼去之夜因 可分为通 别等恶因 通因 即破律仪 泛菩萨界 毁佛涅槃等恶业以外之 其余杂业 如玉的明文 或内无食德 而须比贤盛 或其下品食恶 个别之因 详见恶鬼报应经 六道轮回经 佛说鬼问木连经等 如恶鬼报应经 在 地狱诸恶鬼中有常苦于头痛者 系由于本为人时 以仗打众生之头所致 有全身疮烂而难以忍受者 系由于曾以火烧珠阳深处所致 有常食而中难饱足者 系由于虽曾与众生饭时 却不令彼等饱足所致 大佛顶首轮严金卷八 磨合纸观卷一下 P6368 恶鬼住处 指恶鬼之住所 诸经论多以炎魔王界 范Yoma Loka 为恶鬼之本住所 或称为薛丽多界 范Prita Loka 恶鬼世界 而以炎魔王为其主 正法念处经卷十六 则举出二处 一 住于人中者 是人中鬼 二 住于恶鬼世界 即住于炎福提之下五百游巡 长广三万六千游巡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则为 处本所住处炎魔王界外 于善不周住有二种鬼 一 有微得者 住于好山林 宫殿 清净处 二 无微得者 则住于整种杂绘 不清净处 幽婆塞界经卷七 巨舍论卷十一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P6368 恶鬼是 巴黎明Pita 法斯之意义 略称卑多 魏巴黎小布经 Kadaka Nekya 之一 内容细解说 恶鬼等之境界 及其夜音 德托等 全篇共计四品五十一事 七一七颂 其成立年代 一本经第四品之第三鬼是 Nandika Pita 法斯 所在 推定最早为佛陀入灭后 二百年左右 与大藏经中 此经无憾一本 注释书有达摩波罗 八DMFLA 之真地灯 八Paramatha Depen 一本有日本宫田林道之日 南传大藏经 南传大藏经第二十五卷 TW Ris David's Buddhist India By Mullah Churn Law Haven and Hell in Buddhist Perspective A History of Poly Literature I P6368 P6368 恶鬼界 十界之一 及恶鬼之世界 乃遭受不得饮食 及受苦无尽之生存境地 药师本愿经 参阅 十界 四百五十七 P6368 恶鬼狮子 乃恶鬼豹之一 据百元经卷五载 习有一妇人 极度其妾有刃 秘密下毒使之堕胎 并作咒诅 大四 二二六下 若我真实堕乳胎者 令我舍身身恶鬼中 一日一夜生五百子 身已随淡 终不饱足 后命中未恶鬼 日产五百子 随身随时 终不能饱足 P6368 恶鬼臣 指恶鬼所居之处 据顺正理论卷三十亿载 于善不周之息 有五百祖 于中有二祖为鬼所居 每一祖各有二百五十臣 一祖臣住微得鬼 另一祖臣住无微得鬼 P6368 恶鬼报应经 全义卷 义于东径 三百一十七 四百二十 义者不祥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内容计数尊者大目间连队各类恶鬼小玉笔等夜音之事 意义本有后 汉安是高知鬼问目 连经一卷 P6369 恶鬼爱 为欲爱之一称 恶爱之一 以众生爱念妻子 贪然无欲 无意恶鬼去 故称恶鬼爱 北本大半夜 盘经卷五 大一二 三九四中 爱有二种 一者恶鬼爱 二者法爱 真解脱者离恶鬼爱 怜悯众生故有法爱 P6369 恶鬼爱 六爱之一 为十恶爱中之下品 十恶爱止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言 起欲 两舌 恶口 贪欲 甜慧 邪剑 可分上 中 下三品 若坐恶时于欲坐 正坐 坐以等三十中 心无悔改者 称为上品 若坐以而能悔改者 称为中品 若正坐而能悔改者 称为下品 恶鬼业即属下品 大臣一张卷七 大四四 六一灵下 十不善业 上身地狱 中身处身 下身恶鬼 右身口意 具起不善 身地狱中 具二从者 身处身中 具二轻者 身恶鬼中 臣时论六页品 参阅 六页 一千两百九十六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恶鬼道 五道或六道之一 又坐恶鬼去 暗鬼类中有叶叉 罗沙等巨大威力者 故心意单称鬼 而不加 恶 自 然就一只经论则 多称恶鬼 盖鬼类中 以恶鬼最多之故 巨大臣一张卷八末载 所谓恶鬼者 常积虚 故畏之恶 孔切多畏 故畏之鬼 此鬼类雷受丑恶 见者皆生畏惧 穷年醋碎不欲饮食 或居海底 或近山林 乐少苦多而受长劫远 以席时贪及 欺狂于人 由此因缘 故惰恶鬼道 正法念处经卷十六 参阅 五去 一千一百九十八 轮回 六千一百八十六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鱼甘子 范语 梅拉 吉阿摩勒术 又作眼摩洛家术 果实出十味苦涩 后转甘美 皮奈耶杂式卷一所在 鱼甘子之家诸位 大二四 二一灵中 范云眼摩洛家 此云鱼甘子 善见绿皮皮婆沙卷一 卷十七 玄印鹰一卷八 参阅 阿摩勒术 三千六百七十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鱼念 鱼所对之境 是未能专一而心念于世 大宝基金卷六十八 大一一 三八六下 此诸众会无余念 一心瞻仰大渠坛 为怨夫掩受济世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于流 指自宗以外之宗派 或指自宗之末流 法孙 此外 又有以自宗位本位而称其他各宗位于宗者 正法眼葬座禅真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于臣 自宗之教称为宗臣 他宗之教称为于臣 臣 为从此迷暗度至比物暗之载成物具 即教法 如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即以法华原教位真实臣 其他别教位待方便之教 未有余为了之说 故称于臣 此外 亦有止大臣以外之教位于臣者 据社论卷二十三 于家师的论事 法华文句卷四上 批六千三百六十九 于习 一味虽断除烦恼 然有存残余之习气 又作残习 余气 习气 二圣不能断除余习 仅佛能断之 唯摩节所说经卷上 大一四五三七上 深入缘起 断诸斜剑 有无二边 无负于习 新义华严经卷二 大制度论卷二 二泛名 Pilinda Fasa 因义毕临家婆措 为佛陀弟子之一 细舍为成婆罗门种 初学隐身咒 后遇佛 岁出家为佛弟子 参阅 毕临家婆措 四千七百三十六 批六千三百七十 余节 未残留之劫始 即止尚未断除之烦恼 大臣一章卷十六 大四四七八三中 若说除贪 余节随亡 若说除幽 余受随浅 譬如破竹 初劫为难 若破初劫 余节皆随 贪 幽亦而 此外 残存于心而不离之执念 称为余职 批六千三百七十 余趣 除人界以外之世界 止地狱 恶鬼 阿修罗 畜生等四去及天界 正法眼葬出家功德 批六千三百七十 余运 运 积聚 类别之意 紫色 受 想 行 识等 五运 余运 未虽已脱离分段生死之五运生 而还残余变异五运之菩萨生 或称最后生之二圣与菩萨 批六千三百七十 佛陀 泛与菩萨 又做伯陀 伯陀 意义觉者 即佛陀 大乘法院 一零章卷六 大四五 三四五下 云 佛陀 额掠云佛 涅槃经云 否则明曰 一字觉悟 父能觉他 参阅 佛 两千六百零五 批六千三百七十 骆驼座 指两兮并逼而端具之姿势 经中是为不当之作法 为僧众不得作骆驼座 而应加夫端作 世门归境已卷下 大四五 八六三下 两兮座者 经中名为骆驼座也 此生计慢舵 心意从之 四分率形式超资 持计卷下三之四 批六千三百七十 骸骨 又坐骨锁 即白骨 细尸体腐朽后 所遗留之骨骼 相当于泛于 A-Cara 商杰罗 或单指独楼 又行者为制服贪烦恼 而观想人之身体为白骨连锁之修法 称为骨相 或白骨观 为九相之一 日本一修禅师曾遇白骨之梦 以说明法门之奥义 参阅 九相 一百五十 批六千三百七十 纪利吉罗 泛名Kalikila 乃纪利吉罗金刚之略称 又坐纪里吉罗 纪利指 意义坐金刚喜悦 处金刚 乃密教金刚 借曼陀罗里去会十七尊之一 为列中尊金刚萨朵之右方 泛与Kalikila 亦亦未处 乃男女相处者之矣 据班若金艺术之说 此尊仪不舍众生 欲令众生皆得解脱之故 遂明是处性及菩提 其形象成抱持之相 二臂相交于胸前 手之三骨处 全身白色 头戴五佛宝观 大乐金刚萨朵修行成旧仪轨 里去世卷上 批六千三百七十 纪诸玉 为法华金安乐行品所说七种辟玉之一 又坐顶诸玉 纪诸 指轮王纪中之诸 于此玉之中 以轮王比玉如来 以纪比玉二圣全角 以诸比玉一成十礼 诸在祭中之时 犹如十礼之隐于全角 此未如来于法华会上开全显时 受祭二圣 未必等已出离分段生死皆的作佛 犹如伦王解祭中之诸 受与功臣 参阅 法华七玉 三千三百九十四 批六千三百七十一 纪诸经 请参阅大臣金刚 纪诸菩萨修行分经 纪宝 指轮王纪中之宝珠 比玉一成十礼 慈恩四三藏法师传续 大五灵 二二灵下 解其纪宝 是以一珠 戒意以破三 摄莫归本者也 事事六铁卷七 参阅 寄诸玉 六千三百七十一 批六千三百七十一 资塔 指专门供奉佛资之塔 据法院朱灵卷十载 佛告阿南 大五三 三六三中 如往父王所 取我资来 和六十四 其今二经资者 以施犯王 于并将来 我遇造塔 阿南即为佛陀取资来 佛以资二根与诸罗沙 另起塔供养之 其余六十根后 亦随之起塔供养 佛并告诸罗沙 须尽心护持资塔 误为外道 恶人 魔鬼等所破坏 批六千三百七十一 央家陀王 为世尊于过去世行 菩萨道时 所教化之国王 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三载 其实 央家陀王虽辅酷充盈 却斜剑赤胜 因而堕于颠倒道 后遇纳罗陀大天仙 为王说法 明示正见 令王之心回转 而获法喜充满 上纪纳罗陀大天仙 及世尊之前身 央家陀王则为 幽楼平罗家业之前身 批六千三百七十一 央家国 央家 泛名AGA 巴黎明同 为古代印度十六大国之一 又作央家国 央家摩加陀国 昂国 央家国 位于摩接陀国之东 于佛世时 一度隶属摩接陀国 其都城为善波 返坚 或为央家国 一称央厥绝多罗国 长阿韩卷五蛇尼沙经 四分绿书是综艺继卷八末 参阅 央厥绝多罗国 六千三百七十二 P六千三百七十一 央巨舍 范与AQA 巴黎与NQSA 极驱钩 铁钩 又作昂巨舍 央巨舍 于诸经中 每于追并提 乃古代印度人 钓鱼像最常用之器具 于密教中 此字含有普及 照及之意 通常置于四舍中之第一 此外 于千首观音四十首中 其中有一首直持驱钩 称为铁钩手 亦称巨师铁钩手 长阿韩卷十四题 环音问经 惠灵音一卷二十一 可红音一卷九 诸说不同计卷六 P六千三百七十一 央绝多罗国 泛名A.Gutterpa 巴黎明同 又作央渠多罗国 阿穆多罗国 意义体圣国 为印度古代小国 位于十六大国中央家国与莫罗国之间 都成为阿波纳 巴巴 据南传律藏大品所在 世尊曾游行至阿波纳 受罗纪犯至赤 巴K.I.Y.A.G.A.I.L. 之供养 赤卫解法行者 拜火教徒 白日者黄衣并修苦行 夜间则享五欲之乐 虽非佛弟子 却对世尊极为恭敬 常行供养 赤之有婆罗门施罗 巴塞拉 经赤之引戒而成为佛弟子 此外 据四分律书是宗义记卷八末载 央决多罗国位在摩街陀国北方 或称央家国 五分律卷二十二 四分律卷四十二 中部经九十二施罗经 P.6372 央杰罗斯仙 央杰罗斯 范名Agerus 为古代印度仙人 又作阿易罗仙 意义生汉叶仙 为七大仙之一 在密教中则属火天眷属之一 大日经书卷十六 大日经书卷十六 大三九 七四四上 此仙不从胎生 从汉叶而生 故得名也 参阅 阿易罗仙 三千六百六十五 P.6372 央杰罗斯仙人 摩罗遂常杀人,并将所得之指串为蛮状而带于身上。 杀至999人时,最后遇杀其母已成一千之数。 佛陀怜悯之,乃为其说法,终至忏悔改过而入佛门,后得阿罗汉果。 杂阿罕经卷38,增益阿罕经卷31,央掘摩经,央掘记经,参阅,央掘摩罗,1879,P6372。 央书法魔王,央书法魔,泛名AU,Farman,异异光咒王。 魏西元七世纪时之尼波罗,范Nevella,及金尼伯尔,国王。 又作央伦伐魔王,伦乃书之物。 朔学聪明,自造生明论,又重学静德,名声远播。 其女玻璃库姬,范BHQI,驾与西藏双赞恩甘蒲王,藏SRO,Sengen,PO,后并接引藏王归依佛教。 大唐西玉记卷7,LA。 Wid all the Buddhism of Tibet, as bio-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Fo? P6372 冤斑,禅灵中,凡宋经之时,东西两斑对面站立,称为冤斑。 禅灵象器兼礼则门,P6372 成为,即用寿毛、马等扎成一束,另配上象牙或木板制成之长柄,而于说法或讲解经一时所用之物。 主,为外形四路而较大之弥类,古人以其为制成浮尘、浮营。 后则与浮尘同位枕肃微荣而持用者,或谈论演说时,只受听众之用。 我国魏晋时代之清谈家,于谈论之际,多有守持主伟之习惯,其后僧侣之间,持主伟之风气亦广为流行。 参阅,福子,3259,P6372 莫不二,又作莫然无言。 为为摩洁居士莫然无言,以示菩萨之入二法门。 据为摩洁所说经文中之入不二法门品载,文书施力等三十二菩萨与为摩洁居士谈论有关入不二法门之问答。 其中,诸菩萨对生涯、暗恶的相对理,各提出查阅此相对问题之答案,而以之为入不二法门,文书菩萨则认为一切法无言无说,无事无实,离诸问答,如是使为入不二法门,面对文顺诸菩萨诠释。 唯独为摩洁默然不语,莫不二,无言以对,即知显示入不二法门之最高地理,文书遂探之为,真入不二法门。 故有,为摩一莫,之称。 为摩洁所说经卷中入不二法门品,大一四,五五一下,文书师利问为摩洁,我等各自说以,忍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为摩洁默然无言。 文书师利探约,善哉。 善哉。 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参阅,入不二法门,两百五十九,批六千三百七十三。 莫如,一千九百零五,一千九百九十一,江苏东台人。 民国三年,一千九百一十四,出家于江苏东台如来眼。 受戒于南京宝华山,学禅于高明寺与天同寺,一夜于杭州佛教师范,闽南佛学院等校。 其后,讲学于闽南佛学院,精灵寺佛学院,长州天宁佛学院等地。 三十八年度海来台,讲学红法于各大寺院。 现驻台北法云寺。 诗于维时法乡之学,钻研颇深,这有大臣三系论从,维时学概论,笔说八十规矩诵等书。 批六千三百七十三。 莫朗道家,为西藏佛教仪式之一。 藏余道家,亦未除岁。 至每年藏立正月二十四日,于拉萨传大照法会圆满时,所举行之大规模诵鬼仪式。 举行仪式时,甘丹十八,布达拉公朗杰扎苍, 折邦四二八扎苍密宗院等之僧众,其及拉萨,并由五百人化装成蒙古古代骑士列队游行,燃烧草堆,火枪齐名,以驱除本年内之一切灾祸。 批六千三百七十三。 莫礼,即指莫然无言之妙礼。 未为莫杰居士以莫然无语来表示严权所不及之身礼。 华言五教章卷仪,参阅,莫不二,六千三百七十三,批六千三百七十三。 莫然记,请参阅莫至记。 莫传,与,莫传心应,知意相同。 于禅宗,师家教导弟子不以言语或文字直言明示,而以心传心,令其自悟佛法奥义,见性成佛。 所谓,莫,为莫之解,非未绝无以言。 六祖谈经,大四八,三五义中,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不得逆其正法。 禅缘诸全集兜序卷二,批六千三百七十三。 莫照禅,为宋代曹洞宗之洪至正觉禅师所倡导之禅风。 莫,指射莫专心作禅,照,即已会来见照原本清静之灵之心性。 正觉认为实相即是无相之相,真心即是无心之心,真备即是无德之德,真用即是无用之用,故主张以,做空尘律,来莫然尽照,物物作定,不必祈求大物,为以无所得,莫所物之态度来作禅。 此一禅风,被同时代之灵纪宗明德大会宗稿强烈抨击,贬称其禅法为莫照携禅,无视禅,枯木死灰禅。 盖宗稿之禅风,原极迹于正觉,而强调极古则公案来契入心性彻物之机,故极力批评正觉派下仍仍默默面臂作禅,放弃参悟修正之作法。 对此,正觉作莫照明一文,全篇四言七十二句,共二八八字,加以反驳,提出莫作禅能实惠的作用活泼,能自然照彻心性之原底,乃佛祖正传之真禅,文中并击粉宗稿之禅法,仅是拘泥于公案之,看化禅,而已。 红至禅师广路卷五,卷六,卷八,大会宗门武库,批六千三百七十四。 莫至记,范语STHPAYER,VY CARAE,巴利语HALPAYER,VY CARAE。 四季之一。 又作舍至记,莫然记,止记论。 只对于所问,若属于不应答,不值得答者,则莫而不答。 佛于非理智问时,未免增长无畏之细论,乃莫至而不答。 如有人问,使女之儿,未复黑色,未复白色。 则舍至此一问题,莫而不答。 佛的经论卷六,巨舍论卷十九,参阅,四季达,一千七百五十三,批六千三百七十四。 莫并,范语Broma,AE,巴利语童。 英译范谈,范达。 为对于非理违犯,不受调福之比丘,所有欺众皆不与其往来交谈之臣戒方式。 世事要揽卷下,大五四,三零三上,莫并,为一切人不与来往言化等。 四分绿山繁补卷形式超卷上二之二,参阅,范坛,四千六百四十八,批六千三百七十四。 前南汇登陆,繁八卷。 清代善意如纯吉。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五册。 内容戏收录明清时代川,颠珠的之禅家语药。 前,指四川前江县。 继收录一一六位禅师之上堂,小餐,市众,姬园,粘诵,法语等。 本书卷首有清康熙四十一年,一千七百零二,十二月成春祥之序,一年八月度征之序及自序,繁立,目录。 卷尾续续补编者之机缘,语药,更追捕破山海明之法孙旭登际长,无瑕信玉及碧陵门之法四竹崖心性,此卷尾之续补乃后人所添加。 总之,本书所收录之禅家,以灵纪宗天同园物之法四破山海明之法系最多,并含相同之灵纪宗汉月法藏之法系,曹洞宗云门之法系及不祥法系者若干明。 以上诸家以四川人居多,一间及云南省及其他地方之人士。 明记滇谛前佛教考,成员,P6374。 龙,梵语NGA,八粒与童。 英译那家,那。 八部众之一。 群龙之首,称为龙王或龙神。 一般为龙位住于水中之蛇形鬼类,或为属处生去, 具有呼云幻语之神力,亦为守护佛法之一类。 经典中有关龙之故事甚多,并会有种种龙王像。 梵语NGA为蛇之神格化,在印度神话中,乃人面蛇尾之伴神, 种族有一千,为加叶波,泛Kansasyapa,之七哥头,泛Kadru,所生, 住于地下或地下龙宫,泛PTLA。 又印度自古以来极有称为那家之种族,其种族有多数之种别, 非属于亚利安人种,散居于现今印度东北阿萨蜜, 阿森,地方及缅甸西北部等地,崇拜龙蛇。 又龙臣,范NGA Pura,之名,惊人存于各地。 关于龙王教化等之故事,或意味那家种族之归依佛教。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八处生品载,龙王设属于处生趣,乃于痴, 田惠之人所受之国报,其著所称为戏乐臣,分为法型龙王,非法型龙王二种。 法型龙王有七头,如相面,婆修吉,德叉加,拔陀罗等诸龙王, 田惠之心薄,意念福德,随顺法型,故不受热杀之苦, 以善心衣食降雨,令世间五谷成熟。 非法型龙王有波罗摩梯,皮毛灵婆,加罗等龙王, 不顺法型,行不善法,不敬沙门,婆罗门之故, 常受热杀之苦,以恶心起恶云雨,令一切五谷皆兮必恶。 又长阿含经卷十九龙鸟品载,龙有卵、胎、失、化身等之别, 为卵、胎、失、化身等四种精赤鸟所吞食。 据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卷上载, 龙王或行于地上,或常居于空中,或横一庙高山,或住于水中。 或一手,二头乃至多头之龙王。 或无足,二足,四足乃至多足之龙王等。 此外,亦有守护佛法之八大龙王,即龙女臣佛,之记载。 至于中国古代所信仰之龙,则指一般所谓,常灵动物, 于春分之记登天,秋分之记入义。 灵者,称为蛟龙,义者。 称为硬龙,有脚者,称为龙,无脚者,称为痴龙,不申天者,称为盘龙。 至如比喻天子为龙者,则有所谓,龙言,龙作,之术。 中含卷二十九龙象经,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普要经卷二,修行本起经卷上, 佛本行及经卷一大制度论卷三,卷十四,卷三十,大唐息预计卷三,卷八,惠灵音义卷九,批六千三七十五。 龙力不可思议,五不可思议之一。 为龙力能起云降雨,以一滴水而润则于四天下,故称龙力不可思议。 大制度论卷三十,往生论柱卷下,参阅,五不可思议,一千零六十四,批六千三百七十五。 龙女成佛,指八岁之龙女由于受持法华经之功德而及身成佛。 据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载,龙女及梭杰罗龙王之女,年辅八岁,智慧猛力,诸佛所说圣深密藏西能受持,乃于刹那之请,发菩提心,得不退转。 父义一宝珠献佛,以此功德愿力,呼转女成男,具足菩萨行。 刹那请住于南方无垢世界,坐宝莲华中,城镇等觉,具足三十二项,八十众好,广为人天说法,娑婆世界之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摇见而欢喜尽礼。 盖古印度之女人地位甚低,小成佛教认为女生够会,不能成佛,此与大成佛教所言众深皆可成佛之思想冲突,故佛典中乃有女人可转变为男生成佛之说。 龙女成佛,之说明是大成佛教在修行理论方面之发展。 虚摩提菩萨经,海龙王经卷三女宝锦寿绝品,菩萨处胎经卷七,八贤圣斋品,法华经玄一卷五上,法华经文句卷八下,参阅,女人往生,九百一十六,批六千三百七十六。 龙女献猪,为龙女以宝猪献佛,表辑正缘果。 据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载,龙女有益宝珠,价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共佛,佛吉那寿。 龙女为至基菩萨与尊者设立福言,大九,三五下,我献宝珠,世尊那寿,世世吉布,达约,圣吉,龙女言,以辱神力观我成佛, 附宿于此,批六千三百七十六。 龙子,指海龙之子。 据海龙王精卷四金翅鸟品载,海龙之子,常为金翅鸟所食,龙王其寝于佛陀,佛吉脱卸身者之造衣,分与诸龙王,皆令周辩。 顾凡于海中得造衣之一旅者,皆免于南。 批六千三百七十六。 龙山寺,位于台湾台北市。 创建于清乾隆三年,一千七百三十八,由福建省泉州府属靖江,南安,惠安三县移居来台之百姓,为其导航海平安及事业发展,乃江塑所信仰之观音菩萨,从靖江安海龙山寺迎来献址,建四奉寺。 二百多年来,本寺曾数度改建。 目前之建筑为民国八年所建。 殿宇雄伟,雕刻精致,为台北市佛教名差,信众颇多,为其中间似有妈祖,祝生娘娘等神道信仰,与纯粹佛教寺院不同。 此外,台北县淡水镇,彰化县陆港镇及台南市等,均有龙山寺,其建寺之来源,大致与台北龙山寺属同一时期,自同一地区之移民,供奉同一寺院之神寺,且为同一信仰类型之群众。 批6376 龙井建文录,樊石卷 清代汪梦宣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龙井寺,位于浙江航县,以龙神著称,其地山水幽岁,赴以龙警察文明。 于北宋高僧袁靖住持之时,称为寿圣院,应以扬名。 袁靖交由当代民贤,宇兆变,苏氏等相唱和。 袁戴森以仁曾传,龙井志,以志九诗传,故事一缺。 清前龙年间,1736,1795,浙江秀水汪梦宣,应祥和地志,旁集正式文集252种,转刺位,龙井建文录,石卷,分位石门,集,山水,古迹,明森,相遇人物,物产,悲客书画,诗,文,译文,舆论。 赴以其事不牵涉龙井而有关圆境者,另转,宋僧圆境外转,二卷赴之。 此路时为龙井四而坐,故先转及明森,后至相遇人物,诸卷先后,以准此例,故列为佛四十字之一。 批六千三百七十七 龙天,亦为过去世之佛名。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六六下,佛告阿南,乃往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节,中略,有如来明曰光远,中略,四明龙天。 二指八部重中之龙重即天重。 即龙神诸天,为拥护佛法之善神,故有,龙天护法善神,之称。 千守观音经,三龙树,天清,世清,二菩萨,合称为龙天。 批六千三百七十七 龙心,为凡夫妄心六十心之地十七。 与龙去之心相同,乃多贪无厌之心。 对智之道应思为少欲之足,无常等。 大日经卷一注心品,大一八,二下,云和龙心。 为思念广大资财。 大日经书卷二,参阅,六十星,一千两百四十二,批六千三百七十七。 龙护,即龙宫,为龙之住处。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一大五四,二零五上,律显则过亡,且如会损轻之,现身龙护,批六千三百七十八。 龙方,有二义,即,一,指北方。 以五行中北方为水,故称龙方。 二,为西方之义称。 于密教中,西方之护方天为水天,水天为龙去之首领, 故称西方,即水天方,为龙方。 大日经卷一大一八,八上,西方诸的神,便采集皮钮,中略,是等一龙方,化之物一谬,批六千三百七十八。 龙牙,以八百三十五,九百二十三,唐代森。 辅州南城,江西,人,俗姓郭。 士称龙牙居顿禅师。 十四岁,于吉州,江西,满田寺出家。 赋于松月寿界,后游历诸方。 初参业翠为吴雪与灵纪一玄,赋业德山,后里业洞山梁架,并四齐法。 其后寿湖南马市之礼请,住持龙牙山庙祭禅院。 号,正空大师。 五代后梁龙德三年世纪,世寿八十九。 五灯会员卷十三,景德传灯陆卷十七,祖唐吉卷八,二指龙之牙。 批六千三百七十八。 龙牙西来义,禅宗公案名。 为唐代森龙牙居顿向翠为吴雪与灵纪一玄请问西来义因缘之公案。 又坐龙牙过板。 必言录第二十则载,龙牙问翠为,大四八,一六灵上,如何是祖师希来义,为云,与我过禅板来,牙过禅板与翠为,为皆得便打。 牙云,打即认打,要且无祖师希来义,牙又问灵纪,如何是祖师希来义,祭云,与我过蒲团来。 牙取蒲团过与灵纪,即接得便打。 牙云,打即认打,要且无祖师希来义,翠为,灵纪之打,为祖师希来义乃佛法迪传之大义,为部落严权之绝对真实,须呆轻正方得。 牙云,打而云皆无祖师希来义,表祖师希来义,故不可问,然义不在翠为与灵纪一打之中,即举阳自家安心立命之心态。 从荣录第八十则,批六千三百七十八。 龙王,范宇N.Guardia,因亦那加罗惹, 为龙中威德特圣者,系对其眷属而称为王。 传说世尊诞生时,有南陀,拔南陀二龙王为其灌目。 又法华金卷一续品举出南陀,拔南陀, 苏加罗,何修吉,德叉加,阿纳婆达多,摩纳斯, 幽罗等八大龙王,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一则举出七龙王。 诸龙王能心云不语,令诸众生之热恼消灭。 此外,据僧护金载,海龙王便为人行而出家修行, 然于睡眠中不能隐形而陷隆身, 故佛为此而说隆于出身, 灵中,交构,填怒,睡眠等时, 必为本行,不能化为异类之身。 新华炎金卷四十三,大吉金卷五十八须弥藏分, 参阅,龙,六千三百七十五,P六千三百七十八。 龙王之喜,泛名N.J.Nanda, 乃印度界日王第二世, 泛哈A,于西元六零六至六四八年间所作之佛教具, 共五母。 前三母叙述为帝亚达拉族, 泛菲迪塔拉, 喜马拉雅山中之半神族, 之王子云成, 泛J.M.Taufana, 于西达族, 泛斯德, 师婆之眷属, 之公主马拉雅法迪, 泛玛雷阿, 法特,相恋, 因得女神高丽, 泛高尔, 允许而成婚。 后二母则叙述云成为了 救助龙王之为难, 自愿为金赤鸟所吞食, 后经高丽相救而再生, 显示菩萨舍己为人之精神。 此句取材自佛教传说, 并加入印度教信力派, 泛阿卡, 思想。 唐代义尽锁着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云, 大五四, 二二八上, 戒日王取云成菩萨以身带龙之事, 姬魏歌勇, 奏邪贤管, 令人作乐, 舞之, 导之, 流步于待, 由此可知此聚在当时受欢迎之盛况。 龙王喜, 高南顺次郎义, 批六千三百七十九。 龙王兄弟经, 泛名Nando Cananda, NGA, RGA, Demona, Estra, 全义卷, 右座南龙王经, 降龙王经, 五, 之千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本经凡八百余字, 叙述穆连尊者降伏南投, 河南二二龙, 始归从佛教, 受持五戒之事。 历代三宝记卷五, 大唐内典陆卷二, 批六千三百七十九。 龙王吼菩萨, 五大力菩萨之一。 此菩萨专守护未来世诸国土中, 建立正法, 护持三宝者。 形象成份怒行。 旧义人王经卷下授持品, 为其手持金伦登。 不空心义之人王经卷下奉持品, 则称之为南方金刚宝菩萨, 手持金刚摩尼。 参阳, 五大力菩萨, 一千零五十七, 批六千三百七十九。 龙主仙, 只念诵所而成就者。 为行者伊申加尼金刚同子鬼之法, 于设立塔前诵持真言六十万遍, 然后以捕纱铁作所, 念诵而得成就者, 称为龙主仙。 即于诸龙中得自在者。 正家伊金刚同子鬼卷上, 批六千三百七十九。 龙光王佛, 未过去久远之佛。 巨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卷上载, 于过去十千劫龙光王佛之事, 舍国波兹逆王已于此佛所, 为四的菩萨, 世尊为八的菩萨。 批六千三百七十九。 龙光寺, 位于江苏南京富州山路。 为东晋公司皇后主事所创。 原称清元寺。 一夕五年, 四百零九, 逐道申自长安返健康, 被言请入住本寺。 刘宋景平元年, 四百二十三, 与慧言共请佛陀时, 亦出弥撒赛五分律等。 文帝申重道申, 石贤王洪, 泛泰, 炎炎之等皆来问道, 僧景义从其授业。 其后, 道申畅禅提成佛之说, 遭守旧之徒并斥, 遂离四他去。 世年夏, 佛殿大阵, 一龙升天, 其光映西壁, 遂改四明, 好龙光寺。 唐贤通二年, 八百六十一, 赤寺, 龙光苑, 之鹅。 相传本寺 供奉之瞻谈世家瑞相, 乃东静义西十一年流域出征长安时所得。 佛祖统计卷十五, 卷三十六, 梁高僧传卷三, 卷七, 卷十, 卷十三, 卷十四, 旭高僧传卷六, 卷七, 卷九, 初三藏祭集集卷二, 精灵泛沙至卷四十八, 批六千三百八十。 龙光瑞相, 指龙光寺所供奉印度幽田王以瞻谈所作世家之相, 瑞相圆满。 相传揪摩罗演自印度父相遇至中土, 图经四国, 皆留本图写。 后姬流归姿, 身子罗石。 罗石东游时, 姬向至中土, 后寅至江南龙光寺, 故称龙光瑞相。 随时奉至于长乐寺。 以后历经各代, 元仁宗延幼三年, 一千三百一十六, 遣奉于燕京大圣万安寺沾谈瑞相殿。 今已不知其下落。 四分率山繁补却形式超卷下二,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迹卷下三, 世事鸡鼓掠卷四, 参月, 沾谈瑞相, 四千一百二十, 龙光四, 六千三百八十, 皮六千三百八十。 龙坐, 为修金赤鸟法所用做法之一, 坐相不明, 或只屈膝而坐。 文书施力根本大教王精金赤鸟王品, 大二一, 三二六上, 于一切有情起大慈心, 做龙坐而坐, 贴息作也, 皮六千三百八十。 龙鼓大学, 位于日本京都下京区。 为日本净土真宗本院寺派所创立之大学。 龙鼓之名, 系由本院寺第十四代济如悬挂于本庙佛殿上的本山之山好。 宽永十六年, 一千六百三十九, 梁如宗主于本院寺境内创立学寥为其滥商。 大正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改称龙鼓大学。 林木法称位第一任校长, 设有研究部, 文学部, 大学预科, 专门部。 昭和二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九, 改为新智大学。 后陆续增设短期大学, 大学院修士课程, 博士课程等, 藏书胜负。 龙鼓大学三百年史, 学灵岩格史, 学辽造力士赋以后法论次第, 批六千三百八十。 龙河, 为尼连禅河, 范乃尼连禅河之一称。 细横河之流, 巨士尊臣道之金刚坐东面不远, 以河中驻加陵加龙而得名。 南海既归内法船卷四, 大五四, 二二九下, 十一诸于旧岭, 十得其真, 则散宝于龙河, 颇逢其妙。 破森士卷五, 参月, 尼连禅河, 一千八百九十一, 批六千三百八十。 龙鱼, 即将龙。 有座龙。 纳提加叶, 范乃, Keyapa, 皈依士尊以前, 鼠士火外道。 士玉士尊求素, 加叶纳士尊于于大龙石窟, 至叶半, 龙土火遇害士尊, 士尊起慈心, 献三昧火, 火龙碧之而投身于士尊之中, 那提加叶岁帅帝子五百人归依士尊。 又近代亦有社工其语, 于行家持祈祷之计, 降伏一龙, 使龙入之传说。 梁高森船卷石射工章, 批六千三百八十一。 龙门, 位于山西平阳河京与陕西西安寒城陷境之黄河中流。 其处山岳对峙, 行城门阙之状, 未亦天然显耀之所。 相传下雨倒河至此, 早已通流。 又自古传说, 何忠于之类, 若能游渡此处, 即可化为龙, 故一般多隐身未立身出世之关门, 或作为高明朔望之比喻, 为凡得其接引者必增长身价, 俗语乃有, 亦登龙门, 身欲百倍, 之说。 于禅陵中, 转指申望鼎盛儿积法显俊之优秀诗家, 为学法之那子若能入于此等优秀诗家之门, 将来必可成佛作祖。 祖庭誓愿卷二雪豆粘谷, 大明义统治卷二十, 大清义统治卷九十九, 读十方于纪要卷四十一, 批六千三百八十一。 龙门石窟, 位于河南洛阳南方十四公里处之一, 和入口两岸之龙门山, 西山, 和香山, 东山。 位一和东西两岸的石窟群之一。 龙门山沿鼠大理石, 坚硬细密, 极难雕琢, 但不易风化。 婴山谷城门雀壮, 婴儿谷石称其唯一卷石窟。 西江岩石开凿未洞窟, 在窟内客及佛像, 故又称龙门堪, 依月佛堪。 雨墨高窟, 云冈石窟并称我国古代佛教石窟之艺术三大宝库。 北魏初期, 首于铜云石窟大士雕刻, 至太和十八年, 四百九十四, 自大同迁都洛阳后, 未追念先帝之一序, 石窟之建造自然由云冈转移至龙门, 乃于龙门大兴土墓, 营造石像。 历经东魏, 西魏, 北周, 北齐, 隋, 唐, 及五代, 北宋, 京, 直至清末, 今后营造达一千多年, 造像作品中, 北魏占百分之三十, 唐代占百分之六十, 分布于东, 西两山之崖壁上。 洞窟较大者有三十余处, 且大部分在西山。 现存窟勘二千一百多个, 造像十万余尊, 提计碑截二千七百多块, 并有佛塔四十多座。 其中, 以唐开元七百一十三、 七百四十一前, 由其五则天时期之作品位最多, 然目前唐代之石窟, 只剩下七度。 又多数之石窟君与帝王之祈求名符有关, 资分别概述西山, 东山之石窟群。 西山已创设于北魏太和年间之古阳洞年代最古。 又称老君洞。 西游一批支持北魏孝文帝千都之王公贵族即高级将领所开刊凿像之集中帝。 广约七公尺,高, 升个约十公尺, 洞之后方成半圆状。 左臂有一刻于太和十九年之弥勒相堪, 其中之刻名为龙门献存最古之名文。 冰阳洞, 系北魏宣武帝为其父母盛文帝, 文昭皇太后而营造。 广约十二公尺, 升约十一公尺。 后避之本尊世家座相, 面带微笑, 相好威仪, 背光尘归行, 并以忍冬, 莲花, 天人及火炎庄炎之, 日本法龙司金堂所安置之世家佛相, 即与本恩敬寺, 另外, 金堂天盖之垂障, 亦与本洞天井周圆之宝障吻合。 中壁之内壁雕有世家五尊座相, 三尊立相, 洞顶世有莲花文, 非天神像, 地面亦刻有莲花文, 龟甲文, 其岩壁上雕刻皇妃祭四行列图等, 规模宏大, 雕饰壮丽, 不愧为豪华之皇室建筑, 又入口外壁左右之人王相, 气象雄伟。 一雀洞, 俗称莲花洞, 广约六公尺, 身约十公尺, 后方亦如古阳洞之城半圆形。 其烟井中央有六非天环绕之大莲花, 守法经历, 莲花洞即由此而得名。 奉先寺, 未经规模最壮大之无盖石窟, 分内, 外二镇, 内镇广约三十八公尺, 深约二十三公尺, 外镇广约三十六公尺, 深约十四公尺, 未唐代石窟中规模最大, 艺术精美, 且具代表性之重要石窟。 其后必中央捐克卢舍那佛坐像, 高约十六公尺, 相好庄严, 曲干雄伟, 头发成波状, 衣纹细腻, 燃精两手已施, 两足亦破损, 台座并列三种莲花, 连伴各克有小佛, 表示莲花藏世界, 背后中央之莲花, 周圆为画佛, 飞天及唐草, 火炎等阳克, 及其锋利, 为龙门最大, 最优之佛像。 视力于大佛两旁之菩萨, 佳叶, 阿南, 高十一公尺余, 又菩萨之宝观, 英洛等, 丰美仙桥。 左右两臂有高约十公尺之金刚力士, 又有高达十一公尺之两神王, 雄魂豪荡, 气与横溢, 颇富真实性。 宗言上寄诸窟之风格特点, 乃窟形单纯, 变化少, 题材趋向于简明集中已突出主题。 除上述诸窟窟之外, 上有要方洞, 静善四洞, 大洞, 破洞, 塔洞, 永龙洞, 万佛洞, 南极洞等窟。 东山诸窟中, 以十窟四窖为著名, 分左右二窟。 左窟广约九公尺, 深约六公尺余, 右窟广约七公尺, 深约六公尺。 军属唐代之作品。 此外, 东山之北半部, 尚有著名之香山寺, 白居亦曾在此住过。 盖龙门属兼制之大理石颜值, 是一系公, 加上倾斜约三十度, 至难以绝成大枯, 故天井君座穹龙壮造像形式, 乃受印度兼陀螺, 即多之影响, 而容以中国风上。 如北朝之石窟主要佛像为释迦牟尼佛, 弥勒佛, 即释迦宇多宝如来并坐像, 三世佛和七佛, 佛像大底睽萎, 厚唇, 高鼻, 虽表现拓跋式之风貌, 然以教大同石窟倾向汉人形貌。 随唐石, 坐像多位阿弥陀佛, 弥勒佛, 鲁舍那佛, 药师佛等, 反映唐代净土宗之兴起于石窟造像艺术世俗化之趋向, 同时散于各窟中之大量卑劫实名, 为我国书体演变之重要资料, 亦为以布石窟资料之编年史, 此其之佛像面貌锋利, 依文细腻, 佛法多作窝壮, 甚少波形, 又本尊相之邪式, 多为二罗汉, 二菩萨, 凡此, 均可见随唐雕刻之特色。 又北魏以弃唐代中期, 佛教艺术对日本佛教美术亦有很大之影响。 近代因遭受帝国主义破坏, 加上无智之人贪力而道向外与外人, 至小型佛像十之八九军师去头部, 冰阳洞中著名之两块北魏, 后里佛图浮雕, 亦被窃走。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卷四十四, 卷五十三, 洛阳嘉兰计卷五, 广宏明集卷二, 古经图书集成神义典第六十一, 知纳佛教史记卷二, 佛教艺术论,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二十, 批六千三百八十一。 龙门寺, 一位于韩国荆基道阳平郡龙门免, 为新罗时代善德女王三言, 六百三十四, 原小大师埃创。 李朝氏祖王, 一千四百五十六, 一千四百六十八, 招宪王后轰, 即以此次为其著名符之所, 广造佛像, 遂成名沙。 戴至二十世纪初日俄战后, 定立普兹茅斯条约, 日本进战朝鲜时, 韩人即以此为抗争据点, 遂令此寺化未废墟, 后虽经重建, 然于一九五零年北韩入侵, 重遭破坏。 寺内有一千一百余年之银杏神木, 相传戏兴罗最后之敬顺王马依王子探国之王, 顿入金刚山途中所值, 亦说亦相差杖生根而成。 虽类遭兵灾, 由毅力如故, 俗呼天王墓。 二位于日本兵库献基陆市, 属灵纪宗庙新四派, 山浩天德山, 宽文元年, 一千六百六十一, 盘归永卓所创建。 以时一面观英卫本尊, 寺内珍藏平安其之世家如来, 观英相。 此外, 福岛县有青层朱英创于明德三年, 一千三百九十二, 知禅圣山龙门寺, 福景县武申市有月延重禅创于正安元年, 一千两百九十九, 知群玉山龙门寺, 即位于山行市之登陵山龙门寺。 以上三者皆细日本曹洞宗之道场。 奈良县及野郡有相传位议渊开创之龙门寺, 今已废。 批六千三百八十三。 龙诗女经, 全义卷。 五, 知千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本经叙述佛陀尤为耶利奈士庶元, 须福长者之女龙诗, 摇见佛之相好, 应发菩提心, 修菩萨行。 摩碎化行其父, 又修小陈罗汉, 龙诗不畏所动。 摩妇教云, 菩萨行者, 当不贪世间, 不惜受命, 若能从楼上自投于地者, 后可成佛。 龙诗便纵身自投楼下, 然未极致的, 炫辩男子身。 后的父母允许, 随佛出家修行。 开元世教路卷二载, 本经与龙诗菩萨本启经未同本。 初三藏祭集卷二, 历代三宝祭卷五, P6384。 龙诗本启经, 请参阅龙诗菩萨本启经。 龙诗菩萨本启经, 全译卷。 西境诸法护译。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右座龙诗经, 龙诗女经, 龙诗本启经。 本经记载龙诗菩萨与佛陀前叙述龙诗女过去行大臣舍身以求法之因缘。 参阅龙诗女经, 6384, 6384, P6384。 龙诗经, 请参阅龙诗菩萨本启经。 龙泉, 亦龙所住之泉池。 以龙力不可思议, 故泉水永不和解。 大制度论卷七, 大二五, 一一四上, 譬如龙泉, 龙力故, 水不解。 而, 一千三百六十五, 日本灵纪宗森。 明冷翠, 为后醍醐天皇之皇子。 又投京都纪北安之虎官失恋。 建武元年, 一千三百三十四, 赤照入宫中演说法药。 虎官失恋世纪后, 移居海藏庵。 立柱伦家, 袁通, 陈天, 万寿等寺。 真至四年世纪, 世寿不详。 这有松山籍, 海藏和尚纪年路。 严宝船登陆卷十二, 本朝高森船卷三十一, 批六千三百八十四。 龙泉禅寺, 位于台湾高雄古山区。 创建于民国十二年, 一千九百二十三。 首任住持位日森东海移成。 三十四年, 龙道法师接任住持, 陆续增建, 四地完成设立殿, 山门, 祖堂, 班若讲堂, 斋堂, 公德堂, 客堂, 瓷寿塔, 圆通宝殿等。 此寿塔占地二百五十平, 高五层, 可安四灵谷四万余。 圆通宝殿内供奉百万年前自然行成之观世音菩萨十相一尊。 六十九年, 曾树立法状, 起见千佛三坛大戒, 传授戒法。 P六千三百八十五。 龙真王, 为阿弥陀佛于过去世出家为法藏比丘前之俗名。 据无量寿经济卷上载, 龙真王入山修道, 好法藏, 住于山南, 有二女圆波纳, 又坐路波纳, 喜则和随行, 住于山北。 龙真王即得道之弥陀, 原波纳即观世音菩萨, 喜则和即大世智菩萨。 然上纪所说之根本典具不详。 无量寿经超纪, 勒慧, P六千三百八十五。 龙宫, 为龙王或龙神之住处。 又称龙虎。 据传在大海之底, 龙王以神力化作宫殿, 为现世佛法隐末时龙王护持财宝, 金卷之所在。 盖印度守财宝之蛇为那家, 范NGA, 即眼镜蛇, 亦亦做龙。 但据印度古传, 那家为人面蛇为之半神, 住于地下龙宫, 范PTLA, 以河修吉, 范Fisuki, 为诸那家之王。 据长阿含金卷十九载, 大海水之底有缩节龙王之宫殿, 须弥山与驱陀螺山间有南陀, 拔南陀二龙王之宫殿。 大方等大集金卷四十三日葬分诵史品载, 此世界诸地中, 各有龙王, 于龙宫中护持地, 水、 风、 树、 花、 果等诸物。 又正法念处金卷十八处生品载, 大海中有名为希勒之臣, 其中著有二种龙王, 即世界之守护者, 称为